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白鹿元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二卷 田福贤一直坐在一边 听县长讲民主政治 没料到白家轩头一条就参议到自己头上来了 有点不悦 却不紧张 民团的组建是何县长的指令 枪是县里都发的 田福贤不过物色来七八个团钉 何县长笑着问道 哈哈哈哈 为啥呀 这些人胡作非为坑害百姓了 呃 那是还没见到坑害谁 白鹿元上自古没扎过兵营 清家也没在镇上驻扎过一兵一组 那几个人背着枪在镇子里的晃荡 庄家汉们看见了 由不得紧张害怕 没有战事 要这些人做啥 哈哈哈哈 白先生啊 看不顺眼的事情 看多了就习惯了 这些团钉是为了加强地方治安 保护民众正常生产的 白家轩心想 庄税人自古也没叫谁保卫过到安宁 何县长凑近了压低声音说道 你们不知啊 白狼闹得厉害 不能不防啊 白家轩吃惊地说 白狼 白狼早给天狗摇跑了 何县长说 白狼是个人 是一帮子匪盗的头领 闹得河南是民不聊生啊 据传白狼打算袭来 闯进同关 这个白狼比曹传的白狼饿过百倍 那个白狼不过是轮砸猪血 这个白狼却烧杀奸淫 无恶不作呀 有上万号人马 全是些白狼 你说咱们该防不该防啊 白家轩哑了口 他不晓得这上千上万的白狼正在叩计关中的大门 这样严峻的事 使他不再非议不大顺眼的白鹿苍的团钉了 他答应了何县长的聘请 腊月中旬就参加了本县第一届参议会 白家轩回到了白鹿村 仍然穿着长袍马褂 只是辫子没有了 他进门就听见一阵杀猪式的嚎叫 令人撕心裂肺 毛骨悚然 这是女儿白绫缠足时发出的惨叫 他紧走几步 进了下屋门就躲下了仙草手里的布条 从白鹿脚上轻轻地解下来 然后塞进坑洞里去了 仙草惊疑地瞅着他说 这一双丑大脚 嫁给要饭的也不要啊 白家轩肯定地说 嘿嘿 以后嫁不出去的 怕是小脚里 仙草不信又从坑洞里挑出缠脚步来 白绫吓得扑进爸爸怀里 白家轩搂住女儿的头说 谁再敢缠玲玲的脚 我就把谁的手砍掉 仙草看着丈夫摘下帽子 突然睁大眼睛惊叫说 老天爷 你的辫子呢 看看成什么样子了 白家轩确说 下来就该捡到女人头上了 你能想来捡了头发的女人 会是什么样子吗 我这回在县里啊 可是开了眼界了 正月里 皮匠领着妻女 回乡下来拜年 家轩打他们一进门 就闻到了一股皮削味 二姐陛侠已经剪了头发 仙草证实了丈夫说的 女人也得剪掉发转的话 二姐夫 居然也穿上了一身制服 头上留着攻击官子似的 直戳戳的硬发 白家轩 原以为制服是革命政府 发给各级官员的官府 想不到整天揉搓臭烘烘的牛皮 猪皮的皮匠 也堂而皇之的穿上了制服了 于是这制服 在他眼里就一钱不值了 他心里想 你个做皮鞋的穿制服做啥 你穿上制服 那照样还是个皮匠 身上还是一股子皮削味 二姐更不入折 人已经发胖了 却把衣服的腰身 做得那么窄 胸脯上的奶子 圆滚滚的鼓称的老高 说话的时候 不停地拨浪着剪刀 尖头的短发 言语间不断冒出一些新名词 白家轩最反感的 就是这种烧包的言谈举止 皮匠姐夫和新朝二姐 虽然引着两个女儿回城了 但是给这个家庭造下的影响 却依然存在 校文校武 受到上新式学堂的表妹的影响 也提出要进城念书 而且借口说 赵鹏赵海 人家早就进城念书去了 书院里的生源不断减少 白家轩说 人家去城里啊 就让人家去 书院只要不关门 你就得跟你姑父 好好念书 校文校武再不敢强求 背着背卷 又去了白鹿书院 女儿白玲又大胆地提出 爸 我也要念书 并且啊 拿两位表姐做榜样 而且提出 要进城去念新书 哎呀 白家轩为了难了 她对西倩的宝贝女儿的要求 难以拒绝 因为她不忍心 看她伤心哭闹 玲玲长得太叫人心疼了 细腻的皮肤 聪明稚气的 两只忽扇水灵的大眼睛 胖乎乎的手腕 招人喜欢的不得了 白家轩常常忍不住咬那手腕 咬得女儿啊腰直叫 揪她的头发 打她的脸 她把疼哭了的女儿架上脖子 在院子里颠着跑着 又逗得玲玲笑起来 仙草埋怨着说 哎 你把事弄颠倒了 女子该当严管 你可是尽兴地惯她呀 白家轩 怎能不知道 娃子女子 都应该严加管教的道理 只是她无论如何 对玲玲冷不下脸来 仙草不禁赤道 念书呀 上天呀 快做到物理仿线去 白家轩还是哄乖了玲玲 答应她到本村徐先生的学堂去念书 并说 你呀 还大小 进城去 大人不放心 等你长大了再说 白家轩领着玲玲走进学堂的时候 村里人一街两行围住了看稀罕 玲玲大模大样地跟着父亲 能引起那么多男女看自己 使她觉得很得意 徐先生把白家轩前一天送来的方桌 安排在自己的书案跟前 以便监视 也免男孩子骚扰 虽然一切都安排得极为周到 却忽视了一个最不应该忽视的问题 白玲的拉屎尿尿的问题 徐先生因人失教 凡是不受课的学生 可以自由去上祠堂西墙外面的茅房 因为全是男孩子呢 就没有分割男女 白玲要憋急了 又见徐先生不在 就跑到祠堂外 看见男孩在茅房解开裤子 就又跑回来了 一个男孩说 祠堂后边有个小茅房没人去 白玲又跑到祠堂的后边 果然有个断砖烂瓦垒的小茅房 早早解开裤带 刚跑进茅房口 就急不可耐的摸下了裤子 不料徐先生正蹲在里头呢 徐先生哎呀一声 慌忙提起了裤子 躲落而出 白玲看见了徐先生 白亮亮的屁股 看见了威严的徐先生 惊慌失措的样子 忍不住嘎嘎嘎笑起来 这件事有声有色的 在村子里传播 说徐先生啊 情急之中 把未拉下来的屎爵子 带进裤裆里去了 仙草得知这件事后 要终止玲玲上去 这还了得 这样灌下去 不成疯子了 白家轩找了一块小木牌 钻了孔记了绳 一边写个有字 另一边写了个无字 让女儿进茅房的时候 翻到有字的一面 出来的时候翻出无字 白玲觉得好玩 从茅厕出来 故意不翻盘 自己啊 就躲在祠堂角落里 看徐先生怎么办 徐先生出来 走到茅坊门口 看到木牌上 有字就折了回来 他回到桌前刚坐下 徐先生就走出学堂门 急慌慌走过院子 到了家到处 竟跑了回来 无论这个女子 怎么不像个女子 徐先生却惊奇地发现 白玲十分的灵聪 那几乎是过目不忘 一遍成颂 尤其是那笔毛笔字 写得极好 他照徐先生 旗下的影格 只描目了半年 就临贴字 写了起来 两年下来啊 但是白玲的毛笔字 就超过了徐先生的水平 徐先生说 家轩啊 这是个才女啊 快送她到朱先生的书院去吧 这年 新年前夕的腊月三十后赏 白家轩 沿了墨 裁了红纸 让孝文孝武 白玲三个人 各写一幅对联 谁写的好啊 就把谁的贴到大门上 结果自然是白玲独出风头 使两位哥哥羞愧难堪 红纸对联 贴在街门 西边的门框上 白家轩 端着水烟壶 远远地站着 久久赏门 粗看似柳 细看向欧 再三品味 非柳非欧 那既有欧的骨架 又有柳的柔韧 完全是自成一格的 潇洒独到的天性 根本不像是一个女子的手笔 字里话间 透出一股豪放不羁的气度 嗯 白家轩看着品着 不由得心里一记 忽 忽然想到了 慢坡地里 父亲坟头下 发现那只 行似白鹿的东西 这年春节 二姐和皮匠二姐夫 赵丽带着两个女儿来拜年 那两个外甥女儿 公开纵容玲玲 到城里去上学 二姐和姐夫 以及外甥女儿回城之后 白鹿说道 爸 我今年 该进城念书了 白家轩第一次 对白鹿冷下了脸来 你的书 已经念够了 城里不去 徐先生那儿也不去 现在啊 该跟你妈学真仙活了 白鹿一下子愣坐在那儿 哇的一声哭了 你说等我长大了 就进城念书的 白家轩不为情动 仍然冷着一张脸 一字一板地说 城里现在啊 乱得没个相况 男子挖进城 我都不放心呢 何况你啊 女子无才便是得 要哭啊 你就扯开哭吧 白鹿一抹眼睛 爸 我偏不哭 他赌气似的坐到纺车下 摇动霸饼 纺车翁翁翁翁响了起来 十天之后 白鹿突然失踪了 白家轩 找到城里皮匠姐夫家 白鹿和两个表姐正跨着书包放学回来 白鹿说 爸 你要是逼我回去 我就死给你看 说着抓起了皮匠 脚皮子用的一把大茧子 直到脖子上 白家轩一句话都没说 就回到了园上来了 白鹿到城里上学以后 这个屋里像是减少了一大半人 显得空虚和冷静 白鹿子一样的清脆的笑声没有了 跑前奔后呼妈喊爸 吆喝奶奶的声音也绝响了 白鹿是已经忍受不住日思夜想的煎熬 向儿子家轩提出啊 要进城去看看孙女去 仙草却把对女儿的思念转变为怨气 有机会就向白家轩发泄出来 灌呀 你灌呢 这下灌的受拢不住了吧 甚至连白鹿的干大露三也有话说了 家轩啊 你这个人哪 真是明白一事糊涂一时啊 白家轩只是在心里惊叹 这么小的娃娃居然敢把剪子割到脖子上 那一刻 她似乎面对的不是往昔架在脖子上颠跑的玲玲了 而是一个与她有着生死之丑的敌人 家里头只剩下了三儿子牛犊 在徐先生膝下念了几年书还在念着 这娃子小小年纪就显出一股直傲的性子 对于念书 对于家里的任何变故 都是一副与己无关的冷漠神情 她对妹妹出走的事情无动于衷 这使得母亲仙草一瞅见她就忍不住发火 她对女儿越轨行为的气恼 和对她的思念 在牛犊脸上得不到任何呼应 她甚至怀疑 阿婆那一小撮干碍叶子 烧坏了牛犊的某一道要紧的学窍 落下了一个傻瓜呆子 白家轩也留心观察牛犊的言行举止 发现这娃子对谁都不大亲近 既不任性地要什么 也不拒绝别人要她做什么 每天后赏放学回来 就钻进马号里 把陆三办好的草料 用木仙送到草里去 扒在曹帮上 看牛马吞咽草料 陆三牵着牲口 到村北的大烙池去饮水 她也跟着 而且不想牵牛 却要牵马牵骡子 有时候她悄悄地爬上大车 从陆三手里夺过鞭子 手腕一甩 鞭子在空中飞旋起来 啪一声翠响 鞭烧准确地抽在牲畜的耳朵尖上 当然 她不是生来就带着这一手功夫 她是常常在土场上 捉着鞭子甩得啪啪响 抽鸡掉在房堂下的半截砖头练就的 白家轩几次捅的手里 夺下鞭子 让她回屋里去背书去 她不恼 也不气 兴兴地走出马号 可是第二天候赏啊 又来了 白家轩气恼她说 哎 生旧的庄稼胚子 牛犊对牲畜的爱抚 使陆三也对她产生了不可抗拒的亲近感 甚至想如果不是给白灵 而是给牛犊做个肝大 倒也是不错 她讨厌那个被主人一家都惯着宠着的女子 她首先发觉这个女子和这个家庭的不和谐 那个女子有时候跑进马号来 一扑上就趴上陆三的脊背 喊着干大干大 陆三蹲在地上捡粮食和土粒的石子 一任她趴着 勉强地硬着 有一回下雨天啊 白灵 捐在屋里的玩的腻了 又跑进马号来 惊奇地大叫 干大干大 你看那是啥东西啊 陆三 以为蛇呀老鼠呀青蛙呀 跑溜进来 看呀看着 什么东西也没有啊 就问 啥呀 在哪啊 白灵用手一指 那 螺子肚子底下掉着的那是啥东西啊 陆三不由的 哦 身上竟怪不自然起来 瞅见螺子后当里吊着那黑默默丑陋而又无用的东西 随口就想出一句哄骗女子的话 呃 呃 那是蚁巴 白灵就追问 这螺子咋长两条蚁巴呀 哎呀 就长两条 要不怎么是螺子呢 白灵仍然追问不休 那螺子长那么多蚁巴做啥呀 陆三 理屈词穷 哎呀 长蚁巴是打苍蝇的 白灵忽然拍手叫起来 嘿 干大你看 那条蚁巴缩到螺子肚子里去了 陆三神经紧绷 把白灵哄着扶出门 哎呀 螺子怕人看 把蚁巴藏起来了 快回屋去 啊 干大 要捡粮食 上墨子里 白灵走了 陆三 长长 虚了一口气 头上 已经冒出了虚汗 白灵走了 陆三 长长的 虚出一口气 头上已经冒出了虚汗来 不由得自然自语 哎呀 要是我亲生女子啊 我早一巴掌收上去了 叫你胡问乱问 白灵自行进城的举动 似乎验证了陆三 早就预料着的危险 而不难补算的更大的危险呢 还在后头 他甚至替白家轩着急 直言不讳地说 这城里头 如今乱得没个样样 咋能让个女子去呢 正月十五的晚上 陆三回到自家小院 把买来的猴尔七辣点着 在前门后门 窗台水道口 院子四角都插上了 屋里 院里一片光明 女人把油炸果子端了出来 一家四口啊 坐在火炕上 咔嚓咔嚓地咬着嚼着 陆三似乎心情很好 对儿子黑娃 咬文嚼字起来 哎呀 子长十五多富质 黑娃呀 你今年 交上十七岁了吧 黑娃打断父亲的话 我今年 出门熬活啊 我早就盼着了 我跟我妈已经说好了 陆三 仰头瞪了儿子一眼 说话太快 记住啊 无论到哪儿 无论跟谁说话 要想一句 说一句 不准强话说 没规矩 黑娃早已辍学 她在徐先生门下 算不到好学生 却也认识不少的字 也能拨了下算盘珠子了 辍学后 继续给白甲割草 早晨和后赏 背着一大笼青草 送回马号 一年前 她就向父亲提出 不想再提草莲了 要出去 给人家拉长工 熬活挣钱 陆三 一来想让她 再学一学 耕作的技能 二来呢 也是心疼儿子 想让她 长得更壮实一些 现在 交上十七岁了 完全可以当个人使了 她自己是十五岁 就出门 给财东 当全套长工的 陆三说 哎呀 爸呀 爸说你听着 你到嘉宣 书家 去熬活 爸回咱家来 忙时呢 做咱家的活 闲时呢 出去打林工 即便找不下 林工干呢 爸还有打土胚的本事 爸 打土胚 累死人的 你不能再干了 你就在白家干你的 我出远门 熬活吧 你出远门 到哪的 到渭河北边 家道书 就在那边熬活呢 家道书说 那边大财东 村村都有 不像咱园上 尽是小财东 家道书说 愿意给我寻个主家 你看你啊 不懂规矩啊 这么大的事 事先不跟我说 就自个儿拿主意了 你犯上啊你 陆三训斥着 这魏北人生地不熟的 咱们给人家熬活 不管门楼高低 不管财东大小 要紧的是啊 寻到一个仁义的主啊 黑娃说 家道书 在那边人是熟套 打宝票 能给我选个好主家 家道家道 你尽听家道的话 我跟你说呀 像你家宣书 这样仁义的主家啊 不好寻类 我是眼见为信 你爷爷 就在白家干了一辈子 连尸牙白嘴的事啊 也没有一回 你就到白家去 趁我还没下事 也好经过你 我不想去白家 咋的 这话咋说呀 陆三睁大眼 这白家没亏待我 也没亏待你嘛 你割草给你麦子了嘛 黑娃说 我不是说亏待不亏待谁的事 那你为啥不去白家 黑娃闭口不语 陆三又耐心的焦底说 白家人老几辈 那都是仁义俱家 人家长工也不是随便雇的 黑娃说 我没说家宣书不好不仁义 我还记着家宣书给我出钱让我念书 我还记着你不要我念了 家宣书拉着我的手给我送回到学堂去呢 对对对 这就对嘛 你既是记着家宣书的一举 那为啥不去啊 我先 我先 你先啥不行 我先 我先家宣书的腰挺得太硬 大直 陆三听后轻松的笑了 我的娃呀 我当时什么大事不得开交呢 咱熬活 挣咱们的粮食 只要人家不苛扣咱 不下看咱就对了 咱管人家腰直腰弯做啥呀 爸 你在那干得好好的 就再干二年 甭打临工了 我出去也能顶个拳挂长工啊 咱 攒些钱 买点地呀 说着说着 黑娃竟然哭了 母亲帮着黑娃说话了 她大呀 你就医了娃吧 娃不愿意去就甭去了 娃说的也在理 陆三说 也好也好 你出去闯荡三年 经见个财东 心里就有数了 不走高山 不显平地嘛 到那会儿 你就不会谈闲了 腰直腰硬的屁话 黑娃跟着家道书下了白鹿园 踏进了一望无垠 广阔灰红的关中平原 又搭乘木船 百度过了浑浊的渭河 不足一年 黑娃引着一个罕见的漂亮女人 回到了白鹿村 陆三一下子惊呆了 陆三从第一眼瞧到儿媳妇 就一云四起 把黑娃叫得一边严加审问 那哪来的 大眼一看就知道 不是穷家小户的女子 怎么会跟你走啊 三枚六正了吗 说 给老子说清拜 黑娃说得从容不迫 熬活那家主人啊 是个年近七十的糟老头子 有一大一小 两个女人 老头子死了 大女人和统领家事的儿子 就把小女人视作眼中钉 托长公头李某作媒 把她给嫁塌了 陆三半信半疑 将此事请教于白家轩 同时提出进祠堂 拜祖宗的礼仪之事 白鹿村的新媳妇 进祠堂拜列祖列宗 是一项极庄严隆重的仪式 白家轩对这件婚事 不置可否 只是说呀 你跑一步落 去问问家道 把事情弄明白 拜祠堂的事 等你问了家道再说 陆三直探自己是人道市中迷 把家道引黑娃出门的事 都忽略了 第二天一早 陆三就下了园 去卫北找家道 当陆三再回到白鹿村的时候 已经脸色如灰 眼睛冲血了 一进门就抽了黑娃一记耳光 哎呀 自己同时也跌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陆三被救醒之后 果断地说道 你 你 快把这个婊子撵走 你要是舍不下他呀 你就不是我的儿 你就立马给我滚出去 永生永世 绷进我的门 黑娃求告无用 黑娃的母亲也挨告丈夫 都不能使陆三回心转意 黑娃连夜引着媳妇出了门 走进村子东头 一孔破塌的窑洞 她随之掏出五块银元买下 安下家来 黑娃 黑娃落脚到魏北一个叫将军寨的村子里 给一家郭姓的财东 熬活 将军寨 坐落在一道叫做将军坡下的河川里 一马平川望不到尽头 全是平斩斩的水交地 人说呀 下了将军坡 土地都姓郭 这郭家是个大财东 一家拥有的土地 比白鹿村全村的土地还多 罗马拴下三大槽 连军带毒的几十头 郭家的儿孙全部在外头干事 有的为政 有的从军 有的经商 家里没留住一个经营庄稼的 那么多的土地 就租给本村和临近村庄的店户去耕种 每年夏秋两季 收缴异定的租子 只是店户租种不完的土地呢 才雇长工耕种 剩下不足百亩的土地啊 其实用不了那么多的矗力 那些牲畜 一年到头白吃草料 有的一年里 几乎连一回使役也轮不上 财东郭老汉特别喜欢罗马 繁殖下小鞠子 好的流氧下 差点都卖掉了 曹头的高罗子大马 全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 太烈从忧的结果 一个个呀 就像昭灵的六郡 郭老汉是清朝的一位无局 会挤露拳脚 也能使枪 抡棍 常常在傍晚 夕阳将近 大地途金的时候 骑了马 在乡村的关路上奔驰 即使年过花甲 仍然乐此不疲 老举人很豪爽 对长弓呢 不举小节 活有你干 饭有你吃 很少听见 他盯在长弓 靠子上嘟嘟囊囊 啰啰嗦嗦的声音 黑娃来的时候 郭家已经有两个长弓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姓李 在郭家已经熬过了十年的活 算是长弓头 另一个呢 是二十岁的姓王的小伙 还未娶妻 平素不大说话 见谁都抿嘴一笑 十分的温厚 黑娃年龄最小 又极灵力 脚快手快 常被长弓头指使着 去做许多家务杂活 扫庭院呢 掏茅策呀 脚水担水 晒土收土 拉牛银马 这时日稍长啊 郭举仁的两个女人 都很喜欢这个 诚实勤快的小伙计 很放心地指使他 到附近的将军镇上 去买菜割肉 或者是抓药 郭举仁本人 也很喜欢黑娃 有天傍晚 又要出去遛马 结果黑娃备好的 鞍子和缰绳 突然问道 黑娃呀 你会不会骑马呀 黑娃说 我骑过猪 没骑过马 你想不想骑马呀 想 你去把那副鞍子 给红马背上 你试着骑上 你试着骑上溜溜 黑娃骑上了红马 陪着郭举仁 在关道上溜着 竟然不觉得一丝害怕 郭举仁一边勒住 江绳一边扬着鞭子 一边喊着 指导着黑娃 控制马的要诀 两匹马 在乡村关路上奔驰 晚上 三个长公 都睡在马号里的大炕上 一溜进被窝 就开始说女人 这个时候啊 沉默寡言的长公 王相就活跃起来了 哎头儿 今儿黑呀 咱该说四相了 长公头 李相 洋洋得意的笑起来 装得一本正经的说道 不说了 不说了 把录像 叫瞎了咋办呢 录像娃娃 还没见过啥呢 王相却像背书一样 说起了李相 昨晚或前晚 讲过的内容 李相 我说说四应 你看对不对啊 这个 木匠的奔子 铁匠的针 小伙的案子 金刚钻 还有这个四软 姑娘的腰 棉花包 火精柿子 猪尿泡 对不对啊 李相这时候 就被窦引起来 这个四相嘛 你听着啊 要投查的墓血 二淋于醋 姑娘的舌头 腊汁的肉 哎 香不香啊 香 能把人香死的 嘿嘿嘿 王相就笑得 几乎噎过气 又重复地 涌送起来 黑娃却毫无察觉 甚至莫名其妙 这投查的墓血香 二淋子醋也香 腊汁的肉 我也尝过一口 那真香死人了 这姑娘的舌头 有啥气味啊 那唾沫咸水 还不恶心死人了 李相就对笑得 失了声的王相说 黑娃呀 是个瓜蛋 咱哪 得给她启蒙 黑娃呀 你将来娶下媳妇 你扎了媳妇的舌头 你就能尝出啥味来了 嘿 你就会明白 最香的还不是腊汁肉 嘿嘿 这长公 李相装了一肚子 有关男道女娼的 酸溜溜的故事 有的隐秘含蓄 有的赤裸裸 毫无遮掩 黑娃 有的听不明白 有的听了 就觉得浑身潮热 长公里头 煞有介事的问 黑娃 你看咱们主儿家 六十多块奔七十的人了 啥脸色 红汤汤 啥身板 硬邦邦 说话像敲钟 走路刮大风 你说人家 为啥这结实啊 你要是猜着了 我把这一年的心俸 全给你 你要是猜不着 罚你天天晚上取尿筒 天天早上倒夜壶 黑娃连着说 主家吃白米细面 山珍海味 鸡鸭猪羊肉 和六马 他又不干重活 这些能想到的原因 李相绷着脸 继续说不对 王姓韩姓不足 忍不住先开口 接出谜底 刚刚开口啊 自己倒笑的 先说不出话来了 郭举人 吃泡枣 黑娃不以为然的说 泡枣 有什么好啊 烧酒泡人参 才养人了 王姓鬼气的笑着 这泡枣比人神酒啊 养人多了 你听李叔说说 怎么泡枣吧 长弓头压低声说 郭举人 娶向那个二房女人 不是为了睡觉 生娃 专一是给他泡枣的 每天晚上给女人 那个地方塞进去 三个干枣 浸泡一夜 第二天早上掏出来 淘洗干净 送给郭举人空腹吃下 郭举人自打吃起 他的泡枣啊 这二年返老还童了 黑娃听了 觉得心里很难受 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 憋得堵得胸脯发胀 王相突然伸过手 抓住他的下身 嘻嘻笑着 向李相报告 李叔李叔 黑娃的牛牛 挺得像个竹笋 黑娃一下子羞了 第二天一早啊 黑娃照例起来 扛上长柄扫帚 去扫庭院 看见郭举人的小女人 提着一只瓷盆 倒尿回来 进了厢房 窗子里传出 撩水洗脸的声音 黑娃竟然不敢抬头 当她扫完院前 直身准备走出院子的档 忍不住瞧了一眼 敞开窗室的窗户 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头发 黑油油的头发 从尖头拢到胸前 像一条闪光的黑段 小女人举着木树 从头顶拢梳的时候 宽宽的衣袖 就倒僵到肩胛处 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 黑娃又觉得气毒 胸憋 可别把泡热的澡掉下来呀 她慌忙转过身 要走掉 那个女人在窗户里说话了 哎 录像 扫了地 给那棵玉兰树浇桶水 树汗了 黑娃 落下了扫帚 挑起了木桶 到过亭的景台 搅了一桶水 浇到玉兰花树下 又浇了庭院中的玫瑰花 黑娃 对小女人指派的做活 感到很荣幸 她还想浇什么树 浇什么花 却没有了 她提着空桶 别有兴致地欣赏着玉兰树 花早已经泄了 墨绿色的扁原的叶子 滴着露珠 玫瑰花正含苞待放 她又给厨堂的水瓮 搅了一袋水 竟然有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回到长公门住的马号门口 长公李相和王相 已经扛着梨 拉着牲畜 要下地种棉花了 李相则问道 黑娃 你碎驴日的 扫个地扫正常功夫啊 王相蔫唧唧地说 大概啊 欣欣想讨坑泡澡 黑娃不由地红了脸 似乎自己真讨过泡澡 一样 急忙解释说 自己扫了院子 又搅水 又浇花 耽搁了些时辰 李相说道 教人 也用不了正常功夫啊 收把麦子 进入福田 郭举人 就和他的大女人 从厅房里 搬进后院的窑洞 去下榻了 微明的时候 郭举人 在院子里头 练了一会儿拳脚 然后洗了脸 喝了茶 再回窑洞 睡个把时辰的套觉 此后就躺着 或坐着 抽烟喝茶 直到傍晚 鼠热渐退 才兴致勃勃地 出去遛马 大女人 日夜厮守着老头 给他山凉 给他点烟 给他沏茶 陪他说话 伴他睡觉 三顿饭 由小女人做好 用紫红色的 核桃木漆盘 端进窑洞 晚上提尿盆 早上倒尿水 这都是小女人的功课 除此 小女人 就没有什么正当理由 进入凉爽的窑洞里了 大老婆给举人 定下了严格的法计 每月逢一 那初一 十一 二十一 进小女人的厢房 去逍遥一回 试完之后呢 必须回到窑洞 郭举人身体好 精力充沛 往往感到不大满足 完事之后呢 就等待着 想再来一次 厢房窗外 就传来了大女人 关怀至成的声音 你不要命了 啊 自从 郭举人和大女人 搬进窑洞 避暑以后 前面的庭院 就显得冷静了 黑娃去早院 去搅水 也觉得自如自在了 她同时发觉啊 这小女人 指派她做什么事啊 声音甜润了 脸上的神色 也活泛了 前院的空气 也通畅了 三个长工 蹲在玉兰树的 阴梁下吃着饭 小女人 坐在对面厨房里的 小凳上 听见筷子 刮向碗底的声音 就走出来 用一只条牌 拖着碗 回去了 然后盛满了饭 用条牌再端出来 这样的规矩啊 是为了避免 交接碗筷的时候 男女间 手指和手指 接触的可能 黑娃和这个小女人 全部的有幸和不幸 就是从这递饭的时候 破例 废掉木牌 开始的 那天早晨呢 郭举人指派黑娃 到十里外的潘家村 去捉一对鸽子 那是老交庆 潘老大 送给郭举人的一对 棕红色的凤罐头 回来的时候 错过了饭时 李相和王相 已经吃罢了饭 上地去了 黑娃一个人 坐在玉兰树的 阴梁下头 等待着小女人 端来磨饭 长工吃饭 不准进入厨房 自拿自咬 这也是郭家的规矩 小女人在厨房门口说 陆相 你稍微等一下 饭凉了 我给你热一下再吃 黑娃 有点紧张 只剩下她一个 就有一种 莫名的紧张 装出无所谓的口气说 不怕不怕 不用热了 不用热了 这热的天 吃凉饭才好嘞 小女人却说 天热倒是热 冷饭还是不敢吃 你甭急 稍等一下 风箱响了起来 房顶的烟囱 冒出一股蓝烟 黑娃坐着等着 心却无端的 一阵阵的跳 小女人端着木盘 走到玉兰树下 把一叠辣椒 和一碗蒜泥 放到青石桌上 一个竹边的浅栏里 累着四五个摩摩 也放到石桌上 这小女人 戴着楼花灼熄的 光洁白净的手腕 就一次又一次的 伸到黑娃眼前 小女人转身回到厨房 又端来了小米稀饭 黑娃看见她 省去了条盘 双手托着 走了出来 黑娃凉忙 站起来去接 四只手交接在一只 黄色的大碗上 黑娃的手指 触到了 勾在碗底的 小女人的手指 那一瞬间 黑娃的心就 猛地跳弹起来 竟然不敢看她的眼睛 她呢 却丝毫不在意 叮嘱说道 录像 你管管吃 吃好了 出门在外啊 这饭要吃好 黑娃 吃不出饭的滋味 蒜不辣 辣子也不辣了 这磨磨嚼着 就像一团泥吧 她的喉咙淤色 胸腔憋障 顿然没有一丝食欲了 小女人 又走到玉兰树下 把一盆腌渍的蒜苔 放到石桌上说 你看你看 我忘了给你割菜了 黑娃却站起来 算了算了 我不吃了 小女人眼里露出 惊异不定的神色 嗯 你只吃了一个膜 米汤也没喝 这是咋的呀 我 我不饿 咋能不饿呀 早起到这会儿 啥也没吃啊 黑娃就诚实地说 这肚里刚才进门的时候 饿得慌慌了 不知咋弄的 这这又 又吃不下了 小女人温和地说 许是路上啊 受了热 这天多热呀 你一会儿再饿了 举几个磨吃啊 黑娃盯了一眼 小女人 僵硬地点点头 转身就要走 小女人却说 哎 陆下 俺家掌柜的 说没说 让你留下的做啥 呃 掌柜的说了 不叫我绕地里子去了 叫我照看草上的牲口 也叫我歇歇腿 郭掌柜的人好 小女人就如意地笑了笑 你来回跑了二十多里路 这热天的歇事该歇了 你再给我搅一袋水 我洗衣裳啊 好好好 叫十蛋八蛋也不费啥 黑娃双手上下控制着咕噜 啪啦啪的转着 站开了颈绳 然后搅动拐瓣 这咕噜呀 直压响着 绷紧的颈绳 一圈一圈缠在咕噜上 黑娃庆幸能单独和小女人 在一起的机会 心里就吵起呀 向这小女人献殷气的强烈欲望 她搅起一桶水来 欢悦地问 二爷 把这水勾哪啊 就搁在那井台上吧 一会我去提 说着一只手拎着洗衣盆 一只手提着搓板 从竹帘里头出来了 下砖头台阶的当 这小女人脚下一拐呀 摔倒了 木盆在庭院的砖地上滚得好远 小女人跌坐在台阶上 起了三次 才勉强站起来 手扶住墙 却移不开脚步 轻声地呻吟着 黑娃连忙把第二桶水搅上来 跑到跟前问 二爷 你咋了 崴了脚腕子了 是不是啊 怕是插出气了 这小女人疼痛不堪地 猝着眉头 疼死了 黑娃站在旁边不知所措 小女人痛苦地使得心疼心骄 这咋办呢 二爷 我去叫掌柜的 你扶我进去躺一会儿就没事了 黑娃就掺住了小女人的胳膊 扶她走上台阶 掀开竹皮帘子 刚翘脚进到厢房门槛 这小女人 哎呦一声 几乎跌倒 黑娃连忙搭上了一只手 揽住了小女人的腰 小女人借势就扒住黑娃的肩膀 双手从后肩和前胸 搂住黑娃的脖子 这黑娃啊 几乎是肩背着她往炕前挪步 黑娃浑身燥热 心似乎已经跳到喉咙口 她撬进这个厢房的门槛的时候 就紧张的腿肚子发抖 那温热的胸脯贴着她的腰 那柔软的头发蹭着她的脖颈 她已经浑身静暖了 她扶她坐到抗边上 刚松开手 她又哎呦一声 几乎从抗边上翻跌下来 她急忙抱住她 她的胸脯紧紧贴着她的胸脯 黑娃觉得简直要焚毁了 她一用劲把她拖起来 轻轻放到铺着竹灭的凉席的炕面上 她感到 她搂着她的手臂 依依不舍地松开了 她慌忙抹了一把汗 对小女人说 二爷 你好好歇着我去饮牛去了 小女人歪过头说 我的腰里有个老毛病 不小心就差出气了 疼死人了 你用你的拳头 给我捶几下就好了 黑娃迟疑 片刻又走到抗边问 二爷 您说捶哪儿 小女人用手指着腰泪下边 就这儿 黑娃攥起了拳头 轻轻地在她手指的地方垂击着 小女人声唤一声 哎呀 太重了 黑娃呢 就更轻一点扣肌 小女人怨怨怨怨地说 黑娃 你真笨 你轻轻揉一揉 黑娃就松开了拳头 用手掌抚摸起来 这小女人穿着一件 白色细格羊布衫 比夹肢的粗布衫 绵软而光滑 温热的肌肤 透过薄薄的羊布 传到黑娃粗硬的掌心 胸腔里啊 便涨起了 汹涌鼓荡的潮水 她想跳上抗拒 把她压扁几岁 又想一把揪起她 把她搂住 但是啊 她却压抑着 这种种念头 轻轻地问道 你好点没有二爷 我该一牛去了 小女人说 好了好多了 你再揉一下就全好了 黑娃就继续地揉扶着 她看了一眼小女人 仰躺着隆起的胸脯 小女人迷离的眼睛 异样地瞅着她说 黑娃 你以后啊 甭叫我二姨了 你该叫我姐姐 娥儿姐 黑娃忙说 这这 那不是乱了辈分呢 你家郭举人 我叫大叔 怎能跟你叫姐呢 这小女人挖了她一眼 你真是个瓜蛋 有旁人在场 你就还叫二姨 只有你跟我在一搭时 你叫娥儿姐 记下记不下 黑娃 好像领会了一个信号 一个期待着的 又是令人惊计的信号 她的头发 似乎倒提起来 手臂陡颤 喉咙憋得说不出话 只好点点头 小女人就悄声说道 哼 你试着 先叫一声姐 黑娃咬着嘴唇 自己觉得 血已经涌上了脸堂 她颤着声叫道 姐 儿姐 小女人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从看上方坐起来 扑进她的怀里 黑娃双臂紧紧搂着小女人 那个美好的肉体 在她怀里抖动不止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股无法遏制的欲望 催着她 把她死死的孤抱在怀里 似乎要把她纳入自己的胸膛 才能达到某种含混的目标 她的双臂孤住她的脖子 浑身却像一口袋粮食一样 往下坠 她就是这样紧紧地搂着她 不知道还应该做些什么 她突然往上一窜 咬住她的嘴唇 她就感到 她的舌头进入她的口腔 她咬住那个无语伦比的舌头 润扎着 直到她嗷嗷嗷地叫唤起来 才松了口 她痴迷地咧着嘴 示意她把她咬疼了 却又把嘴唇挪着迎上来 暗示着她的唇 黑娃在这一瞬间 准确无语地解开了 那个牙语式的暗示 就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 她的蠢扎比她更贪婪 更狠近 直到她忍不住 也嗷嗷地叫唤起来 她却仍旧扎住不放 只是稍稍地放松了口 她同时就倒了下去 被倚在炕边上 把她也坠倒了 压在她身上 这个道啊 她的浑身像遭到电击一样 一股奇异的感觉 从腹下吵起 旋即传到全身 她几乎承受不住 那种美妙无比的 感觉的冲击 突然就趴在她身上 几乎要融化成水了 那种美妙的感觉 太短暂了 像夏天的一阵咒语 她一身轻松 一身疲惫 一身轻松 喉咙里通畅了 胸腹里也空寂了 燥热退去了 她有点懊悔 站起来说 二爷 俄二姐 我该去 饮牛饮马去了 小女人跳起来抱住她 又深深地在她嘴上 亲了两口 好兄弟 庭院里都很静 正午的阳光 从玉兰树浓密的枝叶间 投射到砖地上 两只盛满水的木桶 搁在井台上 洗衣盆扣在墙根底下 显得很凌乱 黑娃把木盆拎起来 放到井台下的盛坑边上 那是小女人往常洗衣服的地方 看看院子里没有任何异常的变化 她撩起了布衫下筋 擦擦脸上的汗 就走出这个空气安逸的院子 她一走进牛棚马号 顺手眼插了门板 扑通一声 羊躺在大炕上 紧张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下来 心啊 似乎在这一会儿 才稳定在原来的位置上 她躺下就翻起身子 摸下裤子 这才看到 裤裆里都湿了一大片 她迅速系好裤子 把湿了的地方 打了个纸窝到里头 然后就用动手去解缰绳 拉上罗马到烙池去饮水 她牵着马缰绳走在村巷里 从容地回味着那紧张慌乱的时刻 咀嚼着那说不清 比不准却十分诱人的舌尖 头茬子的木须二磷子醋 姑娘的舌头蜡汁的肉 她现在回想长弓 李相讲过的那许多酸故事 就由朦胧进入清晰的境界 当她往返四五趟隐瞒 身口之后 她觉得沉寂下去的那种诱惑 又朝一起来 那种憋闷的感觉 又充斥着胸腔 一种无形的力量 又催逼着她 再回到井台上去 她忍着 到了五十 李相和王相 汗流加倍的 从地里回来了 根本也想不到 黑娃已经发生了 这美妙的秘密 只是带着明显不适的极度说 黑娃 你狗兮的 比郭掌柜的干儿子还牛皮 你跟掌柜的呀 六马 耍波格 黑娃黑黑黑的笑着 无不得意 这怪谁呢 掌柜的硬叫我陪他六马 给他捉波格 我赶不去嘛 三个人走进院子里吃午饭 黑娃瞧见小女人 用木盘端来了 盐碟 辣碟 醋碗和蒜罐 就不由得心跳 看见她 戴着银着的手腕 就回味到 握着时候 那种温柔和细腻 瞧见她颤动着的胸脯 就异常清晰地 感受着 贴着的时候的 痴迷和笑容 小女人谁也不看 转身又用木盘 拖了三个大碗 碗里啊 乘着冒过 碗颜的凉皮 这是暑热的天气里 最可口的面试了 小女人放下碗 就回厨房去了 黑娃 嚼着凉凉的面皮 还是察觉到了 李相和王相 没有察觉出来的变化 小女人 走路的步子 轻盈了 两只袖溜的小脚 麻利地扭着 胸脯上那两团诱人的奶子 就颤悠悠地弹着 眼睛像雨后的青山一样明彻 往日那种死气塌塌的神色已经荡然无存 吃完午饭回到马号 三个人就躺下了歇息 李相贼气地说道 哎 我说 这个二婆娘今日和往日不太一样啊 大概是举人呐 昨喝个把她弄受活了 你看今日走路都飘手飘脚的 话说完拉起了憨声 王相也傻笑一声 就她睡着了 黑娃却睡不着 整个一个后赏 黑娃和李相王相 在播种完最后一块包裹地 她有点神不守舍 腰里离歪了离钩 点肿呢 又把不住愁吸 长公头竟破口骂起来 黑娃 你个崽子丢了魂的是不是啊 黑娃不在乎的笑笑 一遇接近天呵啊 她欲变得不可能忍耐 直到吃罢晚饭 她也找不到单独和小女人说话的机会 三个人吃了晚饭 抹着嘴起身出了院子 小女人说 黑娃 你把干水桶烧过去 黑娃心里得救式的喜悦 从造访里提了装满干水的木桶到马后 用干水引了牛 再把木桶送过来 对着正在洗锅刷碗的小女人说 儿子姐 我黑劲来啊 黑娃 开始实施 她厚赏中包裹时 反复琢磨过的行动方案 李大叔 我今天喝个到王庄寻我家道叔去啊 让他回家的时候给我烧一双鞋来 长宫里头 毫不在意的应允了 黑娃到王村找着家道叔叔 确实说了让他烧鞋的事 又先偏了半夜在锅脚熬活的事 感激家道叔叔给他寻了个好主将 并说呀 锅举人瞧得起自己 让他陪他溜马 放鸽子的快活事 家道高兴的叮嘱说 这就好 这就好 人家啊 待咱好嘞 咱要知好 凡事啊 都多长点眼色 甭叫人家先宠后脑 啊 黑娃硬着 早已经心不在焉了 看看夜深入境 告别家道叔 回到将军寨 按照白天观察好的路线 黑娃爬上了墙根的一棵春树 跨上了墙头 轻轻一跳 就进了院子了 郭举人和他的大女人在后院摇洞里 前院只住着小女人一个 黑娃望了一眼 关死的窗户 就撩起了竹帘子 轻轻推了下门 门是关死的 她用指头扣了三下 门栓滑动了一下就开了 黑暗里可以闻见一股 奇异的纯属女人身体散发的气味 小女人一丝不挂地站在门里头 随手又轻轻推上了门栓 转过身就掉到黑娃的脖子上 黑娃搂住她光滑细腻的腰身的时候 几乎眩晕了 她现在急切地寻找着她的嘴唇 急切地要重新品尝她的舌头 她却吝啬起来 咬紧的牙齿只露出一丁点舌尖 使她的舌头只能触接而无法扎损 使她情急起来 她拽着她在黑暗里朝抗边移动 她的手摸着她胸脯上的扭扣 一个个解开了 脱下她的粗朴裤子 她的赤裸的胸脯 就接触到她的胸脯以后 不由地啊呀一声 就把她死死地抱在胸前 那温热柔美的奶子使她迷醉 浑身又吵起了一股无法排解的燥热 她的手已经伸到她的腰脊 摸着膝腰带的活头 一拉就松开了 宽腰裤子自动抹到脚面 她从裤筒里头抽出两脚的档 她已经抓住了她的那个东西 黑暗觉得从每一根头发到脚尖的指尖都鼓胀起来 像充足了气 像是要崩破炸裂了 她已经爬上了炕 手里仍然攥着她那个东西 她也被她拽上炕去 她顺势躺下 拽着她趴到她的身上 黑娃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感觉她捉着她的那个东西啊 引导到一个陌生的所在 脑子里闪过一道彩虹 一下子进入了可叛 向往已久 却又含混陌生的浮地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松开手 紧紧孤住她的腰 同时把舌头送进她的口腔 这一刻呀 黑娃膨胀已至极点的身体轰然爆裂 一种爆裂时 无可比拟的欢乐 使她顿然觉得消融为水了 她却兴兴地笑道 兄弟你是个呱呱吧 不会 黑娃躺在光滑细密的竹皮凉席上 静静地躺在她身旁 她拉过她的手 按在她的奶子上 这男人的牛 女人柔 女人的奶 男人喘 她想起了李相的歌 她扶揣着她的两只奶子 她的手又揉搓着她那个东西 她用另一只手掌撑起了身子 用她的奶子在她眼上 脸上 鼻头上磨蹭 停在她的嘴上 她想张口顺住 又觉得不好意思 她用枝头轻轻掰开她的嘴 她就明白了她的用意 也就不觉得不好意思了 一张嘴 把伯拉奶子奶头都吞进去 她嗷一声的轻患 就趴在她身上 扭动起来 呻吟起来 她又把另一只奶子 递到她嘴里 让她顺杂 她更加欢快地 扭动着 身患着 听到她 哀哀悠悠地身患 黑娃那种鼓胀的感觉 又窜起来了 一股强大急咒的猛力 催着她翻越起来 一下把她裹到身下 再不需她引导 就闯进了那个 毫不陌生的 寒混浮地 静静地等待着 那个爆裂时刻的来临 她说 兄弟 你还是个呱呱娃 说着 就推托着她的臀部 又压下去 往复两下 哦 黑娃就领悟了 她说 兄弟 你不刮 会了 黑娃疯狂地冲撞起来 双手抓着两只乳房 她搂着她的腰 扭着 叫着 迎接她的冲撞 猛然间 那种爆裂再次发生 她又安静 清爽地 躺在竹边凉席上 缓过气之后 她抓过自己的衣裤 准备告辞 她一把扯过 扔到炕头 扑进她的怀里 把她呀 掀倒在炕上 趴在她身上 亲她的脸 咬她的脖颈 把她的舌头 裹进她的嘴里 扎出声 用她的脸颊 在她的胸脯 大腿上磨蹭 她的嘴唇 像蚯蚓 翻根 土层一样 吻变她的身体 吻过她的肚脐 就猛地直下 黑蛙 黑蛙 嗷了一声 身患 浑身 着了魔 使得抽搐起来 扭动起来 止不住地叫起来 而且 鳄 她爬上她的身体 自己运动起来 直到她又一次 感到爆裂的消融 她静静地 围在她的怀里 贴着她的耳朵说 兄弟 我明日或是后日死了 也不记点啥了 此后 黑蛙就陷入了 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 她白天和李相王相 一块去翻更卖茶地 晚上呢 同在马号里大炕上睡觉 难得遇小女人 再次重温美梦 不得再二三次撒谎 去找家道书啊 早晨她去扫院 搅水的当 郭举人踢腿舞弊 在庭院里头 晨练功夫 无法与小女人接近 唯一可钻的空子 就是晚饭后 她拎了干水 饮霸牛 送还空桶的时候 在厨房里 和小女人 急急忙忙 摸念一下 这儿就做贼似的匆匆离去 烦闷焦躁中 机会啊 总是有的 卖茶地 全部翻更一遍 让三福的独日头 暴晒 暴晒透了 如落透雨 再翻更一遍 扒墨一遍 土地就像发酵的面包团一样的绵软 只等秋风开梨 拨种麦子了 包股苗子陆续冒出地皮 尖苗除草 还得半个月以后 财东家就给长公们赞付了半年的新凤或食物麦子 给他们三五天的假期 让长公把钱或麦子送回家去安顿一下 会会亲人 再来复工 此后呢 直到收霸秋 种霸麦子 甚至到腊月二十三 祭造军 才算完结 然后呢 讲定下年 还顾不顾 或者还干不干 主家愿顾长公 或是长公还愿干的 就在过霸争月十五小年以后 再来 一年就又开始了 郭举人在他们耕完最后一块卖茶地的那天晚上 来到了马浩 摇着扇子爽朗的说道 这前一阵子又收了种 又离了地 诸位啊 都辛苦了 明日个 李相王相就可以起身了 今年你俩一搭走 回去啊 把老的小的安顿好 再来 木下呀 这地里没啥要紧活 陆相只要俯弄好牲口就行了 等你们二位来了 陆相再回家 陆相屋里有指靠 迟回去几天的 没啥 黑娃巴不得如此安排 李相和王相当晚灌好了麦子 一夜竟高兴得难以成眠 鸡叫三遍就推着木轮小车装着粮食上路了 黑娃欢乐鼓舞也无法入睡 等到天色微明就去扫除搅水 吃早饭的时候 她大胆地抓住小女人的手 跳起来亲了一口 小女人吓得脸都晃了 你疯了 黑娃坐下来说 等着 金痕好机会 她回到了马号喂马 连着喂过两槽草料 把牛马和骡子牵出来拴到树荫下 用扫帚刷掉了牲畜身上的粪便 又回头给圈里的铺了干土 把水缸装满 吃把午饭就躺下睡着了 后赏更加漫长 他索性啊 背起大龙和草莲去割墓去 郭举人很赞赏他勤快的主动劲 也蹲下来往扎刀下放墓去 黑娃压着闸瓣 瞅着眼皮底下郭举人银白的头发和大脑袋 心里忽然懊悔起来 这郭举人带他不错呀 早看得出他很喜欢他 让他陪他遛马 替他背上鸽子笼 到这儿那儿去放伯格 很放心让他一个人侍卫罗马 他呢 却偷偷把人家小女人给睡了 他慢荡着欢愉的胸腔开始冷记 滋伏起一缕 溃溃羞耻的挥败气氛 随着黑夜的到来 黑娃在马号里头第一次独自一个人过夜 浑身呢 又吵起了那种催逼着他翻墙跳院的欲望了 他脱光了衣服 用葫芦瓢从头顶上往身上浇水 冲洗得清清爽爽就走出了马号的门 走同样的路 翻同一道围墙 爬同一棵春树 清洁的似猫似的钻进了虚掩着的门 朦胧的月光下 炕上躺着玉雕冰灼似的肉体 两颗同样焦渴的嘴互相辱墨 两双都急于捕捉对方的胳膊交缠在一起 黑娃已不再慌乱 也不陌生 小女人再也不说兄弟你呱呱娃的话了 痴迷的陶醉在黑娃越来越熟练的爱抚之中 他们现在跨越了羞怯慌乱和无知的障碍 进入了从容不迫的自由的境界 接受对方的种种爱抚 也把种种爱抚给予对方 愉悦地纵容对方做更进一步更大胆的行动 第一次得到了同步销魂的最佳状态 他们已经从肉体感官上越来越强烈的刺激 需要进入感情抒发的需要 情窃窃一绵绵 呢喃自然流勇 兄弟啊 姐疼你都要疼死了 鹅儿姐兄弟想你都快想疯了 兄弟啊 姐真想把你那牛儿搁下来揣到怀里 啥时间想亲就亲呢 姐兄弟真想把你这俩奶奶咬下来 吃到肚里去 让我日日夜夜都镶着保着 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向峰顶 一次又一次从峰顶销魂般的下落 没有满足 直到积提三变 才难舍难离的分手 寄来的一夜更加完满 他们从情意缠绵的胶着状态 走进了轻松欢快的又一个新的境界 开始有兴致谈笑逗趣 互相开心 黑娃把在马号里听到的长弓头 理相讲到的酸故事 附述给小女人 小女人呢 乐得几乎笑叉了气 爱抚着拧着掐着 垂着黑娃嘴里秀骂着 黑娃 你个那些虾熊长工 学成虾熊了 黑娃得意的笑着问 姐啊 听说 你给郭掌柜泡澡的事 是不是真的 小女人顺手抽了她一巴掌 抽得很重 不像玩的 黑娃哑了口 后悔自己 忘乎所以 说错了话 小女人随之就坐起来 把那个尿盆 倒到黑娃的跟前 黑娃欠身一瞅啊 黄辣辣的尿里头 飘着三颗枣 已经浸泡得肥大起来 小女人憎恨的说 提到泡枣的事 她就想挨了一锥子 大女人每天晚上过来监视着 看着她把三只干瘪的枣 塞到下身才能走掉 她后来啊 就想出了个报复的办法 把干枣再掏出来 扔到尿盆里去 她吃的呀 是用我的尿泡下的枣 哼 小女人说着又上了气 等会儿啊 我把你留下的怂 给她抹到枣上去 让她个老不死的 吃去 一提到锅举人 黑娃就有点怯 小女人气过之后就哭了 兄弟啊 姐在这屋里 连狗都不如 我看咱俩头空跑了 跑到远远的地方 哪怕是讨吃药喝的 我都不闲 只要你兄弟日夜 跟着我再一搭 黑娃压根儿没有想过 往后的事 只悟着说 姐姐啊 你甭急 我还没想过跑 咱明儿个黑件再说 小女人说 兄弟你也甭怕 我也是瞎说 我能跟你相好这几回啊 死了也值当了 黑娃有点沉重的回到了马浩 开始私谋 怎么办 翻墙跳跃 偷偷摸摸的相会 总不是长远之际啊 这个时候 马浩的门板响了 黑娃忙问 谁啊 一个沉稳平时的声音 我 黑娃听出是郭举人的声音 就有点慌了 随即侥幸地想 他要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肯定会当场捉奸 不会等他回到马浩的 黑娃装作睡意惺忪的样子 拉开了门栓 郭举人走进来 说道 点上灯 黑娃怕自己的脸色不好 不想点灯 郭举人坚持要点灯 他就拼打火石 点着了油灯 郭举人背抄着双手 站在对面 说 你刚才 做啥去了 我肚子坏了上茅房 茅房不在那边 再说也不用翻墙啊 一切侥幸 都被粉碎了 事情完全败露 黑娃眼前一黑 几乎跌坐下去 站柜的 你说咋让处置吧 郭举人一摆手说 要是想处置你 刚才我当场就把你捉住了 不会让你跑回马浩来 处置你 还不跟碾死一只臭虫一样容易啊 这事嘛 我不会怪你 只怪他臭肉 甭怪旁人 用十把两乘等 他一个烂女人 死了也就死了 你爸养你这么大可不容易 门面抹了黑 怕是你娃娃一辈子也难寻个女人了 黑娃这个时候完全崩溃了 抬不挤头也说不出话 郭举人说 这样吧 我把你前半年的工钱给你 你令到别处找个主家去 记住了 日后甭再做这些丢脸丧德的事了 说着从腰间摸出了几块银元 搁到炕边 黑娃忙说 您不处置我 就够了我的了 钱我不敢拿 掌柜的 你真是个好人 我 黑娃腿一软就跪下了 郭举人不以为然的说 这事全当没发生过 再不提都不说了 把钱拿上走吧 现在就走 黑娃不敢拿钱 又不敢不拿 把钱拿了 装进了口袋 背起来势的搭脸 向郭举人深深鞠了躬 就走出马号的门去了 黑娃走到村巷转弯处 不由地回头瞧瞧 马号的窗户仍然亮着灯火 郭举人今晚得亲自 侍候牲口了 他心里很难过 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 做下这种对不起主人的事 自己还算是人吗 他出了村子 就踏上了往南去的路 忽然想到回去怎么给父亲交代 旋即又转折往西上的路去了 走得愈远愈好 随便找一家缺人的主户 熬活就行了 走到一条小河边 黑娃蹲下来拖鞋 听到后边有脚步声 回头一看 两个黑影朝他跑过来 边跑边喊着 路向等等有话说 黑娃拎着鞋等着 星光下 黑娃变出来 来人是郭举人两个亲门侄 跑得气喘吁吁 一前一后把黑娃夹在中间 一个说 你怎么松松范范就走啊 掌柜的让我走的 叫你走是走远点 甭臭了一个村子 黑娃什么意都不在想 只觉得走投无路了 一个骂道 一个驴日下的六处 另一个骂 紧呵啊 把你狗味的皮拨下来 甭骨 骂着就拉开了架势 黑娃被打了一拳 背后又挨了一脚 他忍着躲着 终于瞅中了机会 照着一个脸上面门 砸了一拳 哎 手感告诉他 他击中对方的鼻子了 那个人 劣劣切切退了几步 被河滩上的石头绊倒 他一仰腿 踢到另一个人裤裆 那个人哎呦一声 蹲在沙滩上 在他们重新扑上来之前 黑娃转身扑到水里 一窜就顺着水啊 飘走了 黑娃爬上岸的时候 便不清到了什么地方 肚子饿得咕咕叫 熏着甜瓜的气味 摸到了沙滩上的一个瓜园里 摸了几个半生不熟的甜瓜 又顺着河岸上的小路往前走 他嚼着有一股草汁味的 尚未熟透的甜瓜 皮儿嚷儿子儿 全都咽了下去 郭举人暗地里派两个侄儿来 拾到他 掐死勒死 或者用石头砸死 扔到水里 就消除一切痕迹了 黑娃现在 再也不觉得对不住郭举人了 这两个蠢笨的家伙的行动 反倒是黑娃解除了复旧 只是心里较苦啊 鹅儿姐 不知道要受啥罪来 她漫无目的地朝西走去 天明了仍然不停步 走得愈远 肯定于安全 午饭时分 姑母已经走出百余里了 黑娃就在一个不大的村子里停下来 打听谁家需要雇长工 短工也可以 有好心人告诉他呀 前面有一个叫皇家围墙的村子 有一个叫黄老五的财东 刚刚辞退了一个长工 正需要雇人 不过呢 那主啊 有点色皮 年长的人罢了 年轻人怕受不下 黑娃已经是机不择时 慌不择路 只要他是个人 我就能受得下 在皇家围墙 黄老五家干了半个月的活 黑娃就看出了 黄老五色皮 果然是名不虚传 黄老五 天不明 就呼喊他下地 三福天竟然不些赏 而且理由充足 难得这么硬的日头 除下草 一个也活不了 得抓住这好日头 晒草 如果不是大雨 交的人睁不开眼 这黄老五仍有说词呢 真好啊 下种种萌丝雨 才凉快了 干活才不热了 黑娃不在乎 再说黄老五本人 也不些啥 也不必雨 陪着他一样干 黄老五吃饭 也是一天三顿陪着他吃 除了赏午饭 一顿西汤面 全部都是杂粮 包谷黑豆 倒数豌豆 变换着蒸馍 包谷倒也罢了 黑豆面 无论蒸的是馍馍 或是落下锅盔 都改不了 猫屎一样的黑的颜色 也去不掉那股苦椒味 豌豆面磨磨 茶口硬 咬一丁点啊 就嚼得满口沙丝似的硬粒 吃下去之后啊 就生屁 黑娃和黄老五 上帝去的路上 屁声此起彼伏 黄老五自己也笑了 黑娃啊 你闻闻这屁不臭 这豌豆生下的屁啊 不臭 麦子面生的屁 臭得恶心人 黑娃不久也就明白了 黄老五其实 也是个粗笨的庄稼汉 凭着勤苦节俭 一亩半亩 购置土地 成了个小财东 根本无法和郭举人相比 但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 不是干活 劳累 吃食的粗劣 而是一种 无法忍受的 甜碗的习惯 在黄家吃头一顿饭的时候啊 黑娃就看见了 黄老五甜碗的动作 一阵恶心 差点把吃的都吐出来 以后再吃饭呢 他就加快速度 赶在黄老五吃壁舔碗之前 放下筷子摸嘴就溜掉 以免听见他长舌头 舔出巴杂巴杂的声响 这天午饭之后 黄老五用筷子指点的凳子说 陆湘啊 你坐下 甭急忙走 我有话说 黑娃重新坐下了黄老五说 把碗给舔了 黑娃 黑娃瞅着自己刚刚吃完了 伞子面的大碗 残留的稀稀拉拉的黄色的包裹伞子 几只苍蝇在碗里嗡嗡着 说 我不会舔 我自小也没舔过碗 黄老五说 自小没舔 现在学着舔也不迟 一粒一粥 当似来之不易 你不舔 我教你舔 说罢就扬起碗做示范 伸出那长长又肥的舌头 沿着碗的内盐 啪唧一溜舔过去 那碗就像在抹布 抹过了一样的干净 一下接一下的舔过去 双手转动着大粗瓷碗 发出一连串 狗舔时时候的 啪唧啪唧的响声 舔了碗边 又仰起头 舔碗底 黄老五把舔得干净的碗 晾给他看 你看这多好 一点不遭及粮食 黑娃说 我在俺屋也没舔过碗 俺家比你家穷 也没人舔碗啊 黄老五说 所以啊 你才出门给人家扛活 要是从你爷手里就舔碗呢 到你家手里刚好三倍人 家列按六口人来说 百十年的碗底 洗掉多少粮食啊 要是把洗掉的粮食积攒下来 你娃娃呀 就不出门熬活了 反倒是要雇佣人给你熬活了 黑娃的胃肠 已经随着黄老五的舌头 伸进去 缩进来 搅动起来 一阵的恶心 话也说不出来 黄老五说 陆湘啊 你这娃娃 事事都好 那干活颇事 又不谈闲吃事 只有这个不会舔碗 这是一个毛病 你知不知道 顿顿饭壁 你先走了 我都替你拔碗舔了 你要是从今以后学着舔碗呢 我就雇你干个三年五年 工钱还可以往上舔 黑娃说 这哪怕不要工钱 我都不舔碗 说吧 转身就走了 走到过道 转过身 黄老五抱着他的碗舔得正欢呢 黑娃看见别人舔自己的碗 更加难以容忍 哇 一口吐了 随后啊 黑娃就养成了一个毛病 一见到黄老五的嘴唇 他就想呕吐 整得他干脆 拿上两个磨磨 躲到牛圈里单独吃去了 他终于忍受不住 咬咬牙放弃了一个月的工钱 吃罢早饭 借着单独上地儿的功夫 逃走了 黑娃强烈地思念着小女人 一个月来 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她沿着一条道 扯开步子再往东走 当夜静更深时分 黑娃已经站在了那棵熟悉的春树底下 她爬上了树翻过墙 刚进院子摸到西厢房门口 竹帘子卷在门楣的上方 门上吊着一只黄铜大锁 黑娃不敢就停 沿着原路又出了院子 转身来到隔壁的马号 黑娃翻上围墙 看见长弓头李相和王相 睡在马号院子里 她跳下去 摇醒了李相 吓得李相嘴里呜呜哇哇 雨不成声 黑娃悄声地问 李大叔 小女人呢 李相说 回娘家去了 黑娃再一问 知不知道 又没啥时候回来 李相已经完全清醒 恢复了活泼的天性 你龟孙子把人家日了 郭举人早把她修了 还回来个求 黑娃急问 好书里 这小女人家 在啥村子呀 李相说 咋的 你还撵到人家娘家门上去日啊 黑娃求告说 好书里 啥时候啊 你还进说笑 快给我说一声吧 往北走 三十里 有个什么田家十字 黑娃作了个一 亲密地摸了一把 还在睡梦中的王相 就拉开了门栓 出了马耗子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 黑娃愁愁在田家十字的村巷里 打听谁家雇人熬活 有人就跟她说了 田秀才近日病倒 正需要雇人管理棉田 黑娃找到了田秀才家门口 正遇着了秀才娘子 婶啊 听说咱家想雇个人 娘子看了她一眼说 嗯 你等一会儿 我去问问掌柜的 娘子出来的时候就有了主意 说了公价 就引了黑娃到屋里吃饭 端碗出来的果然就是那个 令她牵肠挂肚的小女人 她的鹅儿姐 她端着木盘走出厨房 看见她的一瞬间脸色骤变 几乎失手丢了木盘 黑娃瞅了一眼就偏低了头 装作陌生人 顺势在院子里的小木凳子上坐下来 她瘦了 瘦得叫人心疼 黑娃照例住进牛圈 田秀才家呀 原来有一个打长年的长工 那姓孙 人很实诚厚实 黑娃很快就和孙相混熟了 他告诉黑娃 这田秀才是个书呆子 村里的人叫他啃书虫 考中秀才以后 举人是屡考不中 一直考到清家不再考了 才没奈何不考了 田秀才仍然早送武席 念书写字 只有在农活紧密的季节呢 才搭把手 作物装着 木下正是棉花生长 顶废手的时候 田秀才却病倒在炕上 干不了活 也啃不动书了 孙相巧声的说道 这秀才家的女子啊 干个长工丝通 给人家修了 秀才是个读书人 要脸顾面子呀 一下就气得病倒在炕上了 黑娃装出惊讶 哦 孙相说 这田秀才脱亲告友 要尽快把这个丢脸丧灯的女子打发出门 就像啊 用这个敲铲铲铲铲 在庭院里的一抛狗屎一样的急切啊 可是像这样的人家 谁也不要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呢 穷家小户的 怕浇灌下的女子难以试弄 人家宁可定取一门名正言顺的寡妇 也不要这么一个不守贞洁的财东女子 黑娃听爸说 孙叔 你去给田掌柜说 这女人 我要了 孙相大惊道 我 跟你年纪轻轻的小伙娃 要这好女人做啥呀 黑娃撒谎说 我爸穷得很 给我定不起媳妇啊 孙相凛然的说道 拉光深汗 也不要这好二茶子女人哪 哪怕半寡妇 实在不行 哪怕城里逛窑子 也不能收这好烂货呀 黑娃说 我思量过 我家离这儿啊 百把二百里 这女人名声再不好 也吹不到暗村里 只要日后 我把她看眼点就行了 孙相看黑娃执意要娶 话也不无道理 就答应了 行 我去给田掌柜说句 不费啥事 我估摸田秀才一听啊 准成 肯定连聘礼 全都不要你的 田秀才的态度 正如长公孙相所料 当即拍板定夺 并气啊 当下就减去了大半 田秀才随即召见黑娃 不仅不要彩礼 反倒贴 给他两落子银元 让他回家买点地 治点房 好好过日月 只是有一条戒律 再不许女儿上门 待日后啊 确实生儿育女 过好了日子 到那时候再说 黑娃全部答应了 第二天 积提时分 黑娃引着俄二姐 离开了田家十字 出村不远 两个人就抱在一起 痛哭起来 校文和校武 一个人背着一捆铺盖卷 回到了白鹿村 因为学生严重流失 纷纷投入城里 新兴的学校去念书 朱先生创立的白鹿书院 正式宣告关闭 资水县 也筹建起第一所 新式学校 初级师范学校 朱先生勉强受聘 出任教务长 看着两个接受过 良好教育的儿子归来 白家轩好生喜欢 有这样两个 槐树苗儿一样 壮健的人 顶门立护 白家几倍受尽了 单传凄苦的祖先 可以告慰于酒泉之下了 当晚 白家轩手持蜡烛 把两个儿子 领到了门楼下 丙烛照亮了 捐刻在门楼上的 四个大字 耕读传家 又引着他们 回到了庭院 再次重温 刻在两根明柱上的对联 耕之传家酒 经书记事长 白家轩问儿子 记下了 两个儿子一起回答 记下了 白家轩又问 明白不明白呀 两个儿子答 明白 白家轩坐在厅房的桌子旁说 明白了就好 明日早起啊 把旧医生换上 跟着你三白到地里头 误装进去 两个孩子都顺从的答应了 白家轩告诫说道 从今日起 再不要说人家到哪儿念书 干什么事的活了 各家有各家的活法 咱家有咱家的活法 咱只管按照咱的活法 做咱该做的事 不要看 也不要说 这个家怎么样 那个家咋个样的话 知道了 白家轩随后进山去了一趟 和岳父商谈了让二儿子孝武 来共同经营中药材收购铺的事 白家的后人已经成人 由岳父代管的局面 应该尽快结束 孝武随后受命就进山去了 大儿子孝文留在家中 白家轩经过长期观察 和无数次的比对认定 由孝文将来统领家事 和继任组长是合法且合适的 两个孩子都是神态端庄 对一切人都彬彬有礼 不够言笑 绝无放荡不羁的举止言行 明显的有别于一般乡村青年 自由随便的样子 但是孝文比孝武更加机敏 外表上更加持重 处事更显恋大 白家轩把二儿子孝武打发进山之后 就带着礼物走进了梅人的院子 他郑重提出 过年的时候给孝文完婚的意图 让梅人去和女方的父母交涉 女方比孝文大三岁 已经交上十九 父母早已着急了 只是羞于面子 不便催白家快娶 因为是头一桩婚事 白家轩呢 办得也很认真 也很体面 特意杀了一头猪做喜面 婚后半个多月 饱长口福的乡党 还在回味无穷的谈论 宴席上的丰盛 白家轩以族长的名义 主持了儿子和儿媳妇 进祠堂叩拜祖宗的仪式 这种仪式要求白鹿两姓 凡是已婚男女都来参加 新婚夫妇 一方面叩拜已逝的列位先辈 另一方面呢 还要叩拜活着的 书拜爷兄和婆神嫂子们 并请他们接纳新的家庭成员 陆三参加过无数次 这种庄重隆重的仪式 万万料想不到 他的黑娃 隐晦了一个小婊子 入不得祠堂 拜不得祖宗 也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 他曾讥笑陆子林 陆子林给大儿子赵鹏 也是过年时完的婚 早心三眉六正定下的冷先生大女儿 赵鹏突然就不愿意了 赖在城里不回家 陆子林赶到城里 一记耳光抽得陆赵鹏 鼻口流血 哭丧着脸算是屈从了 新婚头一夜 赵鹏拒使和欢混沌 更不进心房睡觉 陆子林又一记耳光 沾了一手血 把赵鹏打到新房里去了 第三天 进祠堂拜祖宗 这赵鹏又不愿意去 还是陆子林的耳光 把他扇到祠堂里去的 完成了婚娶的一系列仪式之后 陆子林说 你现在啊 愿意滚到哪就滚到哪去 你想死到哪就死到哪去 你娃子记住了 你屋里头有个媳妇 陆赵鹏一句话没说 就进城去了 陆三对照了白鹏两家 给儿子办婚事的过场 深深感叹 白家宣 教于至家 不愧为楷模 而陆子林的后人 成了什么世子呢 归根到底一句话 勺勺客 毕竟祖德太浅太薄嘛 现在呢 黑娃根本没有资格 引着媳妇进入祠堂 陆三也再也不好意思 讥笑人家陆子林了 这件事仿佛一块 无法化事的基石堆积在他的心口上 白家宣 对陆三的心病 表示了最真诚的关切 他走进马号 对陆三说 三哥 你一天到晚 光哀叹不行啊 得想法解决啊 陆三气馁的说 我说他不听 我一个绝头 把那个货砸死 我还得偿命 白家宣信心十足 你去把他叫来 我跟他说 我就不信啊 他辩不清犯香辟臭 陆三对白家宣亲自出面的举动很感动 立即跑到村子东头 那孔破窑洞前的平场上 大声吼着黑娃 黑娃跟着父亲来到白家宣家的马号里 白家宣开门见山的问 黑娃 没让你跟那个女人进祠堂败祖 你恨我不恨 黑娃诚实地回答 我知道族规 这不怪你 白家宣朗然说 好 黑娃不糊涂 书再问你一句 你丢开丢不开那个女人 黑娃没料到白家宣会把话说得这样不留空隙 盯一眼就低了头 白家宣不急于要他回答 继续冷静地说 这个女人你不能要 这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 你拾得下这号女人 你要招货 我看了一眼就看出 她不是你黑娃能养得住的人 趁早丢开 免得后悔 人说前悔容易 后悔难 陆三已经按捺不住了 你家宣叔说的全是实话好话呀 大眼一瞅那货就不是家屋里能养的东西 黑娃为难地说 可 可我一丢给她 她肯定没活路了 陆三大声顺着嘴 这号烂货女人死了到干净 不看你死命催在靠子上 还管那个货 白家宣依然不急不躁 保持着长者的威仪 你不要操心丢开她寻不下媳妇 你只管丢开她 你的媳妇我包了 连订带娶 全有书给你包了 黑娃吃惊地盯着白家宣 已经没有不丢开她的任何托词和借口了 她突然蹲下去 一蹴在马浩的脚地上 二十年前 白家宣的父亲白炳德出面掏钱 为陆三连定带娶 一手承办了婚事 这件一举善行 至今被人们传送着 黑娃的母亲也不隐晦这件事 自打黑娃能听懂就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黑娃呀 你可得记住 白家是善心人 想起了这些 陆三就扫红了脸 家萱 你甭给她说那么多好话 哪怕拉光身汉 也不能要那货 立马把那货撵出门 下边的事 下来再说 白家宣 动情着说 看在咱们两三辈人交好的情意上 舒适 不忍眼睁睁看着你把一个灾星招进门呢 我不逼你 你再想想 黑娃 站起来点点头 表示 她要认真地想了 赶紧把腿走出了马号 黑娃离去后 白家萱以折人的口气说道 毕了毕了 我断定黑娃丢不开那个女人 要是能丢开 她当下就说丢开 没有法子啊 圣人能看一丈远的事实 咱们凡人只能看一步远 看一步走一步吧 像黑娃这好混沌子弟啊 一步远也看不透 眼皮底下的勾看也看不见 你急也不顶用 让她呀 瞎碰瞎撞一会儿 也许 能破壮的灵醒过来 急是没用的 三哥 白家萱还真是不幸严重 陆三还侥幸着黑娃 想想之后能丢开那货里 第二天 晌午回家去 让女人再劝劝黑娃 不料从女人口里得知啊 黑娃扛着青石夯挂着木膜 天不明就起身到外村 给人打土胚去了 哎 鉴于黑娃的严峻教训 白家萱 愈加严厉地注视 儿子孝文的行为规范 孝文是好样的 穿着旧衣服 每天三赏跟着陆三 到地理学物庄稼 一身土 一脸汗 从不见 叫苦叫累 只是这孩子 脸色有点憔悴 断定不是浓活太重的原因 白家萱 晚上郑重地对仙草说 看来啊 这仔娃子贪色 你得给那媳妇 亮亮耳了 仙草撇撇嘴角 邪丑丈夫一眼 娶了儿媳 仙草初想做阿婆的人生滋味 在家庭里的地位 自然就发生了变化 可以稍微轻松地 与丈夫说话了 管人家小两口那些事做啥 年轻的时候都一样 你那会儿 还不急得跟猴子摘桃似的 白家萱 仍很当真地说 我那会儿多大呀 孝文这会儿才多大 刚骄十六 正掌身体来 甭贪色贪得嫩绝了 仙草笑着衣顺了 而且想得更加周密 这话呀 我也不好开口 我给咱妈说一下 让她呀 给她孙媳妇晾亮亮耳 话轻话重 都不要紧 白家萱 一下猜中了仙草的心思 你怕儿媳妇脑恨你 是不是 让咱妈去 说正好讨人闲 惹人脑的话 不过也没啥 会想事的人都知道 是为她好 孝文结婚之前呢 几乎没有接触过 妈妈和奶奶以外的任何女人 结婚之后 自然对女人一无所知 新婚之夜 依然保持着晚读的良好习惯 气云心静的端坐在书桌前看书 一对烫金的大红蜡烛 欢乐跳弹着火焰 新媳妇在炕上扑入暖背 她感到局促不适 新媳妇暖好了被褥 把一对绣着鸳鸯 荷花的陪价枕头 并排摆好 盘腿坐在炕上说 你歇一下吧 今日个劳了一天了 孝文说 你先睡 我看看书 新媳妇忙溜下炕 你喝茶不 我给你烧水 不喝不喝 你睡去吧 新媳妇悄然睡下了 孝文读书累了 也随之躺下了 她的光腿在被窝里 撞着了她的光腿 就往一边躲了躲 很快睡着了 连着两夜都是这样 第四天夜里 孝文夜半醒来尿尿 听到耳畔啜气声 她盲问她 你咋了 她背着身子 啜气得更紧了 这 你哪不滋润啊 有病了 她的啜气变成压抑着的乌液 孝文有点不耐烦了 哎呀 你这不吭声 你这 半夜三更哭啥来 丧么鬼气的 她转过身来 忍住了抽气 你是不是要休啊 孝文大为惊讶 你因啥说这种 没根没底的话呀 我刚刚娶你回来 才三四天 干嘛要休你 既然要休你 又何必娶你呢 她沉静一阵说 你娶我做啥呀 孝文说 这你都不懂 仿线织布 逢一做饭要瓦呀 你想叫我给你要瓦不 咋不想 咱妈都急着抱孙子了 她的疑虑完全散事 语句开始缠绵羞涩起来 你不给我娃娃 我拿啥给你 网出药啊 孝文愣愣地说 这这这娃娃 咋能是我给你的呢 我给你 还不是我自己要的 哼 她不吃一声笑了 你见过 哪个没男人的女人 吓娃了 孝文哑了 她羞怯地 对她说道 女人要下的娃 都是男人给的 孝文有所醒悟 随口轻松地说 嗨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哎 你快说我怎么给你 你说了我 我立马就给你 她咯咯咯地笑着 搂住了她的脖子 把肥实的奶子 紧紧贴住她的身 她抓住她的一只手 倒向她的胸脯 随之示意她抚摸起来 孝文不由地 挨压一声地 身怀 自觉血涌到脸上 烧造起来 浑身迅速地鼓胀起来 巨大的羞耻感 和洪水般涌起的骚动 在胸腔里猛烈地冲撞 对骚动的渴望 和对羞耻的恐惧 使她颤抖不止 她喘着气说 甭这样 这不好 她微微喘息着说 就这样 就这样好着嘞 她慌乱地挺着 被她按到 她奶子上的手 僵硬地停在那 不忍心抽回 也鼓不起勇气去 搓摸 她的那只手 从她的胸脯 轻轻滑向她的腹部 手心似乎更加温热 更加细柔 那只手 在肚脐上稍作逗留 然后就继续往下滑 直到把她那个永远羞于贱人的东西钻到掌心 孝文觉得支撑躯体的灵魂的大柱轰然倒塌 强摧瓦倾 天旋地转 她一陷入灭顶之灾 就死死抱住那个救命的躯体 她已经不满足于 她的搂抱 而相信自己的双臂更加有力 她把那个温热的肉体 拥入自己上部宽厚的胸脯 扭动的身子 用薄薄的胸肌 蹭摸对方温柔而富弹性的奶子 她的双手静拦着 抚摸着她的胳膊 她的脊背 她的肩头 她的大腿 她的脖子 她的肥实风鱼的尻弹 食指和掌心所到之处 皆是不尽的欢乐 她的手最后伸向她的腹下 就筑留在那儿 不由地惊叹起来 妈呀 你的这儿是这个样子的呀 她感到她在她的抚摸下 不安地扭动着 一阵紧过一阵地喘着气 当她的手伸到 那个地方的一瞬间 她猛诈颤抖了一下 就把她孤住了 把她的嘴贴到她的嘴上 她的舌头递进她的嘴唇 她一经察觉到的美好 就变成极度的贪婪 萧文觉得又探入了一个更加美妙的境地 而几乎迷醉 她的双手有力拖拽着她的腰 她立即一领神会她的意图 忙翻身又躺下去 她急切地要寻找什么 却找不到朦胧而又明晰的归宿 她的美妙无比的手指如期如愿 毅然把她的导向 她迫不及待要进入的理想的地狱 萧文的腹下突然炫起一股风暴 席卷了四肢 席卷了胸脯 席卷了天灵盖 发出一阵的伤的强光 几乎焚毁了 萧文在盲目的慌乱和撕扯不完的羞怯中 出场了那种神奇的滋味大为震惊 男人和女人之间原来是这么一回子事啊 这种秘密已经戳破 萧文觉得正是在焚毁那一刻长成大人了 她静静地躺着 没有多大功夫 那种出场的诱惑又骚动起来 她再也不需要她的导引暗示 而自行出击了 她不一而足 反复享受 一次比一次更从容 一次比一次的结果更美好 她终于安静下来对她说道 这么好的事 怎么你前三天不咋早说的 她已经缠绵地难以开口 只是拟补着紧贴着她的身子 第二天晚上吃罢夜饭 孝文向阿婆问了安 就回到自己的厢房 拖鞋上抗 新媳妇说 哎 你今儿不念书了 她听出她爷余的话位 也不管了 抱住她的脖子 贴着她的耳朵说 我想日你 快 白照是接受了儿媳妇 仙草传达的儿子嘉轩 要指教孙子媳妇的话 竟然有点按捺不住 三个孙子 一个孙女 都从她的牵引下挣脱了手 从她的火炕上 像出窝的鸟儿一样飞走了 只有三娃子牛犊 还在靠墙的背筒子里睡觉 家里的事情呢 由家轩撑耻着 她很放心 因为耳朵半笼 听不清晰 因此呢 就不去过问 每天晚上 家轩仍然坚持 睡前陪她坐一阵 近期孝道 她从早到晚 坐在访车前 访棉花 再把那一个个线碎 拐到公司型的线拐上去 交给仙草去江线织布 她很明白的限制自己不再过问家事 只是单纯的摇车仿线 她自己不察觉 而仙草 却早已感觉出来了 她不说话是不说话 一说话 就又直又硬 完全不像过去那么 瓷河 婉约了 她听了仙草的话 就觉得接到了最重要的使命 当下啊 从访车站起来 走到孙子媳妇的窗外 马居家的 到后头来 婆跟你说话 孝文媳妇也在摇访车 随之就跟着婆的脚后跟 走进上访礼物 婆坐在太师椅上 孝文媳妇怯怯的站在当面 白照是说 你啊 比马居大 你十九 他才十六 你身子披挂熊士 马居还是个竖泱泱 你要处处抬斜他 你听下来没啊 孝文媳妇满口答 婆 我知道 我过门前 阿妈也教导我 说要抬斜他 他比我小我知道 白照是说 那你给婆说 嗯 你到屋几个月了 你咋样抬斜他来了 孝文媳妇说 我天天早上叮嘱他 做活 要可自家的力气 做不动的活 甭硬做 小心伤了筋骨 白照是问 你还咋抬断斜他了 孝文媳妇说 我天天黑剑 劝他少念点书 少熬点眼 白天上帝 黑剑熬夜 身子就亏下来 白照是 仍不动声色地问 还有啥呢 孝文媳妇说 我常问他 想吃啥饭 再给婆说了 就做他可口的饭 白照是再问 还怎么抬斜他呀 孝文媳妇再说不出来 也想不到更多的 抬斜的势力 一低头又有了心计 婆呀 那你说该咋样 抬斜你的孙子呢 小辈儿人不懂啥 你老多指教才好嘞 白照是反问 我说了 你能做到啊 孝文媳妇笑脸相迎 婆说的话 我不敢不做 我说了 你不恼 我咋敢老婆说的话呢 我再不懂规矩 也不敢不听婆的语啊 嗯 那我就说 孝文媳妇诚恳地说 婆 你有啥尽管说 白照是压低声 一字一板地说 你黑件啊 甭跟马俊系得那么欢 孝文媳妇听到时 猛炸愣了一下 随之就解开了 被婆强调的众音息 是被婆拖闹的牙齿 漏风泄气的嘴 把那个最不堪入耳的字音 说转音的 她惊恶地瞪大了眼睛 扑执一下 就红尺了脸 羞得抬不起头了 话愁里端 白照是不急不躁地说 这马俊 十六 还嫩着嘞 你要是夜夜没变没数的 引逗得跟你息 把他身子亏空了 嫩绝了 你啊 就得守一辈子活寡 孝文媳妇 头低垂得更吓了 婆 没有的事 看看马军的脸色成啥样子了 还说没有 白照是紧逼不放 婆跟你实话直说 那个事啊 跟吃饭喝汤一样 吃饱了喝够了 不想吃也不想喝了 过不了一闪开 又饿了 也渴了 又急着吃急着喝 总也没个完 孝文媳妇 咬着嘴唇 硬着头皮 站着宫听 白照是说 我跟你说啊 十天息一回 记下记不下 孝文媳妇 咯咯的娜娜说道 记下了 当天夜里睡下 她一次又一次 推开孝文的手 孝文先是不悦意 接着就恼了 问她咋回事 她就学了 白照是白天的训斥 孝文说 婆怎么连这个事也要管 她说 她是婆嘛 接着又给孝文劝说道 婆的话说的粗鲁 可是心好着嘞 怕伤你的身子骨 你小 孝文气躁躁的说 既然我小 忙着给我娶你做啥来 给我娶媳妇 就是让我日嘛 不叫日 就不要娶 我想怎么日就怎么日 想啥时候日 就啥时候日 哼 孝文一边气呼呼的说着 一边就坐了起来 像是和婆赌气似的 第二天 婆又把她换进上房礼物 她这回有了充分的准备 婆一见她呀 就说她骗了自己了 她就向婆 艰难的述说 孝文不听劝阻 自己也没办法 婆呀 那被窝里头 又不能打墙啊 白照是 作作脱光了的牙齿的嘴 我来试着打这堵墙 看看打成打不成 她不知婆将怎样给她的被窝里头 筑起一道阁墙 当晚 孝文和她又进入那种欢愉销魂的时刻 窗外响起婆僵硬的声音 嗯 嗯 孝文 甭忘了你是个念书人 哎 随之就听到 婆的小脚 登登登 想到上房礼物去了 孝文突然从她身子上滚下来了 浑身憋出黏乎乎的汗液 背过身 睡去了 她心里很难受 对婆憎恨在心里了 白照是仍然不放心 连续十天里 改变了天黑睡觉的习惯 吹了灯 坐在被桶里打盹 一当发觉孙子孝文窗户纸上的灯光熄灭以后 她就溜下炕来 走到庭院里去 坐在孝文窗外的木马架上说 马军暗娃好好睡 婆给你挡郎 这是孝文小时候跟婆睡觉时候的催眠曲 直到窗里传出孝文匀称的酣声 白照时才回到自己的火炕上 拖衣睡下 有一天早饭时 白照时接过孙媳妇侍候来的饭菜 把刚转身准备出门的孙媳妇叫住 得意的问 你说 婆给你这被窝里把墙打成了没 孙媳妇满脸半红 低下头求饶似的说道 阿婆啊 早就不咧 尽管如此 孝文的脸色仍然发暗发灰 眼睛周围啊 有一个晕圈 明显不过的呈现出纵欲过度的样子 白照时终于明白 给被窝里打墙的做法完全失败 就变得恼羞成怒了 他再次把孙子媳妇传到上房礼物 小冤家 你把婆给哄了 孙子媳妇忙说 没有没有 马军脸色在那明摆着嘞 孙媳妇低下头 无言以对 实际上 孝文并没有因为婆的干涉 有半点收敛 几乎一夜都没空过 更谈不上 遵守婆规定的 十天吸一回的法令了 他本人也很吃惊 新婚三天 连碰都不碰他的书呆子 一旦尝到了男女交够的滋味 就一下子上瘾了似的 永无满足了 他现在也为孝文的身体担忧 要真要这样下去啊 孝文嫩绝了 他就要受活寡了 他在被窝里规劝孝文 细水长流好 你金盒忍一忍 等你长大了 要怎样就怎样 孝文却当做耳边风 又做起了自己想做的事 他对婆诚恳的说 婆呀 打死我也不敢哄你呀 我劝不下你孙子 白照师说 你跟他不要睡一头 两头睡下 孙子媳妇说 试过了 不行 他在那头 还能 白照师说 你该给他 另暖一条被桶 分开睡 那办法 我也是了 他把被子扔到脚底下 又钻进我这被桶里 白照师 瞪了一眼 喝吃豆 喝 啊 说一千到一万 全成了我孙子的不是了 嘿 你个逼就没有一点错了 你看你那俩奶 胀得像个猪尿泡 你才看你那尻蛋子 肥得像叫面发狗 像你这样子 就知道是哀求的身披子 孙子媳妇 连羞辱带委屈低头哭了 白照师冷着脸狠声的说道 马军的事我回头说 你先把你管住 你要是再管不住啊 我就拿针 把你碎逼给你缝了 白照师 训斥孝文媳妇的时间 选择在后上 屋里的男人都下地去了 只有仙草抱着蒲兰 在院子里头做针线活 不用回避 仙草看见儿媳妇低着头 从他面前贼溜似的 走回了厢房 倒可怜起儿媳妇来了 阿婆白照师 明显袒护孝文 而一味怪罪儿媳妇 不说不公平吧 那总是解决不了正解呀 他把听到的阿婆的话 全都说给家萱 家萱听着那些不堪人耳的粗碎的话 脸红了又白了 说 马越老说话越不会拐弯的 白家萱当晚把孝文换进自己的住屋 当着仙草的面 迅使儿子 萱兰啊 你说我花那么多钱供你去念书 图啥 萱兰说 叫我明白事理 懂得规矩 学为好人 你倒是记着 做到做不到 孝文坦诚的说 孝文坦诚的说 我哪举止失措 礼仪不归 把你随时指教 还用我指教啊 你颇苦心巴力的 是为你的身体着想 你听下听不下 孝文脸突然红了 低下头 白家萱干脆的说 你要是连炕上那一点好狠 都使不出来 我敢断定 你一辈子呀 成不了一件大事 你得明白 你在这院子里是长子 孝文回到了厢房 自甘就范 钻进媳妇 为她设置的那条背筒 悄然睡下了 一个月后 孝文脸上的气色 果然好了 脸颊红润 天庭洁亮了 灰暗的气色 完全退进 白赵氏 不知道儿子 训孙子的事 还以为是自己的 威胁孙子媳妇的结果 借着孙子媳妇 送饭的时候 口气宽松的说 俺娃你放心 婆不用针锋了 当白家轩 闻之 陆子林家 有一本 更难念的经的时光 孝文贪色的事啊 就算不上 一档子事了 陆子林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都打不及精神 儿子赵鹏婚后 勉强在家 住了三四天 就进城去了 整整一年 都没有回白鹿园上来 暑假和寒假 严重的影响到他 保障所里办公的事物 除非一些非亲自 经手亲自出面 交办的不可的事 其余一切大小事物 都一概推给 丧书手去办了 这桩家庭隐患 被全家成员 自觉地包裹着 不向外人泄露 唯恐 冷先生知道了真情 陆子林曾不止一回 退一步想 如果赵鹏娶的 不是冷先生的 投生女儿 而是另什么人的 任何女子 赵鹏实在不愿意 那休了就算了 但是对冷先生的女儿 无论如何 也不能这么做 冷先生是穷人 和富人共同的救星 高尚的医德 赢得了极高的威望 结亲为好 反成仇 其结果遭受众人 耻笑唾骂的 必定是陆子林自己 一年来 陆子林害着沉重的心病 外表上却显得 愈加和气 愈加宽容 显得十分谦和 十分客气的样子 与人说话 有时候还自如轻松地 和同辈人打魂调笑 却把心理 隐符者的危机 掩饰了起来 他隔三错五的 就到冷先生的中医堂去 说一些 他在各个村子里 执行公务时 听到的传闻或笑话 兜得亲家那张冷峻的脸 绷不住就畅笑了起来 他说给冷先生 神河村一个脏婆娘的 真实的故事 狗娃娃娃娃下 找不着尿布拿勺瓜 瓜不净 手巾擦 尿布料哪的呢 咋也寻不见了 揭开锅盖 咬饭时 一咬就捞起一串子 烂尿布 你说脏不脏 脏 可那一家 全部长得 黑瓷疙瘩样 人说不干不净 吃了没病 冷先生先是听着笑 接着发吵呕吐 吐了又忍不住笑 陆子林呢 也就陪着笑 笑臂就欣喜的说 靖家兄啊 你猜你的宝贝女婿 现在弄啥嘞 嘿嘿 一边上学 一边给一家报馆干事 人家挣的钱 还用不完 我前日啊 为锁里的事 进城顺便去看了一下 给人家钱 人家还不要 还给我盘缠嘞 就是忙的呀 受不了 这样 关于赵鹏不回乡的 种种可能的猜测 全部合理的掩饰起来了 女儿偶尔来到中医堂 冷先生就冷着脸训诫道 男儿志在四方 你在屋好好侍奉公婆 早起早眠 女儿一脸的忧郁 却什么也不说 问候了父亲 又接受了父亲的训事 就回到陆家院子 赵鹏媳妇 对赵鹏以及公婆的隐痛 毫无察觉 她被严严实实地包裹着 她不知道陆赵鹏和她完婚 是阿公三戒耳光抽山的结果 头一戒耳光啊 在城里抽的 她那个时候还没过门 自然不知道 第二个耳光啊 是阿公在刘某儿的牛圈里头抽的 赵鹏新婚之夜 躲到那里 要和长公刘某儿 火一条被子睡觉 陆子林一声不吭 就给了她一巴掌 那个时候 她正处于新婚之夜的羞怯和慌乱中 对后来走进洞房的赵鹏的脸色 无所猜疑 只有第三个巴掌啊 她也看见了 阿公在祖宗牌位前抽的 赵鹏再败了自家祖宗 拒绝到祠堂里 去接受祖长白家轩主持的庄严仪式 阿公毫不客气地抡开了胳膊 那是出为赵鹏说拜祠堂的仪式纯属封建礼 没有丝毫迹象显示出 他与他有什么不和 婚后一年 他也再没有见过他的面 他起初不觉得有什么 可现在却十分渴望他回到厢房里来 他和他新婚之夜 仅有的一回那种事 并没有留下欢乐 也没有留下痛苦 他刚进入他的身体 就发疟疾似的颤抖起来 吓了他一跳 以为他有扬巅峰的 甚至觉得很好笑 现在 他已从无知到有知 从朦胧到明晰地思想着他的颤抖 渴望自己也一起和他颤抖 那是一个梦 梦里他和他一起撕搂着阳颠风式的颤抖 奇妙的颤抖的滋味从梦中消失以后 就再难以入眠 直到天不亮就起来 先给爷爷 后给阿公阿婆去倒尿盆 他平时走进里屋 看见阿公阿婆火一条被子 打一对睡在两头无所反应 端了他们夜里排泄的黄辣辣的一盆尿 就转身走了 这天 早晨当他照例去倒尿盆时 看着闭着眼的阿公和阿婆 突然想到了那种颤抖 阿公和阿婆昨夜大概刚刚颤抖过了 他开始失眠 整夜睡不着 对于那种颤抖再不觉得好笑 而变成一种胶着的渴望 他到厂院的麦舵去扯柴火 看着黑娃的野女人小鹅 提着竹条笼上几口来 竹条笼里装着一捆葱和一捆韭菜 小鹅一双秀溜的小脚轻快地点的地 细腰扭着手臂 甩着圆嘟嘟的靠担子摆着 他原先看着觉得恶心 现在竟然极度起了那个婊子来了 他大概和黑娃在那破窑洞里边 夜夜都在发羊颠风式的颤抖 当他跨着麦龙 回到自家清洁清爽的庭院 就为刚才的邪念懊悔不迭 自己是什么人的媳妇 而小鹅又是什么样的烂女人 怎能眼红他 他相信丈夫是干大事的人 更相信他是忙得抽不出时间回乡 将来衣锦还乡才更荣耀 可是过年 赵鹏未归 这引起了他的失望 也引起了疑心 再忙也不会连过年都不回家呀 他在极度的失望和令人恐惧的猜测中 度过新年佳节 强装孝颜接待亲戚 陆子林看出了儿媳 笑颜是装出来的 他走了一趟西安 回到屋里就向所有人自豪的宣布 哎呀 这赵鹏到上海去了 整个家庭里立即腾起欢乐的气氛 陆子林 故意大声地问回家里的二儿子赵海 哎 赵海啊 这上海的路怎么走啊 听说还要坐火车呢 赵海很详细地告诉父亲 先骑马出铜关 再坐船过黄河 在 他的失望和猜疑一扫而空 情绪顿然焕发起来 当晚又梦见和赵鹏 发扬颠风似的颤抖起来 颤抖过后 他惊奇地发现 那个从他身上扬起的脸不是赵鹏 而是赵海 第二天 看见赵海从他手里接过饭碗时候 就不由得脸红心跳 随后他又梦见和黑娃在一起颤抖 那是他清早庭院到门外脏土的时候 看见黑娃 于威名中扛着木膜和青石行走过村巷 更糟的是啊 昨天夜里头 竟然梦见和阿公陆子林在一起颤抖 阿空在他身上扬起脸的时候 一下子修了 仓皇跑了 种种的怪梦 整得他心虚气弱 不敢仰起脸 看任何成年男人的眼睛 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境啊 却是越来越频繁的出现 春天白鹿镇头一所新制的学校落成 由白鹿苍总相约田福贤出面主持筹建的 县府出资 田福贤在本仓所辖的几十个村庄摊派民工 节约了开支 把原计划只能修建十间校舍的钱充分利用 增加到十三间 要无偿派公用黄土打起高高的围墙 田福贤把建校中用款用工的大小账象 用黄纸公布于白鹿镇第一保障所门外的墙壁上 得到了地方乡绅和普通乡民的极大的信任 尊为重要善举 为了不受士生和附近村民的骚扰 校旨选择在了白鹿镇南边几个村子之间的空间地带 清科和大麦黄熟师姐全部校舍完全竣工 一个校长领着三四个先生迫不及待地住进潮湿的房子 开始着手招收学生和开学的准备工作 校长是陆子林的儿子陆赵鹏 一切有脸面的头面人物和普普通通的百姓 都向陆子林表示最虔诚的祝贺和恭维 哎呀这陆家出了一位校长啊 陆子林起初听到这个确凿的消息时 兴奋难易 痛痛快快的和亲家冷先生喝了一顿 除了可以预料的令人瞩目的新学校校长的巨大荣耀之外 他的心病也终于到了解除的时候了 赵鹏既然愿意回到白鹿园上当校长 那就再无任何的借口不回家了 那学校离家最远也不过三里路嘛 但是啊赵鹏刚一回来 就把父亲吵起的欣慰之情粉碎了 他是头天回来的 到家就向爷爷爸爸妈妈媳妇 以及长公刘某二请安问候 显得十分客气和亲热 他穿着一针新式的制服 头上留着新式的头发 眉高眼大 眼睛深邃 睫毛又黑又长 把陆家血统的特征发挥到尽好的极致 一家人都激动的失掉了控制 有点紧张的注视着赵鹏的举动 他像和家人一样彬彬有礼的 与媳妇打了招呼 进了厢房 媳妇完全手足无措地坐在炕边上 窃窃地瞅着做梦都在颤抖的丈夫 却说不出话 也拾不及头来 赵鹏坐了一会儿 就出去到马号里问候刘某二去了 在那几历待得很长 全家人都紧张地等待着天黑 日落时 赵鹏对爷爷对爸爸和妈妈 说着同一句话 我得回学校去 晚上开会 爷爷爸爸妈妈也都重复着同一句话 你开闭会回来啊 结果是没有回来 连续一个月 赵鹏都住在潮湿的房子里 一直没有回来住过一夜 这个家庭隐患再也包裹不住了 村里头也由悄悄传说 变成了公开的议论 陆子林觉得 没脸再从中医堂门口走过 他到学校上 找过儿子不下十回 强摁着想撕碎那张校长模样的怒火的劝导 劝导不下祈求 祈求不下就哭 反复着一句话 你 你哪怕做做样子 你也该回去住两天 演一演众人的口声啊 面对校长陆子林再也无能为力 不能再举起手 抽出第四个耳光了 这一天 中医堂的伙计 把绕道走的陆子林叫着 说 安伯叫你去一下 说有话说 陆子林顿时头皮就麻了 冷先生 依然是那副冷面孔 声音却很平实 开口 就不拐弯 兄弟啊 你甭费心了 你给赵鹏说一句 让他写一张修书 算了 那没啥 陆子林按耐不住 哥哥呀 你说哪的冷话呀 这事情到这一步 我也不瞒 不盖着 修书的事 你再不要说第二回 说一回就够兄弟受一辈子了 你放心 他赵鹏甭说是当校长 就是当了县长 当了省长 想修了屋里的人 连门都没有 要是我 今日说的话不顶事啊 我拿他的修书 当蒙连纸盖 冷先生却依然不动声色 兄弟啊 不必啊 旁人觉得被修了 就修得活不成人了 我觉得没啥 咱们过去咋样 往后还咋样 陆子林情绪已经无法控制 不说了 不说了 好冷大哥 您甭说了 我有办法 不是没办法 您先别着急 陆子林回家之后 走进父亲陆太桓的单独住屋 爸 现在这事啊 包不住了 也拖不下去了 我到学校啊 再寻一回赵棚 他再不给咱试脸呢 我就准备 我 他没有说出他准备干什么 陆太桓能猜出他准备怎么办 很可能是揣一把剃头刀 按到脖颈上威胁 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绝更厉害的办法了 陆太桓说 你准备这办法 搁到下一步再说 今天呢 我去叫一回 看看陆校长 商联不商联 陆子林再三劝说 咋也不能让老父亲出面啊 陆太桓说 说出面啊 就得出面 咱们祖阴出了校长了 陆太桓 主着一根拐杖 平时只有出远门的时候 才动这根 磨得紫黑光调的拐杖 老汉走进学校院子 大声的吆喝 陆校长 陆校长 赵鹏文生走到院子里来笑着说 爷爷 你胡乱叫喊啥呀 你怎么也叫校长啊 陆太桓故意放大音量 我呀 嘿嘿 我的天爷爷 你是校长吗 爷是平头百姓 庄家汉 士官都得尊嘛 陆赵鹏 窘红着脸 扶着爷爷 走进自己的房间 陆太桓继续说道 哎 你那衙门公馆 我这平头百姓 我这平头百姓赶尽吗 几个教师站在台阶上直笑 赵鹏轻红着脸 拽着爷爷走进了房子 爷呀 你有话就说呀 崩 崩 这 陆太桓说 能想到的话 你爸早就跟你说了 不顶放个屁嘛 即使不顶屁用 我就免了 不放屁了 啊 我说不下你 我就 求你 说着陆太桓 从植被椅上就溜下去 扑通一声就跪倒在砖地上了 陆赵鹏 大惊失色 赶忙拽起爷爷 爷 你快起来 爷 有话你尽管说 我不敢不听爷的话呀 我 陆太桓说 我呀 我求你跟我回去 栽梅二话 你 你坐起来慢慢说行吗 爷 陆太桓老汉跪着不动 你呀 愿意跟我回去 我就起来 你要不答应不吐盒的话 我呀 就跪在这院子中间去了 陆赵鹏悲哀的叹了口气 爷呀 你起来吧 我 我跟你回去 陆太桓拄着拐杖走出了学校 陆赵鹏跟着走 进入白鹿镇 陆太桓突然吆喝起来 行人回避 苏将 陆校长 陆大人 陆赵鹏 驾到 陆赵鹏不知所措 奔走上前两步 抓住爷爷的手杖 爷呀 你 你让我明日怎么见人呢 啊 怎么着 你当了官 爷爷给你名罗开道啊 陆校长过来了 陆校长过来了 陆赵鹏不知道怎么糊里糊涂的 就跟着爷爷走过了白鹿镇 又走进了白鹿村的村巷 走进了自家的门楼 陆太桓仍然大声的吆喝 咱们的校长回来了 子林啊 我把你当官的儿子 求拜回来了 欢迎啊 陆子林和女人走到院子里 新媳妇也从厢房走出来 赵鹏尴尬不堪的站在众人面前 陆太桓站在庭院中间 猛然转回身 抡起了拐杖 只一下就把陆赵鹏打得跌翻在地 哎呀你 半天爬不起来 陆太桓这才用他素有的冷峻口气说道 震哥还有了你了我 一队士兵开进了白鹿园 住进田福贤总相约的白鹿舱里 他们大约有三十多号人 一人背着一支黑不溜秋的长枪 黑鞋 黑裤 黑褐 黑制帽 小腿上打着白色的裹蝉布 显得精神抖擞 威武严肃 人们很快给他们取下一个形象的绰号 叫白腿乌鸦 这队士兵突然打开白鹿舱的大门 哗啦一声散开 把那一排房子都包围起来 一个人喊道 出来出来 统统举起手出来 屋里立刻传出桌椅板凳掀翻了的嘈杂声 夹杂着男人们惊慌失措的叫声 田福贤正在和他的属下搓着麻将 一下子都钻到床板底下 或是缩到墙角嘎啦里 不知所措 一阵枪声在房顶上掠过 一声满声满气的口音又喊道 再不出来就朝屋里开枪啦 田福贤从墙角站起来 硬冲好汉 抖了抖肩膀就拉开门走了出去 其他手下和那几个名团团丁呢 也跟着走出了屋子 他们都高举着双手 只有田福贤很不在乎的锤着一只手 另一只手插着腰 一个士兵喊道 把手举起来 田福贤不是绅士风度的回话 我是这儿的总相约 有话进屋说 举手弄啥嘞 一个戴着大眼帽子的军官走过来 手里握着一把短盒子枪 你是总相约啊 报上名字 田福贤说了自己的名字又问 老总是哪一部分的 镇松军 本人姓杨 杨排长 随之 那三十几个士兵啊 从房前屋后全都集中过来 把田福贤的团丁 枪都给绞了 杨排长说 本人 受刘军长命令 进驻白鹿舱 自即日起 一切服从刘军长的命令 田总相约 你愿意继续当总相约 我们欢迎 不愿意干 你回家给老婆去抱娃 我们另找一个人就是了 田福贤既不折气 为他们卖命 又不甘心就此下台 杨排长说 你们的县长已经降服本部 愿意为刘军长效力 田福贤随之说道 杨排长 屋里说 坐下好说话 白家轩和陆三 以及孝文 正在锄头变棉花 陆子林急匆匆地跑到地头 叫他回村里去敲锣 把村民召集到 祠堂外的大厂上 杨排长领着士兵征粮来了 白家轩说 我不敲 说吧 转身重新回到自己 除草的绵苗笼行里 蹲下身 用小铁锄 除起草来 陆子林急了 就跑进棉花地 蹲在白家轩旁边求告 哎呀 家轩哥 你可不敢硬碰啊 那一杆子兵 都背着快枪呢 我也是给人家枪架在脖子上 给逼来的 白家轩仍然不停出头 我知道你也是被逼的 田福贤也是被逼着干的 可百姓只纳黄粮 自古这样 旁的粮啊 不纳 这个锣 我不敲 陆子林回到村子里去了 田福贤接着跑了过来 大声憨气地对他说 家轩啊 你咋瓜了呀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这杆子和那袋 全都是恶狼二求 杀人连眼都不眨呀 你是个明白人 咋能硬顶硬碰 自己吃亏嘞 白家轩说 亏心的事啊 不能做 没道理的锣 不能敲 就这话 正说着呢 陆子林领着洋排长和三四个士兵走到棉花地里来了 洋排长问道 你是白鹿村的官人叫白家轩是不是啊 白家轩手里提着小厨 点点头 洋排长说 去 回去敲锣 召集人到祠堂门口 白家轩说 村民的粮食我不管 这锣我不能敲 你们谁要敲啊 谁去取锣 白家轩从腰里摸出一个黄铜勾圈的钥匙 递给洋排长 洋排长用乌黑的枪管把白家轩的手拨开 说 嗯 马上回村给我敲锣去 你再敢说半个不字 老子就打断你的腿 叫你爬着给我敲锣 说着就拉开枪栓 推上子弹 卡卡卡 你是不是想尝尝这洋花生的味儿啊 嗯 陆三劝家轩 儿子孝文也劝 陆子林也劝 天福贤 陪着笑脸 劝洋排长息怒 陆子林 陆三和孝文 推着白家轩回村里去了 洋排长和他的士兵也跟着 白家轩敲了锣 白鹿村的男女老幼 都被吆喝到祠堂门外的大厂上 洋排长讲了话 征梁的规矩是一亩一斗 不论水地汉地 更不按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摊牌 那样太麻烦 说吧 就让村民观赏射击表演 士兵们把从村巷和农户院里 捉了的三二十只公鸡和母鸡 倒掉在树叉上 那三十来个士兵站成一排 一片推拉枪栓的声音 令人不寒而栗 洋排长首先举起了 坠着红绸袋的盒子枪 啪 一声响过呀 就接连响起暴斗式的密集的枪声 士兵们的乌黑的枪管口冒着蓝烟 槐树下腾起了一片红色的血与肉薄 扬起漫空五彩缤纷的鸡毛 没有死下的鸡嘎嘎嘎地垂死哀鸣 鲜血从鸡的硬汇上滴流下来 区区拐拐地在地上漫流着 几十条蚯蚓式的血流汇集组合 槐树下变成了血红的土地 散发出强烈的热血的兴气 祠堂门外的场地上鸦雀无声 女人们大都低垂着头 男人们目雕式地瞪着眼 黑着脸 孩子压抑着 啜泣 十分刺耳 杨牌掌把盒子枪插到腰里的皮带上 一柳红绸在当前五百 他插枪的动作极为潇洒 啊 各位父老兄弟 现在回家准备粮食 三天内交起 这种别开生面的争凉仪式和射击表演 从白鹿村开头啊 竹村进行 三十多个士兵 按照三个班 分头进入不同的村庄 射杀一批 吊起来的公鸡 母鸡 白鸡 黑鸡 芦花鸡 杏黄鸡 肉红鸡 猫儿鸡 腾起一片血与肉饱 扬起一片五彩缤纷的鸡毛 留下了一滩血红的土地 然后宣布 一亩一斗 三天交起 从各个村子通向白鹿镇的关道小路上 牛拉的硬木轮车和独轮手推车 全部载着装满粮食的口袋垂塞了道路 各个村子送粮的人在白鹿镇汇集排着队往镇子西边的白鹿舱里挪动 清朝那位有名的师文皇帝设置的镇纪灾民的一仓 在他死后不久就成了一个空仓 现在华顶的大仓房里 倒满了黄成城的麦子 院子里临时用油布铺垫在地上的也倒满了麦子 门外还拥着望不见尾的焦粮的大车小车 黑娃背着一条装着一斗麦子的口袋 夹在拥挤的焦粮车队中间 跟着熟人或陌生人缓缓朝大门移动 他们眼前注留着五彩缤纷的鸡毛和槐树下那一滩滩血肉的土地 鼻腔里总能闻见热血的腥气 他耐不住性子等待 背着凉带从一架一架独轮车上撬过去 窜进大门里去了 把口袋底儿朝天的滴了起来 麦子就一声流到麦堆上 从陆子林手里接过一张盖了张子的收条 就从临时挖开的后门里出来了 黑娃回到自己的窑洞 小鹅问他 焦呢 黑娃从口袋里摸出那块写着 陆罩签一抖 而且盖着白鹿仓印章的纸条 交给小鹅说 把这条子割好了 人家日后啊 还要查队的 嗯 小鹅收了条子说 你这几天呢 甭出门了 我心里咋就慌慌的 怕怕的呢 黑娃顶顶头说 算了 不出去了 看看再说 黑娃其实比小鹅啊 更担心 那天在祠堂门外 看到士兵们的射击表演 他没有让小鹅出门 用一把铁锁 把小鹅反锁在窑里 交一斗麦子固然可惜 而小鹅好看的模样 已经成为一种重弹 压在黑娃的心上 随着这对士兵的到来啊 关于他们种种劣迹的传闻 悄悄的又是迅猛的 在白鹅园上蔓延 传的最多的 是他们如何如何 遭解稍微有几分姿色的 女人的事 如果那么多的传说 有一件能得到证实 那么这些打着白果 蝉布穿着黑军服的士兵 就无异于四条腿的畜生 黑娃被父亲撵出门以后 就住进了这孔窑洞 窑洞很破 原来的主人 在里头储存着四草和柴核 夏天堆积卖糠 秋天累堆骨感 安着一扇 用柳树条子编织的栅栏门 防止猪狗进入拱袍 或者拉屎尿尿 窑门的上方 有一个透风的小小的天窗 黑娃买下这孔窑洞 居然激动了好一阵子 在开阔的白鹿园上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窝 一坨地儿了 黑娃借了一个石夯 一架木模 在窑洞旁边的牙坎上 挖土打两落土胚 先在窑里盘了火炕 垒下连接火炕的灶台 随之把残破不堪的窑面 全部扒倒重新垒了 从白鹿镇啊 又买了一扇山明搁置的 粗糙结实的木门给安上了 又将一个景字形的窗子也安上了 一口铁锅和一块案板 也都买来安置在窑洞里 当窑门和窗孔外 往外冒出吹烟的时候 两个人呛得咳嗽不止 泪流满面 却又高兴地搂抱着哭了起来 他们第一次睡到 已经烘干的温热的火炕上 又一次激动地哭了 黑娃说 再瞎再烂啊 总算是咱自个儿的家了 小鹅呜咽着说 我不嫌虾也不嫌烂 只要有你 我吃刚咽菜都情愿 黑娃买了一个石锤 和一架木模就出门打土胚挣钱去了 在乡村七十二行的谋生手段里 黑娃选择既不要花费很多底本 购置装备 也无需投石学习三年五载的打土胚行当 是很自然的事 他在给自己打过两摞土胚之后 就无师自通了这项粗笨的手艺 信心十足的 扛着石锤挑着木模就出村去了 在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村里头转悠 有需要土胚换炕垒墙的主户 引他到土豪里去 丢拨了衣裳 在黎民的晨曦里 砸出轻重相见 节奏明快的夯生 主人管三顿饭 省些些口粮 傍晚接过主人 马给他的童子和马钱 就回到窑洞交给小鹅 整个一个漫长的春闲十月 除了阴雨天 黑娃都是早出晚归 临到搭连割麦 他就提上长柄镰刀 赶场割麦去了 先去圆坡地带 那里的麦子 因为光照之街 加上坡地缺水干旱 而率先黄鼠 当圆坡的麦子收割 接近尾声 滋水川道里的麦子 又大连收割了 最后才是白露园上的麦子 园上圆坡和川道园的 为气候和土质的差异 麦子的收割期呢 几乎持续一个月 整整一个多月的卖收期间呢 黑娃做麦克赶场割麦 差不多可以赚下平常两个多月的工钱 麦克和主家到地头 按麦子的涨势论价 割完以后用布 粮地当面开钱 黑娃起早贪黑 砖连工价高 又厚又密的麦田下手 那图得多挣几个麻钱 一年下来 除了供养小鹅吃饭 和必不可少的开销 他已经攒下了一笔 树木可观的童子和麻钱了 腊月里 他抓住一个村民麦地的机会 一下啊 就质买了九分六里山坡上的人字号缓坡地 他在窑门外累了一个猪圈 春节后 气候转暖时 又逮回了一只猎娃 又在窑洞旁边 牙根下边掏了一个小洞 作为鸡窝 小鹅也开始误弄小筋了 黑娃在窑洞外的棱坎上 栽下了一排树苗 榆树 春树 秋树和槐树 先后站出了叶子 窑院里 鸡窖猪亨 生机勃勃了 显示出一股 争强好胜的 居家 过日月的气象 他早晨 天不明 走出温暖的窑洞 晚上再迟 也要回到窑洞里来 夜晚和小鹅 甜蜜地厮守着 从不到村子里 闲转闲串 阴雨天 出不了门 就在窑里 做一些平时顾不上手的家务活 即使完全没有什么好做的呢 就躺在炕上 看着小鹅 那鞋底 麻绳穿过鞋底的 滋滋的声响 是令人心里踏实的 动人的乐曲 黑娃在自己不亦察觉中 已经成熟了 她的脸颊开始呈现出 父亲陆三的轮廓 上唇和下巴合上的绒毛 早已变黑 眉骨隆起 眼里透出沉静的 好狠气色 她的双臂变得粗壮如圆 高兴的时候 把小鹅拖起来 抛上摇顶 然后接住 再抛 吓得小鹅 失声尖叫 她胸部的肌肉 盘结成两大板块 走起路的时候 就有一股 揪揪的气势 她的性欲极强 几乎每天晚上 都空不得一次 窑洞 独居于村外 小鹅毫无戒备地 畅快地身换着 一同走向那个销魂的巅峰 然后 胃贴着 进入梦境 黑娃 在窑门外的场院里 用掘头 揉破地皮 摊平 撒了水 再撒上些柴灰 用一支木波架 推着小青石六肘 碾压场面 准备割自己的麦子 村里 跑了一个小学生 叔 叔 俺老师 叫你去学校一趟 黑娃停手问 你 你的哪个老师叫我 小学生说 陆老师 陆校长 叫我啥时间去 小学生迟钝一下 啥时间没说 反正叫你去 挨到天黑以后 黑娃在出窑门 黑娃走出窑门 就想起 陆兆棚 把一块冰糖 栽到他手里的情景 冰糖美妙的甜味 使他痛哭 他对自己发誓说 长大了 挣了钱 就买一口袋冰糖 陆兆棚第二回塞给他一块水晶饼 他扔到草丛里去了 陆兆棚现在是令人瞩目的白露初级学校的校长 穿一身羊布制服 留着偏分头发算是白露镇上的洋装洋人了 自己是个连长弓也熬不成只能打短弓正零岁前的穷汉瓦 连祖堂也败不成的黑班头 他偶尔在打工归来路过学校旁侧的小路时 撞见散步的陆兆棚 匆匆打一声招呼就走掉了 一个堂堂的校长和一个扛活的苦工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的联系 直到走进学校的大门 黑娃仍然猜不着赵鹏找他的室友 学校里很静 三四个胡着白纸的窗户亮着灯光 黑娃问了人 找着了赵鹏的房子 赵鹏穿着一条短裤正在擦洗身子 说 哎呀 稀客啊 随便坐 赵鹏出门泼了水 回来登上长裤 给黑娃倒了一杯凉茶 两个人就聊起来 黑娃 你咋搞的 也不来我这儿片片闲话 你 你忙着教书 我忙着打土配挣钱 咱们都没闲空啊 你这两年日子过得咋样 呃 凑凑呵呵的 好着嘞 你打短工正的粮食 够吃不够 呃 差不了多少够着嘞 你住的那间窑洞 浑泉不浑泉啊 没啥大麻的 倒塌不了 你百事如意哦 赵鹏也欲着他说 随之刻意地问 你偷回了个媳妇 组长不准你进祠堂败祖 你心里受火不受火 脸上光彩不光彩 你 你放屁 黑娃像遭到了火烧水烫似的 从椅子上弹起来 脸色骤变 你当校长嫌烦了是不是 想拿穷娃寻开心了是不是 骂得好啊 黑娃 黑娃 你骂得好 使劲地骂 把你小时候骂过的那些脏话 丑话全骂出来 我多年没听 太想听你骂人了 赵鹏笑着催促道 你怎么只骂一句就不骂了 黑娃鼻腔里哼了一声 转身朝门口走去 赵鹏赶紧过来抱住他的肩头 对对对对 这举动才像黑娃的举动了 听不顺耳的话 脖子一拧 眼一瞪 拔脚转身就走 我记得黑娃 你自小就是这好倔斗脾气呢 黑娃气躁躁地问 你到底要干啥 没事就不能叫你来偏偏吗 你忘了咱们哥们兄弟的情分了 赵鹏反倒责怪黑娃 到我这来放得畅畅快快的 甭摆出狙狙数数的熊样 问啥都是好着嘞 差不多 我跟你怎么说话呀 黑娃势然笑笑 你是校长吗 我当校长又没当你黑娃的校长 你夺我逼我 见了我居住 让人难受 黑娃解释说 你不知道啊 我天南海北都敢走 县府衙门也敢进 独独不敢进学堂的门 我看见先生啊 就怯得慌慌 你知道 这是咱们村的学堂 那个徐先生 给我自小种下的证 你真了不起黑娃 赵鹏转移了话题 我在咱们白鹿村啊 只佩服一个人 你猜是谁 不知道 就是你黑娃 啊 我 黑娃撇撇嘴 自清自荐的说 我黑班头一个 哼 你敢自己给自己找媳妇啊 你比我强啊 黑娃警觉的瞪起眼 你 你又耍笑我了 赵鹏从椅子上站起来 慷慨激昂的说 你 黑娃 是白鹿村 头一个敢冲破封建枷锁 实施婚姻自主的人 你不管封建礼教那一套 顶住了宗族族法的压迫 实现了婚姻自由 太了不起来 太伟大了 啊 黑娃却茫然不知所措 我 我也辩不来你说的是胡话 还是耍笑我 这 这 这叫自由恋爱 赵鹏继续慷慨激昂的说道 国民革命的目的 嗯 就是要革除封建统治 实现民主自由 其中就包括婚姻自由 将来要废除三枚六正的包办买卖婚姻 人人都要和你一样 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子做媳妇 甭管组长让不让你进祠堂的事 屁事 不让败祖宗 你跟小鹅就活不成人了 活得更好 更自在 黑娃惊恐的瞪大眼睛听着 再不怀疑赵鹏是耍笑自己了 他问 你 你是打哪听了这些吓人的说辞啊 这整个中国革命青年都这么说呀 都是这么做的 乡村里还很封闭 心思想的潮水还没有卷起来 赵鹏真诚而悲哀的说道 我尽管夸赞你 我自个儿想自由恋爱 却自由不了 我都有些眼红你 佩服你呢 哦 黑娃恍然大悟 被赵鹏的真诚感动了 你娶下媳妇不回家 你就是想自个儿 这 我还没屈服 斗争比你要厉害啊 黑娃深深的受了感染 对赵鹏的真诚信赖更为的感佩 你叫我来就是为说这话吗 早知道这样我早就来了 这村里都不管穷的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都拿些眼瞅我 我整天谁也没一句好话跟我说 好啊赵鹏 你日后有啥事 只要兄弟能帮得上忙 尽管说好嘞 陆赵鹏直率的说道 我准备烧掉白鹿仓的梁台 你看敢不敢下手 啊黑娃不由的啊了一声 从椅子上弹起来 吃惊的盯着陆赵鹏 如果这话由白鹿村任何一个愣头庄稼人说出来 他也许不至于如此意料不及 堂堂的白鹿仓第一保障所相约陆子林的儿子 白鹿镇县立初级小学的校长陆赵鹏 他怎么能说到想要烧驻军的梁台呢 他家的粮食虽然也浇了 但绝不会向穷汉家为下锅之米熬煎吧 他做先生当校长 挣的是县府发的银阳和梁台屁不相干呢 闻闻雅雅的先生人儿 怎么想到要干这种纵火烧粮 无疑属于土匪暴动的行径呢 黑娃的脑袋一时间回旋不过来 瞪着眼吃惊的死死盯着陆赵鹏 而不知道该说什么 赵鹏问道 你知不知道 争凉这一杆子队伍是啥货吗 黑娃说 听人说城里今日来了一个姓张的头 明日又来个姓马的 把姓张的赶跑了 后日又来个姓郭的 把姓马的又撵走了 城墙上的旗也是红的换蓝的 蓝的又换黄的 这黄的又换成红的 我一满弄不清庄稼汉谁也闹不清 这是一帮啊 反革命军阀 国民革命军正从广州往北打 节节胜利 北京军阀政府就和全国的反动派 阻止革命军北来 现在围城的刘家镇 松军就是一股反革命军队 西安守城的李虎杨虎二虎将军 都是国民革命军 黑娃听不懂啊 只是嗷嗷的答应着 赵鹏说 镇松军刘军长是个地痞流氓 他早先投机革命 混进反正的队伍 后来又投靠奉系军阀 他不是想革命 是想在西安称王 河南连年灾害 鸡民如营 盗费如麻 这姓刘的回河南招兵说 跟我当兵杀过同关进西安 西安的郭坤后面条三尺长 西安的女子个个赛过杨贵妃 他们呢 是一帮兵匪不分的乌合之众 黑娃大致已经听明白了 哦 是这么些个烂货呀 对 把梁台给狗日的烧了 你说敢不敢 黑娃倒显出大将风度 烧了就给他狗日的烧来 咋不敢 好 你要是愿意干 咱俩就去放这把火 给白鹿园上的人 看一场冲天大火 黑娃已经鼓舞起来 烧那个梁台太容易了 那一杆子冰料啊 以为百姓们给他们杀鸡的把戏都震住了 一个个的放心的睡觉了 龙脉街就把他给烧光了 这个档啊 从房子的套间里走出一个人来 黑娃看出了是韩采风 不由得一惊 韩采风是去年迁到白鹿镇的客户 租下两间门面房 用脚踏机器给人缝衣服挣钱 那谁也弄不清他是哪里人 感激的人像看夕阳景一样 看到双脚踩动机器踏板 发出喳喳喳的连续不断的响声 一支铝亮的针上下篡动 把布片缝结在一起 微观的人虽然很多 而生意却十分萧条 只有学校教员和少数学生掏钱 请他缝制制服 庄稼汉呢 无论穷人富人都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韩采风坦然笑笑说道 放火烧凉台 我也搭一手 黑娃也就明白了 不要再问 三个人在煤油灯下边 进行具体的实施方案的密谋 从哪翻墙进进 先烧哪后点哪 无论如何要把井绳给他藏起来 点着了火水掉不上来 三个人约定如何用暗号联络 具体分工都经过再三斟酌 黑娃拍拍脑门说 你这羊油灯有一股臭味 熏得我头昏脑胀 只想吐 终于等来了一个刮风的夜晚 三个人从三面的围墙上 分头爬上去 大门口有一个卫兵在转悠着 院子里头有一个卫兵在转悠 黑娃先跳进了院子 绕着院里堆积的粮食 转到卫兵的身后 朝他脑袋呀 拍了一转 哎 蹦 呃 呃 卫兵软软的倒了下去 他从后腰取下了臭气熏人的煤油桶 拧开螺丝盖 把煤油泼在了那一排房子的门板上 摸出了阳火夹 黑娃自小使用的是火莲火石 拼打火星点燃煤纸 没有用过阳火 他在罩棚屋里 试着擦燃过两根黑色的阳火棒 比火莲火石方便多了 什么时候能买得起阳火就好了 黑娃按照约定的方案滑着了阳火 噗的一声 冒出了一般蓝色的火焰 泼上没油的木板 就腾起了火光 大门口的卫兵一声惊叫 放了一枪 啊 啪 黑娃已经绕过房子 跳上了墙头 瓦顶粮仓和院中用油布扇着的粮堆 几乎同时起火 黑娃爬上粮头 也不急于逃走 看着那个卫兵 在院子里头呼喊放枪 样子很狼狈 房子里的乌鸦兵 开始嚷叫呼喊起来 率先冲出火门的兵娃们 哭喊着 在院子里打滚灭火 黑娃看着迎风飞舞的火焰 已经冲上了仓库 和那排房子的乌严 他就跳下墙 走了 他跑回到自己的窑洞 把正在熟睡的小鹅拉起来 让他看火的壮观 小鹅走上窑门 就叫了一声 妈呀 西边的天空 一片痛红啊 凉台烧着了 真有胆大的冷娃呀 敢烧凉台呢 黑娃说 白狼放的火 白狼在哪儿呢 黑娃说 白狼在你靠子后头站着呢 小鹅惊异地说 啊 你是白狼 你胡说 哎呀 怪到我看你这几天 鬼鬼祟祟祟的 你 黑娃就不吭声了 村庄里 骤然骚动起来 传出了草草杂杂说话的声音 男人女人们站在街巷里 观赏大火的奇观 火焰像瞬息万变的群山 时而千刃齐发 时而毒风突起 火焰像威严的森林 时而呼啸怒吼 时而缠绵呢喃 火焰像字意狂舞着的万千迷猴 万千生灵 人们幸灾乐祸地看着 自己送进白鹿苍里的麦子 轻刻间变成了壮丽的火焰 黑娃站在摇伤的牙畔边 观赏自己的杰作 小鹅半依在她的臂弯里 村里传来士兵们 气急败坏的嚷嚷声 傲口坠崖的河南口音 听来愈发别扭 逼赶人们去救火 士兵们忽视了村子 外头牙坎下的窑洞 只在村庄里 打门叫户 吏声吆喝 黑娃跑回窑洞 挑起两只木桶 挣脱了小鹅的阻拦 我到跟前去看个热闹 他从村子中间的大烙池 挑了两桶水 夹在单桶和端盆的男人们中间 走过村巷 走过白鹿镇街道 就无法前进了 大火炙烤的人们 脸皮疼痛 滚滚浓烟 呛的人睁不开眼睛 于是就把水随地泼掉 挑着空桶往回走 那火呀 已经无法铺就 赤壁裸腿的人根本无法靠近火堆一步 被烧着的麦粒儿弹崩起来 在空中又烧着了像新年时节夜晚燃放的烟火 大火烧到了天亮 要立的光阳 是东原上冒起的太阳失去了魅力 随后 随后 白鹿镇最显眼的第一保障所的四方砖器的门柱上发现了一条标语 放火烧凉台者 白狼 字迹成褶红色 是拿当地出产的一种红色的黏土泡水以后 用调操嘎的 在蓝色的砖上 很醒目 很显眼 陆子林进门的时候 看到门口围着那么多人 尚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乃至拨开人群 看见褶红色的标语时 脸色呀 就变得拉打了一样 也没有进门 就去找杨排长报告 杨排长腰里挂着盒子枪 跑了过来 满脸灰污 两眼又红又黏 像刚熬化了的焦锅 插在腰里的盒子枪上的红绸子 已经烧得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 这杨排长 拔出盒子枪 照空中放了一枪 啪 咬牙切齿的喊 都给我滚开 滚开 都滚他羊的臭臂 围观的人群呢 哗的一声 做鸟兽三 杨排长立即命令士兵进行搜查 搜查与标语有关的人和器物 检查谁家有红上的遗留物 泡过红土的瓦盆 铜盆 或者瓷盆 以及啊 用来占红土写字的 调色嘎的 白鹿舱的所有的房子和麦子 一起化为灰烬 杨排长 领着他的士兵住进白鹿镇初级小学里头 学生们全都吓得不敢来上学了 士兵们从各个村庄农户家里头 搜来的盆盆罐罐 调骚嘎嘎的堆满了宽大的庭院 却没有一件能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 这个愚蠢的破案方案啊 无论怎样愚蠢 三十几个士兵仍然认真的照办不误 从白鹿村开始搜查 一直推进到周围许多村庄里去 三个纵火的白狼 一个也没有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韩裁缝照样把裁疑案子 摆在铺子门口的称杖下 用长长的竹齿和白灰笔画切割线 士兵们连问他的闲心都不曾有过 听到士兵们挨家挨户的搜查罪证 黑娃呀就打发小鹅 躲到田地里头装作挖野菜去了 那他担心的呢 不是纵火的罪证 而是模样啊 太惹人眼的小鹅 三个士兵趾高气昂的走进了窑洞 翻腾完了就诈唬说 哼 我看你这家伙啊 就像是那放火的 黑娃儿黑黑一笑 老总啊 你们又没撞我的嗓子 我伤老总弄啥呀 我给老总只交了一斗麦 又不是三蛋五蛋的 士兵们从鸡窝旁边 拎起那个鸡着厚厚的一层尿垢的黑色瓦盆 摔碎了 陆赵鹏在杨排长头天晚上 住进学校的时候 虽然表示了坚决的拒绝 但是呢 终了还是接受了继承的事实 杨排长 对陆子林的校长儿子这个不友好的态度 无心计较 却也不曾想到这位 俊秀的校长就是纵火的白狼 过了两三天 陆赵鹏晚饭后 对焦躁不安的杨排长说 杨排长啊 能在纸上驰车奔马 才能在沙场上运筹帷幄呀 怎么着 杀两盘 杨排长很快就列出了一串 纵火者的审查名单 白家旋听到传讯以后 这肺都快气炸了 他不是害怕牵涉纵火案 也不是害怕蒙受冤枉 主要是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 陆子林用极其同情的口吻 传讯他的时候 白家旋正在自家上房 明厅的大方桌旁 吸着水烟袋 他咚的一声 把水烟壶蹲到桌子上 这个河南弹 瞎了不是啊 陆子林说 哎呀 你去和杨排长解说一下 我也再给他解说解说 你可别硬顶 他可是烧疼了 靠子的猴 急了 那不管 不管是谁他都抓呀 说着门外走进了三个端着枪的士兵 还有白孝文 也是个会写字的 一块抓走 白家父子走出了门 陪着陆子林 跟着三个端枪的士兵 白家轩看着白鹿镇上 驻足观看的行人 面子上的侮辱 已使他煞白了脸 他愈加挺直了腰杆 走着 杨排长在他临时住屋里 对白家轩父子说道 不要惊慎 请留下手记就行了 然后 引着他们父子进入一间教室 桌子上放着一盆红毡土泡成了泥浆 盆里头放着椅子扫着嘎的 教室的墙壁上已经写满了字 全是放火烧凉台者白狼 白家轩气冲冲的捞起了沾了泥浆的 调手嘎的写了同样一行字 白孝文也写了 白家轩写过之后 气不可耐的问道 这常言说 捉贼捉脏 捉奸捉霜 老总 你凭啥就把我遭剑成这一城子了 杨排长也没有好气 对他说道 我怎么遭剑你了 啊 叫你写几个字就算遭剑你了 白家轩冷笑 这算写的什么字 是红氏的对联 还是丧氏的引路贩子 杨排长突然转过身来 紧盯着白家轩 你说话嘴给我放干净点 别说你是什么狗屁组长官人 你敢再说半句不三不四的话 老子们一枪把你撂了 陆子林赶紧立刻拉着杨排长收起枪 哎呦杨排长杨排长 小文就推着父亲 出了教室 走到院子 杨排长追到台阶上 还嚷嚷呢 你发鸡毛传帖 煽动闹事娇农 本位就不是个好东西 白家轩被翻得老丈 更加气恨 休脑 这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啊 白色的粉灰漫天飞扬 家家的乌瓦和院子里头 都沉下厚厚的一层白色的粉末 明火熄灭之后 未燃尽的凉堆仍然在夜里透出惹人眼的红光来 整个村庄和田野里头都弥漫着一股 磨磨被烤焦了的香味 一场骤来的暴雨彻底浇灭了雨火 洗刷了乌瓦上树叶上和秋苗嫩叶上的灰粉 天晴了以后 附近的村民套着牛车 推着独轮小车 调着葛条龙去装灰 那些麦子烧过的灰烬和土粪 掺脚以后放到田地里 使庄稼和棉花的绝好肥料 他们争着装灰的尽头 和往这里浇麦子时一样的急迫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 驻守白鹿仓的杨牌长 又领着他的士兵来了 杨牌长先叫来了总相约田福贤 召集了九个保障所的九个相约 和九十八个大小自然村的官人 在白鹿镇的学校里头开会 杨牌长走路有点薄 那是团长下令打了二十军棍 制成的骨伤 央派长说道 在白鹿园烧掉的军粮 还得从白鹿园上补起来 烧了再争 我叫他再烧 再烧啊 再争 这回是一亩一斗 一人一斗 再烧了还讲 有人求告说 老总啊 军队要吃粮 这道理很明白 自古军人 由民人养着 这都明白 这粮嘛 烧了自然 得再争 只是卖收后 这刚刚争过一茬 再连着争 这这这这怕不好弄啊 是不是等到秋收后再争啊 这样也好 和百姓说呀 杨排长一挥手 就打断他的话 这好话不要再说了 后日开始争粮 一律给我送到这个学校来 啊 明日白鹿镇逢急 枪毙烧粮台的白狼 谁敢抗粮不交啊 不管是官人民人 一律和白狼 一样惩治 第二天 在白鹿仓围墙外的旷野里 三个被五花大绑着的人 被附在木头上 棚头垢面 衣衫褂褛 垂头大脑 实际上已经奄奄一息了 人山人海般的拥挤着看热闹的乡民 三十几个士兵 铺成一排举起了枪 一片拉枪栓的声音 架势和那个射击的时候啊 是一模一样 杨排长从腰里拔出了盒子枪 枪坝上已经换上了一条 新的火焰般耀眼的红丑子 动作不再优雅 而更显威武 他朝天放了一枪 啪 然后就接连响起密集的枪声 啪啪啪啪啪啪啪 那三个白狼呢 没有丝毫反应 也没有哭 也没有叫 看客们都怀疑他们 在挨枪子之前是否还活着 枪子击中了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 拉出一条血流 他们连抖动一下的反应都没有 倒是围观的人觉得呀 尚不如射杀活鸡的场面激烈 几天之后 一个可怕的传言 在各个村巷里不惊而走 那三个被打死的白狼 其实啊 是三个要饭的 朱先生已经不在教学了 声援们互相串通 纷纷离开白鹿书院 到城里甚至到外省 投考各种名堂的新式学校去了 朱先生镇定地接受了那些 声援礼仪性的告别 无一例外地送他们到白鹿书院的门口 再看着他们背着行李卷 走下圆坡 后来呢 朱先生就催促他们快些离开 乃至到最后 剩下寥寥无几的几个中间分子的时候 他索性关闭了书院 彭县长亲自招他出马 出任县力单级师范校长 干不了半年 他就向彭县长提出辞呈 彭县长大惑不解 我听说您干得很好嘛 他们都很敬重您 这怎么 朱先生笑笑说 我是谁聘的校长啊 彭县长连连摇头否认 那是先生多心了 随之就询问起 辞职的真实原因 是经费不足啊 还是有谁闹事啊 如果有捣蛋的害群之马 把他干脆解聘了 让他另择高枝也就是了 何必自己伤情动气辞职呢 朱先生 朱先生朗然地笑着否认了县长的猜疑 自嘲地说 原因在我不在他人 我自知不过是一只逃拨啊 彭县长一时解不开 这什么意思 朱先生解释说 陶伯嘛 只能见谷 与金人 你好无用处 彭县长诚恳地纠正 哎呦 先生太自谦了 这样吧 您呢干脆到我县府来任职 朱先生摇摇头说 我想做一件事以我做的事 恳请县长批准 彭县长畅快地说道 只要先生愿意做的事 尽可以去做 如许卑职帮忙 尽管说出来 朱先生就说出 经过深思熟虑的打算 呃 我想重修本县的县制 朱先生重新回到白鹿书院 组织起了一个九人县制编撰小组 自认总撰 另八位编撰人员呢 全是他斟酌再三筛选出的 财富八斗的宝学之士 有他旧时候的铜窗啊 也有他后来的得意门生 他们全是官学派至死不渝的信奉者 和追求者 是分布在各县内 各乡 灿若陈兴 却又自甘寂寞的明氏贤达 人人君子 他们在自己的家乡 公庚龙母 以食以锦 农贤的时候呢 宋独批典 自偿其位 他们品行端正 与世无争 童所无欺 为邻里乡党 排忧解难 调解争执 化干戈为玉帛 都是呢 所在一方乡村之人的楷模 朱先生一个一个 徒步登门拜望 恳请出炉 他们对于 编限制的事 十分合意 却又几乎一律 都要谦让自己 财书学浅 不堪如此重任 既然朱先生 拼爱弃重 当然是难得的 学习机会 锻炼机会了 也是为本县贡献 微薄心力的机会 他们和朱先生 聚集在白鹿书院 开始了 卷制浩凡的 庞大的工程 他们批阅 历代旧制 质疑问难 丁正谬误 山凡不缺 踏访民间 工作细密 而又严谨 黄昏时分 他们漫步于 圆坡河川 赏春景 涌冬雪 或纳凉于庭院 农阴之下 或谈经论道 相得益彰 他们感激 朱先生把自己 从日趋混沌 纷壤的事事里 拉出来 得到了一个 最适宜生存的环境 和最可疑的工作 福田 一个入热难熬的傍晚 树叶纹丝不动 湿热的气流 从低洼的河川里 膨胀起来 冲一道圆坡的沟壑间 令人窒息 朱先生和他的同人们 坐在院子里纳凉 书院四周和庭院里 高可参天的 古白古槐和银杏树 层层叠叠的枝叶 遮挡着焦人的火焰 在酷热喧嚣的福田 独辟一方清爽 宜人的乐土福地 彭县长走进了院子 凯然道 嘿呀 这大概是全中国 最疑人的一座地方咯 朱先生和诸位同人 一起站起来 礼让彭县长坐下 朱先生说 彭县长难得闲暇呀 彭县长苦笑摇摇头 自嘲地说道 悲驰县长徒有虚名 实实在在 只是一名梁末官啊 近日啊 乌鸦兵的一个团长 带着百余名士兵 进驻本县 指挥一切 领导一切 实际上是一切都不领导 也不指挥 只是领导指挥 为维西安城的二十万人马 征绩粮草 彭县长 以及他的全部官员 都围绕着梁末一件事 在奔忙 他气愤地说 这些个乌鸦兵啊 肯定是世界上 最坏的一杆子兵 他们连一年收几记 庄稼都搞不清楚 只是没变没数的 征梁征梁 梁末已经不是征了 而是硬逼呀 现在已经开始抢了 百姓从怨声载道 到现在闭口奸言 怕挨挥枪子啊 彭县长说着说着激愤起来 我为民国政府 之处言语梗塞 在座的先生们都接连发出沉痛悲怅的叹息 朱先生说 哎 得熬着 彭县长说 熬不住了呀 我的国民县府 成了乌鸦窝楼 那些白腿子乌鸦 从早到晚 进进出出 吵吵呱呱 是骂骂咧咧 满嘴粗话 浑身 匪气 叫人听着割耳朵 看着碍眼 哎 我这出了县府大门啊 就不想再回去 朱先生 还是重复着一句话 哎呀 还得熬着 彭县长苦笑的问道 朱先生啊 我来跟你编县制来 行不行啊 朱先生笑着说 我敢要你吗 彭县长发泄了一通 分操了一通 清土了一通 觉得心头松弛了 又轻声问 朱先生啊 乡民盛传 你能打势算卦 哎 您给我掐算一下 这乌鸦 啥时候飞走啊 朱先生 故作神秘的说道 嗯 天机 不可泄露 众人都笑了 彭县长 又向朱先生 索要一副手技 朱先生 凯然应允 取来笔墨指宴 在院中石桌上 铺开宣纸 玄万韵笔 一气喝成四个大字 好人难活 第二天的清早 厨师从县城买菜 回来 告诉朱先生 县城分船啊 彭县长 昨夜弃职逃走 下落不明 朱先生 愣证之际 随之探完 哎 他熬不住了 墨浮 一个雷雨之后的傍晚 暑热驱散 天雨成壁 朱先生 和他的同人们 倾巢而出 到原坡上去散心 享受 昼雨出雾后的 山川气韵 结果 一个个 沾着满脚的黄泥 满腿 湿漉漉的 回到了书院 门房的徐秀才 神情紧张的 把一封信 交给了朱先生说 县上 两个兵送来的 朱先生 接住拆开 一看 瞅着众位先生 狐疑的脸色说 哦 狼来了 随之 吩咐徐秀才说 你到村子里 去买两只狗来 买不下 就借 要大狗 恶狗 这徐秀才 眨白着眼睛 问道 先生 买狗 做啥呀 朱先生 笑着说 狼来了 就得狗咬嘛 随之 又吩咐厨师说 你明日 给咱做一样菜 把豆腐 干肉 熬成一锅 厨师说 这肉耐火 豆腐不耐火 这熬不到一块去呀 朱先生说 你就往一锅里头熬 第二天 朱先生和他的八位编辑先生 按部就班 在各自的屋子里头 做事 院子里头 异常敬意 大家都在期待狗叫 两只蓝色 锦鱼的小鸟 从银杏树的枝上 跳到房檐上 又飞落到院子里 湿漉漉的房砖上 发出一串串金字似的叫声 第一声狗叫 惊得两只小鸟 剑一般的射向空中 两只狗的叫声 越来越疯狂 混沌狂乱的肺声 在书院里的墙壁上 碰撞回旋 这狗咬了一阵 就停息了下来 大约是来人退走离开了 突然啊 这狗又疯狂的咬起来了 大约是来人又到门口了 八位先生 全都站在各自的窗下 瞅着大门口 又瞅瞅朱先生的书房 狗咬声又停了下来 朱先生在两只狗 第三次咬响的时候 走出书房 急步走过院子 左手习惯性的 撩着长袍的岔口 鹤退了狗 把来人领进大门 在院子里 朗然喧呼 刘军长来看诸位了 快出来迎接啊 同人们纷纷走出屋子 那 与一身戎装的刘军长 打工作一 刘军长说 打扰了 打扰了 朱先生说 哪里哪里 机缘难得 错失今日 怕是再也难得一堵 将军风采 刘军长爽朗地说道 待我坐定省城 一定常来拜望先生 朱先生 只顾招呼大家 在院里的石凳上坐下 刘军长说道 听说 先生在编县制 县制里头 都编些啥呀 朱先生说 上次三皇五帝 下至当今十下 凡本县里发生的大事 通通都容纳着 历史严格 江域变更 山川地貌 物产特产 清官污吏 乡闲 监独 劫富猎女 天灾人祸 不必 公身世民 凡善举 恶计 一并记载 刘军长问 哦 那 我军围城 肯定也要 记入你的县制咯 朱先生说 你围的是西安府 不是围的滋水县 因之无权载入本制 你的士兵在白鹿园 射击征粮 以及粮台失火 将记入本制 你的团长进驻本县 吓跑县长 这在本县史记中 绝无仅有啊 本制 肯定记录 刘军长 哈哈大笑 哦 哈哈哈哈 是吗 那这个县长 也太胆小了 朱先生 也打趣的说道 嗯 县长软得 像块豆腐 刘军长笑臂 说呀 他今天来 有三件大事 求拜朱先生 这头一件呢 围城成功 进入省城以后 将邀请朱先生 给他做私人老师 教会圣书 席练笔墨 因他出身草莽 拾不下一箱筐大字 朱先生 朱先生说道 我得先讲一条 你得脱了这身戎装 把枪扔了 我才敢半军念书席字 我比彭县长的胆子 更小嘞 刘军长满口答应 嗯 一旦拿下西安 我就把枪撂到城河里去 兵交给旁人取代 我只做省主席一席文官 朱先生说 那么这件事 就等你进城以后再说吧 第二件呢 刘军长说 请先生赠赐一幅字画 朱先生说 我只会写字 不会画画 人常说称姓辉豪 姓所致而豪声辉 待军长功课成功 我定辉豪庆贺 再说第三件吧 刘军长不好强求 就说出第三件事来 我一进观中啊 就闻听先生大名 说先生能识天象 能辩风雨阴晦 能知极凶灾变 能预测后事 请先生给我算一挂 何时围城成功 几月进城啊 朱先生不加思索 一口回绝 刘军长 你进不了城 这刘军长猛然愣住了 脸色骤变 同人们都绷紧了脸 瞪瓷了双眼 气不敢出 朱先生 随之后 款款地笑了 我两只柴狗把门 将军尚不得入 何况二虎呼 当作笑话说吧 哈哈大笑 众位先生也都轻轻 许出了一口闷气 守城的两位将军的名字 都有一个虎字 人称二虎 军人呢 尤其忌讳这个 刘军长说 这种不吉利的玩笑 只有先生 你才敢当我面说呀 朱先生回答 只有军长你来 我才有兴头 开这玩笑啊 既是玩笑且不管他 那就请先生正儿八经儿 地给我算一挂 何时能功成成功啊 朱先生 仰起头 闭上眼 用右手的大拇指 在另外四个指头上 灵巧地弹着掐着 口中是念念有词 城里守军两万不足 城外攻方二十万有余 按说是十个瓦打一个瓦 怎么还打不过呢 城里被围五个月之久 缺粮断人 饿死病死战死的平民士兵 落成了垛子 怎么还能坚持守住呢 哦哦哦哦 这账啊 还有另一个算法 城里市民男女老少 不下五十万 全都跟二虎的将士 拧成了一股坚守 要是把这五十万军人民 全都饿死 哎 大约得秋后了 嗯 对 刘军长 朱先生睁开眼睛 秋冬之交 是一大实现 见雪 即可开交 刘军长听了 忽然从石凳上跳起来 哎呀 先生真是神呐 见雪即可开交 正应了我的命 我的字是雪雅呀 朱先生当即招呼他们吃饭 厨师给美人送上了一碗 豆腐会肉的菜 和两个蒸馍 刘军长吃了一口 就咧着嘴 皱起了眉头 嗯 朱先生啊 你的厨师是不是个生手外八路啊 朱先生说 哦 这是方圆有名的一位高手名厨啊 嗯 这豆腐怎能跟肉一锅相熬啊 豆腐熬得成了糊涂 熬得发苦 这肉 还是半生不熟 嚼不烂啊 竟是名厨高手 朱先生说 豆腐熬肉这类蠢事 往往都是名师高手弄下的 世年初冬 围城的军队已经换上了冬装 经过整整八个月的围困 仍然未能进城 刘军长眼巴巴等待着大雪降止 不料从歇斯里杀出了国民革命军的 缝部五千万人马 一交手啊 就打着白腿子乌鸦四散奔逃 刘军长从东郊寒市中 总指挥部逃走的时候 漆黑的夜空中 洒落着满天的雪粒 雪粒在汽车顶棚上 砸出密集的 刷刷拉拉的响声 刘军长忽然想起了 朱先生为他预捕的 见血 极见开交的挂词来 似乎那碗熬成糊涂 熬得发苦的豆腐 和生硬不烂的肉块 也隐喻着今天的结局 他凯探说 哎呀 这个老妖精 朱先生后来在限制历史言格卷的 最末一边 国民济世里边记下了一行 朕松军残步 东逃过白鹿园 烧毁民房五十七间 枪杀三人 奸淫复孤十三人 略抢财务 无忌 杨排长和他的士兵 从白鹿镇初级小学 撤走的时候 没有给田福贤打招呼 田福贤睁开眼睛的时候 立即感觉到奇异的寂静 他穿上明袄 登上眠裤 跳下床来 院子里头 落着一层薄薄的雪花 他双手系着裤带 用尖头 抵开隔壁教室的门板 不由的呕了一声 就停在门槛上 士兵们 已经不见了踪影 靠墙并拢的一排客桌上 留着铺垫的稻草帘子 那些帘子是不久前 由他从滋水穿到产道区 征收起来 用牛车拉上白鹿园来的 被褥接光了 桌底下呢 扔着穿动的破鞋 朽段的裹腿布条 破旧的烂山子烂裤头 他转身奔到羊牌 长住的单家房子 床板上也只留下了一张稻草帘子 桌上地上乱七八糟的 扔着征集粮草的名单和调具之类 他断定 这是永远的逃离 而不是暂时的撤退 他一脚踢翻了木炭盆架 碳灰里滚出几粒枣盒大小的 红红的碳块 他急不赶到陆子林家 子林啊 子林 上午你到保障所议事啊 咱们当狗的日子 到今儿个 到此为止了 咱们当狗的日子 到此为止 田福贤 在上午召集的议事会上 重复了这句话 这杆子乌鸦兵啊 把人折腾够了 九位相约再也压抑不住 敞开嗓子 吵骂那一杆子 河南蛋全是虾熊 诅咒他们注定啊 不得好死 狗的比方 虽然刺耳 却很准确 杨排长和他的白腿子乌鸦 飞来白鹿园的 整整八个月的时间里 田总相约 以及属下的九位相约 实际上都成了 供羊排长驱使的狗 他带着他们任村领路 到一家一户 庄稼汉门楼里 去催逼粮食草料 田总相约 在羊排长的底下 常常流露出 狗在凶残暴力的 主人面前那种委屈 他们九个相约 又何尝不是 无奈的狗的眼色呢 田福贤很理解 属下的心情 让他们把当狗的委屈 酸心和愤恨宣泄出来 整个白鹿园 此刻都在宣泄着愤怒 白腿子乌鸦兵逃跑的消息啊 像风一样的迅速刮过 大大小小的村寨 愤怒的宣泄随之就汹涌起来 被烧的房子 被残害的死者 和被奸淫的女人 很自然成为了人们议论的话题 田福贤郑重地说道 有两件急迫的事要做呀 一是给遭到逃兵 烧杀奸掠的人家予以照顾 二是白鹿仓被烧毁的房子 该修建了 他接着讲出了 对这两件事的具体勾想 乌鸦兵逃走的时候 来不及带走 住存在学校教室里的征粮 正好可以用作这两项大事的开销 各位相约回去发个告示 告知乡民到山里头去钱木料 那帐船两根呢 覆卖一升 帐五船一根一升 岭条一根三升 独岭一根五升 其余大梁担子柱子 按材料论卖 推土和泥搬土胚 拉砖抛瓦 一硬打下手做小工的杂活 每日啊 公粮一升 管三顿饭 这样 亏不亏下苦人呢 九位相约听吧 全都惊叹诈呼起来 这样的宽厚的工价 无异于施舍阵计 怕只怕进山捐木料的 和前来做小工的人 要碰破头楼 有人愿总相约 心太善了 甚至可能要坏事 全部涌来混饭吃 谁管得住啊 天福贤雍容大度的一挥手 哎 只要大家觉得 不亏待乡民就成了 旁的事啊 甭担心 关于照顾灾难户的事 田福贤是在听到各相约 谈到他们那里发生的事之后 才想到的 他昨晚睡在小学校里 一无所重 所以一时拿不出具体的方案 九位相约经过一番商议 决定对遭人劫持的 三十多户人家 士气损失大小 给予五至八斗 不等量的补偿 而在对那十几个 被监污的妇女的家庭 要不要照顾的问题上 发生了意见的分歧 田福贤最后出来定夺 以不予照顾为好 避免这样的丑事 因为照顾再度张扬 白鹿园上 骤然掀起了一股短暂的 进山前扛木料的风潮 强壮的男人们 赤手空拳 三五成伙的赶进秦岭深山 用葛藤挽复着松船或领条 走出山来 在被大火烧光的白鹿舱的废墟上 卸下木料 接过验收人员的毛笔 草画的收条 然后赶到白鹿初级小学 去领取麦子 人们扛着粮食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 抑制不住脸上泛起的喜悦之情 心悦诚服 田总相约 虽然有一双胸利的 原咕噜式的眼睛 却怀着一腔菩萨的善柔心肠 久未相约 全部投入到这场庞大的工程里来 各司其职或验收木料 或对付麦子或领人施工 全部忠于职守主动积极 而且对乡民和蔼谦功 新任的县长已经走马上任了 姓梁 县党部的牌子 也正影八经的挂在县府门口 县党部书记姓岳 田福贤经常去县里的开会 就将整个工程交与陆子林同领 陆子林 对又要去县府开会的田福贤说 你走你走 你尽管放心走 误了工程啊 你拿我的脑袋试问 田福贤这才放心的离去 陆子林深眼睛里蕴含着微笑 走到正在盘垒的地槽基础的乡民跟前 干一阵啊 就歇一会儿 抽带烟 谁要是饿了 就去厨房啊 摸俩摸摸吃 结果惹得乡民们呢 更欢事了 大家哈哈大笑 没有哪个人 蹭皮搓脸 好意思不到饭点就去药膜吃 陆子林又背着双手 走进学校储存粮食的教室 站在粮堆前 瞅着给钱木料的乡民对付麦子 粮食装满木斗后 发粮的人用一块木板沿着斗刮过去 高出斗沿的麦子呢被刮落到地上 这是粮食交易中最公正的平斗 陆子林说 把这个刮板掉了 把都满上 上满 人们都轻松了许多 陆子林便又转身走掉了 从射击表演 开始弥漫在白鹿园八个月之久的恐怖气氛 很快就消除了 田总相约和他属下九个相约 宽厚仁德的形象 也随之明朗起来 赶在数九地洞之前 白鹿舱飞纸上 一排新房全部竣工 坍塌围墙的豁口 也补修魂泉 破旧低矮的大门门楼啊 换成了砖器的四方门柱 显现出了全新的景象来 白家轩在乌鸦兵逃离后的 第五天击题时分 就起身出门去看望在城里念书的宝贝女儿 玲玲去了 西安解围的头一天傍晚啊 白鹿村一个在城里做厨工的韶韶客 回到了村里 他一走进白鹿镇就被人们都围住 纷纷向他询问被围棋间这城里的情况 他苦不堪言的应对 对付几句转身走了 在白鹿村村巷里头啊 又遇到了同样的围堵和同样的询问 他急慌慌的走进家门 在院子里撞见老娘 就爬跪在地上哭得直不起身来 村民们又赶到院里来打听 韶哨客哭喊说 妈呀 我只说这辈子再见不着你了 白家轩和母亲白赵氏 妻子白吴氏 先后三次到这个韶哨客家里头啊 打听玲玲的消息 韶哨客的回答都是一句话 没有见到玲玲 接着两天 白鹿村在城里当厨工的 做相公学徒的 打零工的 拉洋车的 以及少数几个做生意 开铺子的 都先后回到村子里探望父母妻儿 带回并传播着围城期间 大量骇人听闻的消息 说战死 病死 饿死的市民和士兵不计其数 尸体运不出啊 城门篓子 排一排 横一排 树一排 在墙根底下跌落起来 起初用石灰 遮掩 尸体垛子 后来啊 这尸首垛子越来越多了 石灰用尽 就改用黄土覆盖 城里头弥漫着越来越浓重的恶臭味 所有公用的或私有的茅房 粪尿都满溢出来 城郊掏粪种菜的农人进不了城啊 城里人掏出尿粪 送不出去 就堆在街巷里 从粪堆上养育出来的蛆虫 和尸首垛上爬出的蛆虫 在街巷里肆无忌惮的会尸 在翻成小谷小谷的朝一切开着的窗户 门啊 前进 那 被窝里 锅台上 桌椅上 抽屉里头 都有小拇指大小的蛆虫在蠕动 这蛆虫常常在人睡死的时候 钻进鼻孔 耳孔 和张着打憨的嘴 无意中啊 咬的一嘴驱浓 满口腥臭 白家轩问 所有从城里回到村里的人 都说 没见过玲玲 那些令人起鸡皮疙瘩 又令人呕吐的传闻 是四合院里的生机完全窒息了 先是妻子白吴氏 后是老娘白赵氏 接的是白家轩自己 都在两天里停止了进食 玲玲的肝大 鹿三的饭量也减了一半啊 孝文和媳妇 虽然还有部分食欲 却不好意思去吃了 到解围的第四天 孝文媳妇向 阿婆白赵氏 请示这个早饭做点什么呀 得到的是 坐下了谁吃啊 哎 他就没有再进造访了 四是不吉祥的数字 隐含着是 仙草三天不进食 精神却仍然不减 一会儿去仿线 棉线总是崩断 一会儿又搓棉花鸠子 又把棉网戳破了 白赵氏啊 干脆站在镇子西头的路边 无望的等待 可怕的期待 延续了一个又一个天黑 仙草突然叫了一声 灵灵瓦呀 就从炕边栽叠下去 孝文和媳妇 纹神奔过来扶救 白赵氏还站在镇子西边的路口等待 白家轩从上房明尖走进厢房的时候 孝文抱着母亲是大声呼叫 孝文媳妇正从后转上拔针刺人中 仙草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从孝文的怀里正拖出来 扑向了白家轩 接着被儿子和儿媳 安抚着躺了下来 白家轩说 照看好你嘛 我进城去 这城里人吃早饭的时候 白家轩踏进皮匠二姐夫的铺面门 二姐以为来了顾客呢 迎到柜台边上 才发现是自己乡下的弟弟 就惊呼欢叫起来 白家轩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 如果玲玲进入尸首舵子 那二姐一家肯定不会如此平静的吃早餐呢 也不会开铺门卖货呀 她坐到椅子上 还是忍不住的问 俺玲玲呢 抬死人去了 二姐说 像是看出了弟弟的惊诧 反而用清淡的语调说道 大家都在抬 有的人挖坑 有的人抬死人 坑在城东北墙根下 大的呀 要装下一万多个死人呢 白家轩啊了一声 证实了回到白鹿村的那些人的话呀 不是湖边冒吹 我昨个儿黑件挖了一叶的坑 金个儿黑件还得去挖 玲玲前两天也是挖坑 走个后赏啊 又改换去抬尸首了 一边挖一边埋 好些个尸首只剩下骨头架子了 分不清是谁的胳膊谁的腿 一魂子装到车上 架出去就埋了 白家轩对这些事情已经麻木 只抱怨的说道 二姐二姐夫啊 你俩也真是凉凉性子 咋就想不到叫玲玲回乡下去呢 他婆他妈都三四天水米不进 都快急疯了 嗨 兄弟你这人原来不糊涂 会想事的吗 你想想玲玲在我这能出啥事 万一出点事 我还能不跟你说呀 这娃没回原上 就是娃平安着来了嘛 皮匠姐夫说 你咋连个这点窍都翻不开啊 二姐说 开围头一天我就催玲玲回去 娃说学校里不放假 要按虎将军的紧急命令行事 挖万人坑 抬买死人 清扫满街满巷的脏物 白家旋苦恼的说道 一家人连火都不烧了 正说话间呢 白领走进门来叫了一声 爸 就站住了 他看见了父亲一双 红肿怕人的鼓出的眼睛 白家旋一仰手就抽到他脸上 为你显而呼送了三个人的命啊 白领捂着脸分辨说 爸 你打我我也不挠 可我托赵海爷爷给你烧回话去了呀 白家旋这个时候才知道 陆太桓早已来过城里看望上学的孙子赵海 他这个时候才认出站在灵灵旁边的青年 便是陆子林的二儿子赵海 赵海有些羞怯的笑了笑 正是说 这画是烧回去了 陆赵海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制服 头上戴着一顶圆质帽 硬直的帽舌上 蒙着一层黑色光亮的面 深陷的眼珠和长长的睫毛 显示着陆家种系特征 这灵灵 怎么跟陆家的二小子在一起呀 白家旋心生疑惑 随之闻见灵灵和陆赵海身上 散发出的怪味 那是尸首腐烂的气味 令人闻之就恶心 一下子证实了二姐大说的 抬死人的话 他说 把衣服换了 把手上的死人味洗掉 跟我回园上 白灵说 这尸首还没抬完呢 还在墙根下烂着呢 我怎么能走啊 等你把城里的死人抬完了 回家正好跟上 抬你婆和你妈的尸首 白灵说 你回去跟婆跟妈 说我好好的没伤没病 他们就不着急了 你就放心了呗 陆赵海插嘴说 说啊 白灵当着运尸组的组长 他要走了 就乱套了 缓过一个礼拜 运完尸首让他回家 我也想早点回园上 咱们俩一块回去 白家轩并不理陆赵海 声硬的对灵灵说道 好啊灵灵 你敢不听我的话 白灵说 爸 我不是不听你的话 你看看这么多人 战死了饿死了 还在墙根底下烂着 我们受他们的保护活下来 再不管他们 良心何安呢 我实话说了吧 一礼拜也回不去 尸首台完了买完了 还要举行全程的 安陵祭奠仪式 正在挖着的万人坑 将命名为革命公园 让子孙后代 永远记住这些 为国民革命 献过生命的英灵 白家轩吃力的听着这些 稀里糊涂的新名词 这脑袋到木了 白灵说 二郭 你给我取俩膜 我得走了 爸 你歇一天 明天二爷回去吧 白家轩想挡 却没有再挡 看着二姐给灵灵 和陆家那个二货 拿了俩嬷嬷 俩人就出门去了 二姐说 哇 说的也对着嘞 这尸首不早点 抬完了埋了 这活人谁能受得了啊 快放寒假了 我跟灵灵 还有你俩外甥 一起回园上去 我也想咱妈了 白家轩却直着眼珠子问 这 陆家那个二货 跟着灵灵 前前后后跑啥嘞 二姐猜着了她的意思 嗨 人家是同学 又是革命同志 你那些老脑筋呢 见啥都不顺眼 二姐 你甭跟我这瞎叨叨 我挑明了说吧 你给他说念书 就一心一意的念书 甭跟着陆家这二货 拉拉车车 来来往往 白家轩 草草吃了早饭 告别了二姐和皮匠姐夫 天黑定时踏进了白家的门楼 四合院里头已经恢复了生气 他昨晚背着搭练走后不久 陆太桓就把灵灵安然无恙的话 烧到了 仙草和母亲解除了沉重的负担 反而更加思念女儿和孙女 甚至提出两个人结伴 去城里看看玲玲 是瘦了还是胖了 白家轩说 谁也不用去啊 去了也是白去 咱们为他担惊受怕的 啊 险和把心都熬干了 他可是谁也不想 只忙着抬死人买死人来 我远远跑去了 那个贼女子 连跟我坐一会儿的功夫都没有 那 那就是个海兽 陆赵海和白灵 在街巷里一边走着 一边嚼着馍 装着尸体的架子车擦脚而过 撒下了满路的浓血肉汁 他们已经闻不见腥味了 大口嚼香甜的馍馍 陆赵海说 白灵 家轩伯父好像讨厌我 那很正常 他现在更讨厌我 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 我一看见家轩伯 我就心切 我自小好像就害怕大伯 我今日猛不防的看见大伯 好像比小时候更心切了 哼 窃处有鬼 你肯定是心怀鬼胎 陆赵海说 白灵 你听着 如果我壮起胆子 跪到大伯脚下 叫一声岳父大人 你说大伯会怎么想 白灵撇撇嘴 他把你砸也不砸 可他会一把 把我的脖子给拧断了 那我就会再叫一声岳父大人 你放开白灵吧 把我的脖子拧断吧 你信不信 我肯定这么说 我也这么做 白灵 洋装叹了口气 那好 我们都等着被拧断脖子吧 现在革命同志 快去抬尸首吧 他们走到城墙跟下 尸首垛子跟前时 正好吃完了两个嬷嬷 抬抬手就去判尸体了 围城不久 教会学校就停办了 白灵在街上碰到了陆赵海 两个人对视了半天 终于认出 哟 这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乡党 陆赵海说 他所在的中学啊 也停课了 学校里临时办起了 国民革命培训班 培训军人 市民 学生 和一切有志于革命的人 白灵和赵海参观了 他们的学校 才觉得自己所在的 女子教会学校 有点可怜 陆赵海就怂恿他 不妨啊 去培训班听听热闹 来 他就去了 陆赵海巧声地告诉他 讲课的这位教员啊 是我们原先 国文教员 是国民党员 又以同样的口吻告诉他说 这位教员 原是我们的英文教员 是个共产党 白灵就问 那你说 国民党和共产党 哪个 都差不多 两党合作 一致推进国民革命 白灵 从此天天到培训班听讲 有一天 他对赵海说 我决定了 转学到你们学校来 陆赵海说 我已达到目的了 那天晚上 赵海送白灵回家 忽然问道 白灵 你想不想 参加一个党 想 你想不想 或者 你早就参加了吧 我也没有呢 咱们商量一下 参加哪个好啊 不 咱俩 一人参加一个 哎 这样好 国共团结合作 我们两个也 国和共 那是要有一天 不团结合作了呢 那我们两个也 嗨 我们继续团结合作 与背心弃义的行为作对 嗯 那好 你先选一个 剩下一个就是我的吧 嗯 这样吧 陆赵海掏出一枚铜元说 有龙的一面呢 就是国 有字的一面呢 就是共 你猜中哪面 就算哪个 白灵觉得很有趣 从陆赵海手里拿过铜元 看了看说 嗯 我来抛 你先猜吧 陆赵海点头同意了 白灵 又发觉这个默契的游戏中的漏洞 哎 那如果咱俩都猜中同一面了呢 那 那就是命中注定 咱们就参加同一个党呗 白灵把铜元郑重的在手心里抚了抚 再抛到亮光的地面上 让陆赵海猜 陆赵海说 是字 我猜是龙 两个人同时蹲下去 借着店铺门里头泄出的光亮看 铜元正好显示出一条龙的图案 两个人哈哈大笑 陆赵海说 我是共 你是国 谁先进去啊 这枚铜元就归谁保存 白灵也笑着说 现在我先保存着 好玩的铜元 他们两个一起投入到守城的工作去了 和素不相识的市民搜集石块 就连铺地的青石条 居民宅院门口的石板 累气路边的砂石块 也都被挖下来 翘起来 抬到城墙上去 不堵 被围城军队用枪炮轰塌的城墙的窝口 陆赵海有一次抬石头上了城墙 围城的士兵打起枪来 子弹击中了右胳膊 显乎又几乎送命 白灵几乎天天都到临时抢救医院去看望他 白灵问 你害怕不害怕 不害怕 真的 你就在我跟前吹大气吧 冲好汗 陆赵海扶着崩扎的胳膊 这一枪把我打极了 我现在告诉你 我呀 决定从军 当然 我还是把中学念完 我要是害怕 怎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呢 白灵 欠然的笑了笑说 我说着玩的 你怎么当真了呢 陆赵海即将出院的时候 学校的那位英文教员 来看望他时 正式通知他 你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员了 白灵 掏出先前的那枚铜圆 递给了陆赵海 陆赵海在手里头抚摸了一会儿 又交给了白灵说 你先保存着 两个人推让的当 英文先生转着好奇的眼睛 哦 是定情信物 陆赵海和白灵都脸红了 却极力否定说 不是不是 他更有深意 这同源呢 最后还是留在了白灵的掌心里 陆赵海康复之后 就编进了 由学生市民和手工业工人 混成的准军式战斗队伍 接受军事训练 随时准备补充到 守城的国民革命军的营雷里去 和白灵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 白灵后来被抽调参加了文艺演出队 到守城的兵营和市民中宣传鼓动 几次爬上城墙 为爬在掩体下的士兵唱歌 有一次演出啊 使他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 他在被慰问的民兵中 看到了陆赵海 那枚童原装在他贴身的小口袋里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演出 跳起舞来的时候 那枚小童原就轻轻撞击 他刚刚隆起的小小的乳房 他和陆赵海那晚抛制童原的游戏 筑成了他和他走向各自人生最辉煌的那一刻 白禄仓的办公房如期竣工 统领建造如此庞大而紧迫的工程 显示出了陆子林卓越的组织才能 田福贤和他的干事们迫不及待的搬进潮湿的新房 白禄仓为重新挂牌 恢复工作 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 白禄仓 辖管的百余个村庄的官人 德高望重的绅士 贤达 十几个大村的私塾先生 和唯一一所新智学校的几名教员 既是梁殿的丁掌柜 和白禄中医堂的冷先生 等头面人物都在被邀请之列 新任滋水县的梁县长 和刚刚组建的国民党资水县县党部书记 岳维山 亲临本苍 关中名如朱先生 更是田总相约特邀的贵宾 重建白禄仓的盛事 将被朱先生等人 载入正在编撰的新本县的县制 梁县长首先讲话了 白禄仓的盛典标志着 国民革命的新秩序的完全建立 县党部书记岳维山接着讲 胜利粉碎刘匪乌鸦兵 对革命的围攻 白禄元以及资水县的国民革命工作 将展开新的一页 他随之隆重宣布 本县我党的第一个分部 白禄区分部宣告诞生 田福贤任白禄区分部书记 与会者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又显出惊奇 惊奇的是 在四个委员中 陆家父子居然占了两位 岳维山不时时机的重点介绍了陆兆鹏 陆兆鹏同志 不仅是白禄区分部委员 还是县党部委员 负负农运工作 陆兆鹏同志 是共产党员 嗡嗡员的议论声顿时腾起 百余双眼睛一起射向了陆兆鹏 陆兆鹏啊 尽量做出坦然自若的神情 却总是显得不大自然 陆子林迅速地瞅了儿子一眼 就微偏了头 脸色比儿子还要紧张 还要尴尬 因为众人如锥的目光 纷纷移到他的脸上来 近日里啊 乡村里悄悄流传着 共产党式红头发红眼睛的腰匪 供人家房 供人家田 供人家罗马牲畜 尤其是供人家婆娘女子的威严 乡民们感到比白狼可怕多了 可是谁都没有见过 一个共产党啊 岳维山 李让陆兆鹏讲话 会场周然清静下来 陆兆鹏 憨烈憨气地笑着说道 各位乡党 大家都多瞅我一眼 看清 看清我跟你们以及你们的子弟一样 都是黑头发 黑眼睛 黄皮肤就行了 好了 岳叔姐您继续讲话吧 我就开句玩笑 会场 会场顿时轻松活泼了许多 夹杂着势然化疑的笑声 岳维山雍容大度地笑了笑 陆兆鹏同志又是国民党员 共产党和国民党啊 是同志 是兄弟 共同推进国民革命 说着 他抓住坐在旁手的陆兆鹏的手 站了起来 两只手 挽成了一个拳头 高高举过头顶 停留在空中 显示着团结的真诚 象征着晴天立地的力量 这个生动的画面 摄入每一个与会者的眼睛 储存于他们的脑底 并为后来完全相反的结果 发出历史性的感叹 会议之后 朱先生顺理成章地 跟着白家轩去看望老岳母 他向岳母白照事问了安 就急着说道 哎呀妈呀 哎呀 饿坏我了 快给我熬一碗 抱股伞子吧 您熬得那么黏 又香的伞子 我是再也没喝过了 白照事亲自下到厨房 阻止了儿媳妇仙草 又阻挡了孙喜 亲自添水烧火 撒下伞子 放进解面 一会儿紧火 一会儿吻火的熬煮起来 朱先生在清点仪式之后的丰盛的宴席上 只是理性地点了几下筷子就离开了 他不是出于清高 而是他的胃肠啊 只能接受清淡的五股蔬菜 却无法承受 昏腥海味 白家轩满脑子都是疑问 迫不及待的问姐夫 姐夫啊 这陆家父子俩全是委员 陆家赵鹏 又入国 这这这又如共 骑双头马 又是白鹿仓 又是区分部 这田福贤是总相约 啊 又加个区分部书记 又是国民党 又是共产党 哎呀呀呀呀呀 我这脑子啊 给我搅成一锅子粥嘞 朱先生听了 咯咯咯朗声笑了 你啊 你中你的庄稼 误你的牛犊 罗军就对了 你把那些 明目 那些关系啊 揣摸清了 那有啥用场啊 我都不大摸得清啊 你伤那个脑筋做啥 国民党和共产党 都是开宗名义 要给民人办好事嘛 辅助工农 你只管放心的 过你的日子就行了 白家轩心悦成福的点点头 却仍然 指不住发问 哎 这 哥呀 哎呀 你说说 这这这这 我心里总是 毛乱草似的呀 你看这俗话说 一个草道 拴不下两匹教驴 一窝蜂里 容不得两个蜂王啊 月露二人 挽着手 举到头顶的拳头 这这这分开了 咋办呢 朱先生听了 更不惊异的大笑 哎呀 兄弟啊 咱妈给我包骨伞子端来了 我可不管闲事 无论是谁 只要不躲我这一碗包骨伞子 我就不管他弄啥了 陆赵鹏 不再是因为校长 而是他公开的 共产党员的身份 而招惹的一切人的注目 他仍旧住在白鹿镇小学里头 仍然身兼校长的职务 学校已经恢复上课了 刚开始 他还不大习惯 利用公开的身份进行活动 韩裁缝的身份没有公开 仍像个手艺人似的 那样穿着蓝布围裙 手脚并用 在渣渣响着的缝衣机上头 工作着 陆赵鹏和他的工作关系 不仅是秘密的 而且是单线的 那是一个绝对忠诚的战友同志 陆赵鹏充分利用合法的身份 加紧工作 只是在处理 极端保密的事情的时候 才交给韩裁缝 白鹿仓的庆典宴席结束之后 父亲陆子林 不大好意思到他跟前来 暗示他回家去一趟 他有话说 陆赵鹏说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啥话 缓几天吧 我现在事情太忙 陆子林鼓了鼓嘴 就转身走了 陆赵鹏 陆赵鹏现在确实很忙 中共陕西省委的全会刚刚开罢 党的决议 急待贯彻 京东明春要掀起乡村革命的高潮 党的组织发展重点 也要从城市的知识层转向乡村农民 在农村动摇摧毁封建统治的根基 党在西安 已经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每期三月轮番培训革命骨干 他决定把分配给滋水县的十个名额 全部集中到白鲁园上 正好可以从每个保证所先送一个 避免撒胡椒面似的把十个人撒到全县 这一构想刚刚形成 黑娃黑夜里头突然闯进 他的校长办公室 一进门就瞪着黑乌乌的眼睛问道 老天爷啊 没看出你是个共产党啊 这一下子呀 倒把赵鹏给问愣住了 黑娃现在受雇于二园子上一户人家 给人家斩崖挖土打窑洞 直到满园都是摇灵般的传着说 他的朋友是共产党 雇主在吃晚饭的时候 一会儿还问他 这陆湘约的共产党后人 得是红眼睛 红头发那个养种吧 我说啥养种不养种的 他官名叫赵鹏 小名叫栓劳 跟我一个桌子念的书 还给我吃过冰糖 跟咱们一模一样 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土种 黑娃兢兢有味的附属着 赵鹏听着就在黑娃腰里戳了一拳头 笑得几乎差气了 好好好 黑娃你说得真好 我们都是土种 转一个音呢 就是土著 黑娃又瞪着眼睛问 我只知道你是白狼 咱们烧凉台时候 你说你是白狼 那白狼就是共产党 那韩才封的是不是共产党啊 陆赵鹏忽然变色虚道 黑娃 你记住一条 咱俩以后说的话 只说咱俩的 旁人的事 甭问 也甭打听 黑娃窝住兴 不大逾越了 赵鹏说 我正想找你来 你来了正好 随之 赵鹏把物色 他去参加农奖所的事 说了 黑娃听了不感兴趣 哎呀 我这回可不想跟你跑了 乌鸦兵跑了 进不进祠堂的事啊 也过去了 我想蒙着头 闷住声 下几年苦 买二亩地 再盖两间下房 保不准过年呢 再听个娃娃 那负担更重了 我已经弄下 这好不要脸的事了 就这么没脸没皮的活着呗 就算求了 我将来把娃娃 送到你门下好好念书 能成个人人 就算争了气了 陆兆鹏惊奇之后 就以不屑的口气说道 我跟你说话不拐弯啊 你这些打算 全都是空中楼阁 痴人妄想 拿咱们土种的话说就是 没像 你只要想想你爷 你爸就明白了 黑娃还不信服 俺爸俺爷是不行啊 可咱村有好多人 比如家道书的日子 那就一年过得比一年强 陆兆鹏说 这样吧 你先去参加一回 你觉得有意思呢 你回来咱俩继续共事 你觉得没意思呢 你就过你的小日月 你受这三个月的损失 我给你补上 黑娃听到这话就冒火了 你这是啥话呀 我就那么爱钱呢 陆兆鹏对黑娃说 这样吧 你呢 先去参加一回 你要是觉得有意思 你回来咱俩继续共事 你要是觉得没意思 就过你的小日月 你受训这三个月的损失啊 我给你补上 黑娃听到这话就冒火了 你啥话呀 我就那么爱钱吗 我还顾虑我识不下几个字 又是个猪脑子 人家说啥念啥 怕是解不开 记不下呀 陆兆鹏说 那不要紧 能解开多少啊 算多少 能记下多少 就算多少 要是解不开 记不下一句 你就全当逛热闹了 你大概还没逛过城里吧 黑娃迟迟一议 算是答应了 陆兆鹏去说 黑娃呀 我估计你这回去了 就还想再去一回 黑娃要去城里参加农奖所 受训的消息 在白鲁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白家轩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一直保持着沉默 只在一天晚上 在寄桌前对孝文说道 他坐在那儿啊 看上去像个先生 但一抬脚一伸手 就能看清提提爪爪了 误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就再明白不过了 孝文说道 咱也想不到 堂堂的校长 能跟黑娃混交在一搭 他选送的十个人呢 个个都不干不净 有麻的 这共产党究竟是 这白家轩打断儿子的话 打劲往后啊 甭跟人说这样的话 凡事看在眼里 记到自个儿心里 就行了 种种议论集中到田福贤那里 他对陆赵鹏说 赵鹏啊 这岳书记再三给我敲锅 让我注意国共合作 不要干涉兄弟党的内务 我只想问问你啊 是不是把那十个人 这这这再掂量掂量一下 其他人有麻的 还将就过得去 这黑娃儿 这这这太那个了吧 让人说 共产党咋精挑那些 这龟五贼六的货呢 连抢夺人妻的货 也要抬举到县城里去 听听听听 我担心这样下去 对龟党 影响不好 他们是去城里头受训的 又不是去做官啊 陆赵鹏解释说道 他们接受了培训 提高了觉悟 就会改掉自己的麻的嘛 你忘了国父遗嘱说的 辅助农工的话了吗 辅助辅助是啥意思嘞 田福贤 我眼睛 白家轩双手搭在扎花机的台板上 一只肘腕里 搂览着棉花 另一只手把一团一团紫棉 均匀地撒进宽大的机口里 双脚轮换 踩动着那块结实的怀目踏板 在咔哒咔哒咔哒的响声里 粗大的轴心上 翻卷着条条缕缕 柔似流云的雪白的棉绒 黑色的绣着未剔净花毛的紫棉 从机器的腹下流露出来 踩踏着沉重的机器 白家轩的腰杆仍然挺直如船 结实的臀部随着踏板的起落 使而撅起 校文走进了闸花房 神色慌乱地说道 校长领着学生 先生满街刷写大字 满墙都是一切权利归农邪 这农邪是啥的 他们弄啥的 白家轩继续往机口里 扔着棉花团 头也不转地说道 这跟咱屁不相干吗 你呀该操心你自己该办的事 白家轩驾着牛车 从城里拉回了一架扎花机 在堆放圈干土的土房里 扎了一极一道割墙 割出了一间机房来安装机器 几经调试啊 这架透着生铁蓝光的扎花机 就响得通畅和谐的咔咔咔的声音 白家轩下决心买回这架上海出的机器 主要是为了自家扎花方便 且不说每年扎花要花销一桶牛毒的工甲 单是把棉花用牛车送过去拉回来 这就太劳神了 扎花机买回了以后啊 却首先接览了扎花生意 在没有主顾的间断里头啊 抽空给自家扎 他在扎花房的门口 背起了一把废旧的铁头木板仙 来人进入机房之前 必须把鞋底上的泥巴刮干净 这棉花是干净东西啊 他算计过 只要机器一东不停 挣下的扎花钱 够自家省下的扎花钱 就可以买回半个炸花机 两个冬天过去呢 就会把这架炸花机给赚回来了 这是一个里外账 一里一外 两面算 白家轩对孝文说 过日子呀 就得这样盘算 才能把日子过得浑泉 他时时处处 不时时机的 对儿子进行诸如此类的 电话教育 以其他尽快的具备 作为这个四合院 未来主人 所应有的心计和独立的人格 而言传身教不可偏非 白家轩挺着腰杆 踩踏着扎花机 就是最好的身教了 扎花机开转以后 他和陆三 孝文三个人 轮换着踩踏 活多的时候呢 加班干到深夜 有时候 机叫三遍以后 又爬起来再干 房檐上吊着一把 持把长的冰棱柱 白家轩脱了棉袄 棉裤 只穿着白衫单裤 仍然热汗蒸腾啊 过了多日 孝文又一次 忍不住大声说道 黑丸 把老和尚的头 给砸了 白家轩转过脸 依然冷冷的 对惊慌失措的儿子说 他又没砸你的头 你慌慌张张叫啥脸 孝文抑制不住慌乱 哎呀 这这回真的是天下大乱了 白家轩停住了脚 咔哒咔哒的声音响声停了下来 要乱的人巴不得大乱 那不乱的人还是不乱 他说着跳下了炸花机的彩板 对儿子说 上机炸棉花 你一踏起炸花机啊 就不慌不乱了 哪怕事事乱的翻了八个棍 啊 这吃饭穿衣过日子 还得靠这个 他粗大的巴掌 重重的拍击到炸花机的台板上 随之从棉花垛上取下棉衣棉裤 穿了起来 白家轩刚刚平息了四合院里 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内乱 内乱是他的宝贝女儿玲玲制造的 袁上人吃辣巴粥的那天傍晚啊 白玲出其不意的回到家里来了 这是自围城以来 他头一次返乡回家 奶奶白照使一把把孙女搂到怀里 张口咬住脸蛋是久久不放啊 咸水从脸塞上流灌到脖颈里去 残缺不全的牙齿 在孙女粉白红润的桃花脸上 留下了几个奇形怪状的窝痕 母亲白无视 禁不住热泪涌流 疼爱的赤骂着 你可没良心的东西啊你 把老老小小一家人都给折磨死了你 白玲从奶奶怀里跳起来 回头又在奶奶脸上亲了一口 掏出手帕 又亲密的给母亲逝去泪水 跳到屋子中间挺身一战 哼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长得高了 吃得胖了 你们净操那些心干啥 白家轩 不失威严的挺坐在态势椅上 瞅见女儿 窄巴的衣服绷紧到胸脯上 隐伏着两个乳房的轮廓 心里悸动了一下 白玲毫无察觉父亲的心思 环顾一圈屋里所有的人得意忘形的宣布了一个消息 历时就把屋子里亲密的气氛扫荡干净了 我们把县长轰下台了 这回啊 大闹资水县 好痛快 国共两党一条密传传下去 凡在省城资水县的人 不管男女 老的少的 念书的做饭的 当相公的捡破烂的 拉洋车的 推菜车的 挑市袋的 好几百号人 全都涌回县城里 游行示威 开会演讲 唱歌演句 把那个县府闹得翻了个过 把一块资水县人民自决委员会的大牌子挂到县府门口 大家呀正欢庆斗争胜利的时光呢 县府里有人告密说 说县长正给省警署拟报抓人的名单 众人炸了营 冲进县府啊 从县长的桌展里头搜出了那个名单 好啊 捉贼捉脏 这个梁县长 是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 我们拿着他的赃证 去找省主席告状 于大胡子一看这个黑名单就火了 说 谁阻挡国民革命 就把他踏倒 接着一声令下 把梁县长就给撤了 白家炫 磕了磕烟灰 就站起身走了出去 白无视 怯怯的目光 送着丈夫的背影消失在门外 回过头来 禁止女儿说 灵灵 你在城里头念书 就好好念书 甭跟着旁人疯疯癫癫地乱跑 你可记住了 在屋里再甭说刚才那号话了 你说话也该瞅瞅你爸那脸色呀 去 我瞅见我爸那脸色了 他不愿意 他不爱听 我偏说给他听 冲一冲他那封建脑瓜子 白灵爽快地说道 忽然醒悟时地叫起来 哎呀 赵海上军校去了 临走前托我给家里烧画 我差点都忘了 想起了陆赵海 白灵的心情特别的愉快 赵海已经实行了 要做革命军人的志愿 围城结束不久就投身到守城的国民革命军里去了 他的热情 他的单纯 他的聪慧 尤其是他的文化素养 很快就受到了官长的器重 保健他到河北的一所军校去学习军事 赵海得到通知以后 就把白灵约到一家照相馆的门前说 你明白我约你到这来做什么吗 白灵的脸上泛起一层羞气的红晕 扭头率先走了进去 临行前 他从照相馆取出两个人的合影 赶到白灵的二姑家 他和他相互签名 不约而同的都给对方写下了 国民革命成功的临别赠言 那是入冬后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夜晚 他送他走到二姑家 批货作坊门外的台阶下 他转身离去以后 却又转过身来 猛然张开双臂 把他搂进怀里 白灵似乎期待着这个举动 却仍然惊慌失措 在那双强健的臂膊里 一阵紧一阵地被他抱着 他的惊慌恐惧迅速地消散 坦然地把脸颊贴着那个散发着异样气息的胸脯 他松开搂抱双手 捧起他的脸颊 他感觉到他温热的嘴唇贴上了他的眼睛 随之吸顺起来 他不由得一阵静软 双腿酥软 那温热的嘴唇贴着他的鼻侧 缓缓地蠕动 他的心脏随着也一阵紧死一阵地 蹦荡起来 那个温热而奇异的嘴唇 移到他的嘴唇上便凝然不动 随之就猛烈地 顺闻起来 他的身体难以自控地 站立不止 突然赶到胸腔里发出一声轰响 就像在剧院里看着沉香灰斧 劈开华山的那一声巨响 他在经历了那一声内心轰鸣之后 渐渐清醒过来 他正脱开他的双臂 从那衣口袋里掏出了那枚雕饰着 龙的银元 塞到赵海的手心里 你 你带着他 甭忘我 说吧 伸开双臂 紧紧搂住他的肩膀 把火烧火烫的脸颊和他的脸 依偎在一起 他说 我尝到了你的眼泪 是苦的 色的 白灵 与自己已经构成了某种特殊联系的门楼下走出来 绕过自家门楼 到白鹿镇小学去找陆兆鹏去了 这是作为革命者的他和他的第一次会面 他又一次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 向他叙述了大闹资水线的经过 而且抱怨作为革命的领导人的陆兆鹏怎么能不参与呢 陆兆鹏呵呵地笑着默认了他的抱怨 没有向他摆明自己实际上是那场斗争的策划组织者之一 他和他谈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谈论轰轰烈烈的北伐和各地人民的革命热潮 他说 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 一想到胜利的那天 我叫我 陆兆鹏也以肯定的语气说 是 没有什么人能阻挡北伐军的前进 胜利是指日可待的 这一次接触啊 给白灵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 陆兆鹏是一件已经成型的家具 而陆兆海还是一截刚刚砍伐的原木 陆兆鹏已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了 而陆兆海尚是一块铁胚 他在各方面都称得起一位令人钦佩的大哥哥 白灵天黑的时候回到自个家里 父亲和母亲还没有歇息 看来是专意等待他呢 白家轩知道他的行踪 仍然问道 你到谁家去了 我 我先到子林叔家 后来又到学校找赵鹏哥去了 我明天要走了 今天晚上再不去就没时间了 母亲惊讶地问 啥 明天就走 你这一年没回来呢 刚回来连个整天都待不下 白灵笑着向母亲赔罪 没办法妈 革命形势所迫 同志们约定明天晚上开会 等胜利了 我回来跟你啊 住整整一个月 白家轩忍着冲到喉咙口的火气 冷静地发问 你现在还念书不念 白灵说 念呀 怎么不念啊 那你念了书 日后做啥呀 我喜欢教书 革命胜利了 我就做个先生 教书去 你现在甭念书的 回家里行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白灵不加思索 一口回绝 爸 我没有想到 你现在会说这种话 那好 你现在睡觉去 第二天早晨 白灵起来的时候发觉啊 小下屋的门板 从外头给反锁上了 他还未来得及呼救 父亲从上房里屋 背着双手走下台阶 走过庭院 对着下屋的门缝说道 王村你婆家 已经拖没人来定下了日子 正月初三 白灵嘴不对着门缝吼 王家要抬 就来抬我的尸首 白家轩已经走到二门口 转身就说 就是尸首 也要王家抬走 白灵很快恢复了活泼的天性 在小下屋里大声的演讲 大声的歌唱 婆呀 爸呀 妈呀 大哥 大嫂 三娃子 牛犊 还有干大 你们听我讲吧 国民党共产党领导国民革命 形势大好 北伐军节节胜利 天下无敌 北洋军阀反动政府 保不住驾了 国民革命的胜利 是指日可待 打倒列强 除去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齐声欢唱 齐欢唱 这百灵唱着上着喊着 妈 你给我送哪磨来 我饿了 白赵氏点着小脚 站在庭院的院里头 斥问 玲玲啊 你疯了 白无使仙草拿着俩磨磨 走到下屋跟前 白家轩不时时机的赶到了 从仙草手里夺下磨 哎 你让他喊 让他唱 他还有劲呢 白灵从门缝里看到了庭院里发生的一切 他的腹腔里猫抓似的难受啊 接着 口腔里头开始发黏 终于喊不出 也唱不出了 躺在炕上 看冬日惨淡的阳光 从房檐上悄然的消失 冷气和黑暗 一起笼罩了下屋 黑暗里 窗户只轻轻响了一下 什么东西滚落到尖头来 他一抓到手里就毫不迟疑地嚼起来 两个半是麦子 半是玉米面的嬷嬷 不经吃 就完了 似乎还可以再吃下两个 白灵觉得胳膊和双腿顿时充满了活力 一咕噜从炕上跳起来继续他的演讲 白家轩咣当一声 拉开上房西屋的门栓 站在庭院里吼 你再喊再唱 我就一掘头砸死你 白灵对着门缝 吼出了胡子的话 谁阻挡国民革命 就把他踏倒 直到深夜 白灵时喊时唱的声音才停止 天明以后 白家轩洗了脸 喝了茶抽把烟 吃了两个烤得焦黄酥脆的 磨磨 熊啾啾地走进饲养场的炸滑机房 脱了棉袄就跳上去 踩动踏板 那机器的大轮小轮呢 就转动了起来 响声和谐通畅地响起来 他一口气 踩得小半捆皮棉 周身发热 正要脱去笨重的棉裤 仙草急急匆匆地点着小脚进来了 灵命他跑了 啊 白家轩 披着棉袄走出闸花房 走过街道再跨进自家门楼 下午的门锁已经被起开 下午的山墙上挖开了一个窟窿 白土粉刷在墙壁上用绝头尖 刺客了一行字 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 白家轩就问仙草 这绝头怎么在这儿呢 我不知道啊 大概啥时候忘在里边了吧 哎呀 那个是没用的废物吗 白家轩在吃早饭的时候 向全家老少威严地宣布 从今往后 谁也不准再提他 全当他死了 此后多年 白家轩冷着脸 对一切问及白灵的亲戚啊 或友人只说一句话 死了 甭再问了 直到公元1950年 共和国成立之后 两位共产党的干部走进院子 把一块革命烈士的 皇帝红色的铜牌 盯到他家的门框上的时候 他才哆嗦着花白胡须的嘴巴 喃喃地说道 这个死了 哎呀 是我把俺娃给皱死了呀 白家轩丝毫也不怀疑笑文 惊慌失措从外边传到 闸花机房里的消息的真实性 每天从川原上下背着棉花包 前来闸花的人 也带来了四面八方 各个村庄的动静 白家轩充分预感到了 愈逼愈尽的混乱 同时也越来越坚定地 做好了应对的策略 储乱不乱 他不强 不偷 不嫖不赌 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嘛 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田福贤也好 陆兆鹏和陆黑娃也好 难道连他这样的正经的庄稼人的命 也要革吗 他踩着闸花机 汗水淋漓 热气蒸腾 愈加自信 愈加心里头没底 黑娃回到园上的那天晚上 正下着入冬以来的头一场大雪 强劲的西北风 搅得棉絮式的雪花 字意的旋转 扑打着夜行人的脸颊和眼 天空和大地迷茫一片 在踏上通往白鹿园的岔路时 黑娃的心头轰然发热 站在岔路口 对另外九个同去同归的伙伴们喊 弟兄们 咱们在园上 刮起一场风嚼雪 他们十个人相约着走进了白鹿镇小学校的大门 陆兆鹏正在煤油兆子灯底下写着什么 见他们走过来就跳起来与他们一一握手 同志们 我现在可以称你们为同志了 我掐着指头 盼你们回渊 黑娃代表受训的十个人表示了决心 我们结伴成了革命十兄弟了 我们十个兄弟就好比是十个风神雨神 刮狂风下大雪 在园上要刮起一场风嚼雪 赵鹏说 好啊 风嚼雪 你们十个兄弟啊 是十架风葫芦 是十感火冲 是十把唢呐 是十张鼓 十面罗 到白鹿园 九十八个村子 吹起来 敲起来 去煽风 去点火 掀起轰轰烈烈的 翻天地覆的乡村革命运动 迎接北伐军胜利的北上 国民革命就要成功了 黑娃等十弟兄回到他们所住的十个孙子 发动群众 按照陆兆鹏的计划积极工作 每个人 在各自的村子 联络十个积极分子 在白鹿镇小学校 举办为期十天的农席班 这件工作顺利中 也有不顺利 十弟兄里头啊 有两位回家以后就趴了不动了 黑娃大为的恼火 找到其中一个 开口就损就骂 你是个熊包啊 你是个软蛋 你是辣枪啊 你是白铁毛子 剑碰就折了 撒月的受训 白学了革命道理 不要钱的肉馍馍 你白吃了你啊 你不讲义气 不守信用 结盟发誓 就跟喝凉水一样 可无论他怎么损 怎么骂 那位弟兄双手 锯着膝盖 脑袋夹到裤裆 蹲在地上 是一句不吭 黑娃连连吐着唾沫走了 到另一位弟兄家门口 那位弟兄的父亲 蹲在门槛上 抽着汗烟 拒绝黑娃进门 老汉破裂开的棉花窝窝 旁边搁着一把菜刀 对黑娃客客气气的说道 黑娃呀 你听俺说 俺单门独户 谁也不敢得罪 你要闹腾啊 你尽管闹腾 俺娃绝不挡路 你呀 再甭拉扯俺娃 俺娃 闹腾不起喽 黑娃忍着火气蹲下来 对老汉宣传革命道理 老汉听下几句就拒绝再听 说着好着嘞 对着嘞 俺家老几辈都是猪啊 都是鸡 靠嘴巴拱地 用爪子刨土寻神 旁的事干不来弄不了 你要再拉扯俺娃呀 我就照脖子 摸一刀 这老汉蹭就站起来了 把菜刀抓到自己的手里头 黑娃张着口 没再说话 转身就走了 这老汉 却一蹦子跳起来 追到黑娃的面前 伸开左手擦着的拳头 掌心里头有两枚银元 他解释说 啊 这是饭钱 俺娃在城里头 吃人家撒月的饭钱 咱哪 不白吃人家的 黑娃某着劲 朝手心中的银元 唾了口唾沫 呸 给你这老不死的 胆小鬼 留下买兽衣吧 更是黑娃恼火的 是他自己在白鲁村 发动不起来 他把在农讲所 听下的革命道理 一遍又一遍地 讲给人家听 却引发不起 宣传对象的响应 眼看着陆兆棚的 培训班 开班的时间已经到了 他仅仅发动起来 两个人 一个是开配种厂的白星 一个是他的女人 田小鹅 另外七个弟兄的成绩啊 也参差不起 有的发动下 十四五个的人 那有的是七八个 最少的四五个 那反正啊 是都比黑娃的成绩突出 尽管如此 弟兄们仍然尊他为大哥 陆兆棚宽慰他说 黑娃啊 你甭丧气 那不怪你 咱白鲁村 是园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 支县亲自给挂过 仁义白鲁村的金匾呢 第一期讲习班 如期开班 开班那天请来了 贺家坊的锣鼓班子 贺家坊的锣鼓班子呀 敲的是 磁豆的家伙 也叫硬家伙 雄壮激昂 震撼人心 却算不上 园上最好的锣鼓班子 在白鲁园 最富盛名的锣鼓班子 是白鲁村的苏家伙 其生戏疏婉转 听起了优雅悦耳 传说 唐朝一位皇帝 游猎至此 听见了锣鼓点 就驻足以马 如醉如痴 遂之 亲定为 关亭锣鼓 每逢皇家祭祀祭祖 等隆重活动的时候 都要进京献议 白鲁村锣鼓班子 班头是白家宣 敲的一首豪鼓 鼓点是整个锣鼓的核心 灵魂和指挥 他自然不会领着锣鼓班子 前来给黑娃他们凑热闹了 贺家坊的磁豆家伙班子呀 踊跃赶来了 领头打着龙旗的 是策划过胶农运动的 贺家兄弟老大 老二已经坐骨 贺家老大一头黑白混杂的头发 一脸白黑香脚的串脸胡须 走到学校门口 插下一对龙旗 就对黑娃说道 黑娃 你说敲啥呀 今日个有你点 黑娃不加思索的说 敲风脚雪 敲了再敲十样紧 敲了十样紧啊 再连着敲风脚雪 忙得晕头转向的陆赵鹏 从屋子里头小跑着 赶到学校门口 双手握住贺老大的手 您那会儿用鸡毛传帖 闹胶农 咱们这回啊 敲锣打鼓 是闹革命 贺老大说 你们啊 比我争 陆赵鹏 特邀贺老大的 开班典礼上讲话 贺老大 讲了那场胶农运动之后 说道 娃子们 你们啊 比我争 我不算啥 我那阵 不过是反了一个瞎陷官 你们这回啊 要把试试 给翻个过 你们哪 比我争 锣鼓和鞭炮声中 白鹿区农协会筹备处的牌子 挂在了学校门口 白底 绿字 绿色是庄家的象征 黑娃被宣布 为筹备处主任 他走上讲台 只说了一句 风嚼雪 咱们穷哥们 在园上 刮一场风嚼雪 送走黑娃等一帮子 农协会筹备处的骨干 已是深夜 陆赵鹏感到很累 伸开双臂 连连打着哈欺 正想关门睡觉呢 不料田福贤 推门进来说 哎 赵鹏啊 杀两盘 陆赵鹏也突生兴致 好好好 我这一向啊 对下棋兴趣淡了 咱们两个玩狼吃娃 或者耍媳妇跳井 行不行 他们玩起了狼吃娃的游戏 除了这两种游戏 白鹏园还流行一种更复杂类的 类似围棋的揪方游戏 这三种游戏都是在地上画出方格 再用石子 泥团 或者枝树叶 为子 在各个村子风行不衰 一般人在小小年纪啊 就学会入迷了 陆赵鹏小时候 一直读书 无法领会这种游戏的乐趣和技法 直到近期在各个村子跑运动 才学会了 田福贤自打当上了国民党白鹏区区分部书记以后 常常找区分部委员陆赵鹏下棋 对乡村的旧方 狼吃娃 媳妇跳井的游戏啊 更是乐此不疲 田福贤嘴角叼着又长又粗的卷烟 得意的说道 赵鹏啊 这回你又得输咯 我当狼你当娃 我的三条狼 把你十五个娃吃光吃尽是一个不剩 你当狼来我当娃 我的十五个娃你只吃了俩 剩下十三个娃打死你这三条狼 不管当狼当娃 你都赢不了嘛 陆赵鹏书记了说道 咱们耍啊 媳妇跳井 行啊 就要媳妇跳井 耍几回你肯定朝井里跳 不是我吹大气啊 要论杨学问 你比书高 论新名词 杨马子 你比书 说得多 念得多 但玩起乡下这一套套花活 你呀 还毛嫩着嘞 不行 陆赵鹏 在地上用粉笔画好了格子 你先甭吓人啊 到底是我这个小媳妇跳井 还是你这个老媳妇跳井啊 走着瞧吧 一边走一边聊着 天福贤问 赵鹏啊 我找你 是有件事 解不开啊 天福贤问 赵鹏啊 我呀 有件事 解不开 你让先生 领着学生满村的写字 那些话 我都能解开 只有一句 解不开啊 这一切权力归农邪 是啥意思啊 陆赵鹏说 那话再明白不过了 我不信你解不开 真解不开 这一切权力都归了农邪 那区分部管啥来 白鹿仓还管不管呢 陆赵鹏说 这个问题 今日的农袭班 开班的时候都讲了 你干啥去了 我前几天就跟你打招呼了 作为区分部书记 你要到会讲话 你去不来 田福贤说 那县党部让我去开会 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吧 田福贤确实受到国民党县党部去了 不过不是得到开会通知 而是自己找上去的 他不知道要怎么对付陆赵鹏的讲习班开班之邀 就托辞去了县上 县党部岳维山书记说 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应付不了 你还能搞国民革命 岳书记谈了许多话 总结起来呢 就是说一句 共产党煽动农民造反 完全是胡闹 但现在国共合作 咱不能说人家就是胡闹 作为区分部书记 这心里头必须认清他们是胡闹 田福贤心里有了底 才找陆赵鹏要狼吃娃和媳妇跳井的游戏了 其实他早都看到了 便抹在各个村子墙壁上的大字标语 最令他反感的 就是一切权利归农邪这一条 田福贤进一步问 赵鹏啊 既然一切权利都要归农邪 那我就得向农邪移交手续了 这个问题农邪还没有研究 再说农邪还在筹备阶段 等正式成立了以后再说吧 你是区分部书记 就应该跟农邪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就不存在权利移交这个问题 只需要分工了 田福贤不置可否 手下走出一步子 得意的叫起来 赵鹏啊 你又该跳井咯 跳啊 往下跳啊 连着耍了三回 陆赵鹏啊 输了三回 都是被对方逼堵的走投无路了 而跳进了象征水井的方格 陆赵鹏说 你的耍活耍得好 你甭得意啊 大叔 总有一天我要赢你的 非逼得你这个老媳妇跳井不可 黑娃成功的在白鹿园上 掀起了一场旷世伟文的风脚雪 黑娃鄙夷的 摒弃了那两个熊包软蛋 很快又结识了两个 生冷不济 死活不顾的硬家伙 革命石兄弟又捏成了拳头 赶到为期十天的讲习班结束 革命石兄弟又扩大了三十六位兄弟 当他们端着碗 那启示结役的时候 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而威慑的气氛 第一块农民协会的牌子 是贺老大在贺家坊村挂出来的 仍然是白底绿字 不出半个月 第一批重点发展的十个村子 有九个都召开了 村级农民协会的建立大会 也挂起了白底绿色的牌子 只有白鹿村冷冷清清的不曾动 黑娃气恼的说 我在园上能挂起风搅雪 可是在白鹿村 连一根鸡毛都扇动不起来 陆兆鹏显得胸有成竹 我们最后再围攻这个封建堡垒 革命三十六个弟兄 在九个村子的农民协会里 分别担任重要决策 他们坐在一间教室里 听他们的领袖陆兆鹏 做第一步工作总结和第二步工作计划 同志们 我们已经打开了局面 同志们 我们第二步肯定要比第一步走得顺利 步子也要卖得大一些 在五十六个村子里建立起农协 一当这五十六个村子 都挂起了我们白底绿字的招牌 我们就建立白鹿村 白鹿园 农民协会总部 革命三十六弟兄 激动的从椅子上 纷纷跳到桌子上 一个弟兄说道 我们建立了农协 就得办点大事啊 人家说 我们农协 减转几折 裹脚步 光能欺负女人 此话引起了三十六个弟兄的强烈反响 连黑娃都忍不住了 人家不怕我们 陆兆鹏纠正黑娃的话说 我们呢 不要人家怕 问题的关键 是群众信服不信服我们 我们提倡女人剪头发 放大脚 是对的 浸烟砸烟枪 烟盒子 也得了群众的拥护 我们还得啊 进一步干出群众 更需要干的事来 同志们 说是群众反应最大的问题吧 又一个兄弟说 那个 要叫群众害怕 或者说信服 咱能干实事 把三官庙 那个老骚棒的和尚 给收拾了 腊月二十三 白鹿镇 逢吉日 置办年会 兼看热闹的人空前拥挤 古老小镇 狭窄的街道 几乎承受不了 汹涌的人流 而要爆裂了 斗争三官庙 老和尚的大会 第一次召开 会场 选在白鹿村村中心的戏楼上 其用意 是明白不过的 年余六旬的老和尚 被捆绑在戏楼后台的大柱子上 他万万没料到 自己会有如此结束 老和尚把三官庙的几十亩土地 租给附近的村庄和农民 靠收取租粮 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他定下了一个规矩 每年夏秋两季 交租呢 要男人来 而秋末议定租地之事 却要女人 而不需要男人 那些前来交办租地手续的女人 无论没丑 都要付出相同的代价 这个老骚棒 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 长得翘的 长得丑的 一律不惧 一律啊 过手 这个秘密 谁都明白 也不愿意说破了 白鹿村清静的村巷 被各个村庄来的男人女人 拥挤起来 戏楼下的广场上 人山人海 后台那边不断的发生骚乱 好多人搭着马架 旁上后窗户 窥是捆在大柱子上的老和尚 按照议程 先由三个租他的店户控诉 再由白鹿区农协会筹备处主任 黑娃宣布对老和尚的处置决议 撵走老和尚 把三观庙的官地啊 分配给店农 可是斗争 一开始就乱了套 这头一个店户控诉还没说完呢 台下的人就乱糟糟的起来 石头瓦块砖头 从台下飞上戏楼 砸想站在台前的老和尚 秩序几乎无法控制 陆兆鹏把双手握成喇叭 抵在了嘴上 喊哑了嗓子也不抵视 黑娃和他的弟兄们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场面是始料不及的 台下杂乱的呐喊 逐渐统一一个单纯有力的呼喊 砸了砸了 把狗日的砸了 弟兄们围住了黑娃 砸了狗日的 黑娃对赵鹏说 砸死了也不亏他 陆赵鹏说 砸 五六个弟兄 拉着早已被飞食击中 血流满面的老和尚下了戏楼 人群尾随着涌向白鹿镇 南通往官道的岔路口 一把闸刀同时抬到了那里 老和尚已经软瘫如泥 被许多撕扯着的手 塞到闸刀底下 闸刀即将落下的时候 人群突然四散 都怕剑上不吉利的血 闸刀压下去 咔嚓一声 冒起了一股血光 人群呼啦一声涌上前去 老和尚被炸断的身子和头颅 在人窝里给踩着 踢着 踏着 连炸刀墩子也给踩散了架 黑娃和他的革命三十六兄弟 以及九个农邪的生威大振 短短的七八天时间 又有四五十个村子 挂起了白底绿色的农民协会的牌子 黑娃无论如何 也忍不住欢欣鼓荡的心情 风嚼雪这下啊 才真正刮起来了 赵鹏哥 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 赵鹏毫不掩饰领袖式的喜悦 黑娃 现在立即去围攻那个最顽固的 封建堡垒吧 大年正月初一 被选定为白鹿园农民协会总部成立的日子 地点再一次选定为白鹿村的戏楼 大年三十家家包饺子的除夕之夜 黑娃进了白家宣的门楼 三十六个弟兄要和他一起去助威 黑娃说 我一个人去 我想试试自己的胆子 黑娃穿了一件制服 是韩裁缝用缝用机扎成的 韩裁缝仍然摆着洋机器缝衣挣钱 黑娃走进白家门楼的时候 不断地提醒自己挺直腰板 一直走进门房和乡房之间的庭院 再走进上房正庭 我代表农协筹备处告诉你 把祠堂的钥匙交出来 白家宣正在香火融融的寄桌前摆着共果 转过身来说 可以 黑娃瞅一眼挺得笔直的白家宣 不由得挺一挺自己的腰板 伸出手去接钥匙 白家宣的手没有伸到袍子底下去掏钥匙的异象 现在不行 得明个早上 明早族人到祠堂拜祖先的时候 当着全族老少爷们的面 我再交给你 这随你 大年初一 黑娃和他的三十六弟兄 就聚在祠堂门外 他手里头提着一个铁锤 咣当一声 只需一下 铁锁连同大门上的铁环 一起掉到了地上 黑娃领头走进了祠堂大门 突然触境生情想跪在院子里 挨徐先生板子的情形 他没有迟疑地走上台阶 又一锤子落下去 祠堂正厅大门上的铁锁也跌落到地上 地上扫得干干净净 供奉祖宗的大方桌上也擦拭干净了 供着用细面做成的各式国品 腊台上凝结着烧流的红色腊油 香炉里头落了一层香灰 说明白家轩在三十夜晚刚刚烧过香火 黑娃久久地站在祭桌前头 瞅着正面墙上那幅密密麻麻的 写着列祖列宗的神轴 又畜生出自己和小娥被拒绝败祖的屈辱 他说弟兄们快点动手 把白家轩这一套玩意儿 统统收拾干净 把咱们的办公桌摆开来 他走出正厅来到院子 瞅着栽在庭院正中的仁义白露村的石碑说 把他砸碎了 两声脆响 石碑断裂了 黑娃一手插着腰 一手指着香在正厅门外两边墙壁上的石刻香约条文说 把这个也挖下来砸了 当黑娃和他的弟兄们在祠堂里又挖又砸的时候 白露村的族人围在门口观看 却没有一个敢走上去阻拦的 有人早把这边的动静告诉了组长白家轩 他竟然心平气和的说道 唉 这下我免得交钥区喽 园上几十个建立起农民协会的村子敲锣打鼓 打四面八方涌进了白露村 没有建立农邪的村子的男女老少也像看大戏一样的赶了过来 今天晚上炸碗壳啊 通往白露村的官道小道上涌动着人流 画边龙旗一律扯去了龙的图案 临时用绿纸或绿布剪贴上了某某村农民协会的徽标 在白露村的戏楼前飞扬着 十多家锣鼓班子摆开场子对敲 镇得鸽子高高的钻进蓝天不敢下旋 白露村被震得颤颤巍巍 黑娃站在戏楼当中大声的宣布 白露园农民协会总部成立了 一切全力从今日起归农民协会 锣鼓与鞭炮声中一块白底绿字的牌子 有两位弟兄着抱扶着 打戏楼上走下梯子穿过人群 挂到了祠堂大门口 具备最强烈的震撼力量的黑火药铁冲 连续发出了整整六十一声沉闷的哄响 那是六十一个已建立了农民协会的村子的象征 网客和闸刀同时从戏楼的后台被拖到前台 闸刀摆在台子左脚 网客被五花大绑压在台子右脚 网客仍然从扭着他胳膊的四肢手里往外蹦 往上跳 骂着 叫着 台下的吼声一浪高过一浪 网客是南山根指甲钩口村人 姓庞 乳名叫哥德娃 官名客宫 排行老三 绰号叫冷三茂 最普遍的称呼啊 是碗客 他十六七岁就赶着一头毛驴到药州去驮碗 再赶着毛驴儿驮着碗 在白鹿园各个村子叫卖 差不多家家的案板上 都落着他驮回来的黄幼粗瓷大碗 他驮碗卖碗 发了财 毛驴儿换成了马车 而且在白鹿镇呢 开了一家瓷器分店 总店在他的老巢南山根的温泉子镇里头 他在南园和南山根一带 已成一霸 弟兄五人人称五只虎 他的诸多恶行啊 猎行 是乡里闷 愤恨最大的 就是对女人的蹂躏 凡是新娶的媳妇头一夜 必须去请他开包 他对女人永无满足 永无截止的野兽一般的欲求 从小小年纪就露出了端倪 用两只粗瓷大碗 换取那些爱占便宜的女人的身子 在好几个村子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晚客装作收钱 走进一家老乡好的院子 村人很放心的从毛驴上 把大碗小碗哄抢一空 有一回啊 竟然被谁 把拴在门口鱼树上的毛驴给牵走了 晚客发了财 更加纵欲 常常把那些 根本没有两性生活经历的新媳妇 整得寻死密活的 晚客现在啊 被捆压在台上 毫不羞怯 窃据 不住开口叫骂着 我疙瘩娃睡过的 数不清的婆娘媳妇 扎了杀了老子 老子也值了 十年以后 还是个疙瘩娃 我还买碗 还睡你们婆娘 这个晚客 被捆压在台上 毫不羞怯 还不住的破口大骂 我疙瘩娃睡过 数不清的婆娘媳妇 你们扎了老子 老子也值了 十年以后 还是个疙瘩娃 还卖碗 我还睡你们婆娘 还不等黑丸宣布 晚客的罪行 几个愤怒至极的汉子 窜上戏楼 把晚客从台脚上 踢翻下来 砖头和石块 把晚客砸成了一堆 肉驼子 这一年的新年 无疑将 处入每一个人的记忆 白家轩天不明 就起来洗了手脸 点燃了记桌上 两根红色的蜡烛 插进了五根紫色的箱 叩拜三回 然后把一捆子雷子炮 夹在夜下走出街 站在仍然漆黑的街巷里头 他把雷子炮的火药碾子 抠出来 扑的一声啊 吹着手里的火纸 点燃碾子 马指卷着火药的碾子 滋滋响着发出一连串闪闪的光亮 他一甩胳膊 头顶黑沉沉的夜空 就发出一声痛快淋漓的爆炸 白家轩喜欢放炮 而且只喜欢放雷子炮 他站在门楼外的街巷上 把一个个粗壮的雷子 抠出碾子 抛入空中 接着一声接一声的脆响 爆碎的爆竹纸屑 在寒冷的夜空悠悠飘落下来 落满了他的礼帽尖头 当他尽兴放足了炮 回到上房政厅的时候 儿子和媳妇们已经败过祖宗 也向白照使扣过头 只等着给他拜年祝福了 当新年祥和的威西 照出乌迹轮廓的时候 一家人围在大方桌前吃饺子 有一位族人惊慌失措地跑来 向他报告了黑娃在祠堂里乱砸乱挖的消息 白家轩仍然不慌不忙地吃着饺子 他今天反倒吃得特别多 与一般人相反 每当遇事 他不仅不减饭量 反而食欲大振 吃饱了再说 哪怕死了也不当饿死鬼 他放下了筷子 就在餐桌上宣布 小文啊 你把该当办的事 绿一遍 别把哪个事忘了 啊 小五 你晌午就去请执事 小一啊 你先去给你三拜拜年去 吩咐完毕以后 白家轩就走进了马号 长宫路三 离过年剩下三天的时候 就回家去了 他年年在路三下宫之后 住进马号 绝不让儿子们代劳 大年初一 他让全家人歇息 自己却在祠堂祭过祖宗之后 就在祠堂门口 领着锣鼓班子敲个痛快 现在 他为过牲畜丢下绞草棍子 又走进了炸花机房 踩得炸花机又咔咔咔咔的 欢畅起来 正月初三 准备给孝午完婚 亲朋族人都劝他缓一缓 缓过了眼下的乱世再办 甚至 亲家冷先生也趋同这种异象 但他却一口咬定 不该初衷 他闹他们的革命 咱呐办咱的婚事 两不相干了 浓血也没说 不准男人娶媳妇吧 他把二儿子孝午的婚事 完全交给长子孝文去经办 让其熟络 婚事当中诸多礼 以及一些注意的事项 而他自己呢 只是在重要的环节上 帮助孝文出出点子 这个时候啊 三儿子孝毅 跑进了炸花机房说 爸 爸 三白擦着毛子 要去戳黑娃 三嬷嬷叫我 赶紧叫你去嘞 白家全听完一愣 重新穿上袍子 戴好礼帽 走出炸花机房 他走进路三土墙 他走进路三土围墙上的圆栋门 正看见路三手里 握着长柄毛子 女人爬滚在地上 死死拖住他的腿 黑娃的弟弟兔娃 抱着路三的另外一条腿 路三仍然怒不可遏的扑跳着 白家轩还没来及劝他 他倒冲着白家轩斥责起来 陆子林不出头 你也不露面 人家砸祠堂 烧祖宗 抽神轴 你们装瞎子 你们怕挨刀 我不怕 八辈的祖宗造的 也是我的罪过 我把那个逆子给戳了 白家轩却平静的说 你该放下毛子 砸上烟袋 背抄几手 到祠堂门口戏楼底下去看热闹 十几家罗姑家伙 几十敢冲子 花钱也请不到白露村来啊 万一你不爱看热闹啊 白家轩平静认真地对他说 我托你办的事 应该再去靠视一回 陆三忽然记起 给孝武抬媳妇的轿子 是他经手租赁的 他看见白家轩 意味深长地 撇了撇嘴 摆了摆头 一把扔掉了毛子 蹲在地上 大声地哀叹 哎呀 农邪的风暴 已经席卷了白露村 白露村也建立起了农民协会 黑娃兼任主任 白星儿当副主任 由小娥做妇女主任 各个村守的农协组织部 模仿总部成立时的做法 摆一把明晃晃的扎刀在台上 而且发生了两起扎人的事 陆兆鹏立即让黑娃 召集了各农协主任开会 声明今后不许随便再扎人了 也不许再把扎刀摆到会场上 需要处置某人 许得总部讨论批准 各村农协可以决定斗争和游街的对象 但必须防止群众有意或失手打死人 被革命热情鼓荡着的农协头头们 都觉得窝了兴头 嗷嗷叫着抱怨陆兆棚啊 太胆小 太心善 太手软 园上那么多财东 恶身村子盖 才扎了不过三五个 就不许炸了 那革命咋能进行啊 陆兆棚大声警告说 同志们 革命不是一把炸刀 最后 令黑娃和农协头头们鼓舞的是 兆棚终于听从了他们的呼声 决定集中目标 公一公白露仓总相约田福贤 理由是农协要求向全体乡民 公布本仓自民国以来 每年征集黄粮的账目 白露镇随之出现了游街的新景象 头一个建立农协的贺家坊 开创了游街的仙头 把贺家坊首富贺药祖夫妇 用绳索捆起来 牵牛拉阳似的 拉到了白露镇上 游了一周挖扎 各个村子的农协呢 便争先恐后的 把他们村子里的财东恶身 牵着拽着 到白露镇游街市众 花样不断翻新 纸糊的尖顶帽子 扣在被游斗者的头上 红红绿绿的兽衣 强迫他们穿到身上 脸上涂抹着锅底灰 又点缀着白色的浆糊 有的呀 别出心裁 把稀粪劈头盖脸的浇下去 每逢三六九级日 镇上空前热闹 人们观看了那些 昔日里曾经是 园上各个村子 顶体面人物的 扬相丑态 白露镇的游街景 随之就屡见不鲜 见不多其了 很快也就失去了群众 即使农协总部 要游斗田福贤的消息传出 刚刚冷却下去的热情 和新鲜感又高涨起来 还有一个更负刺激的因素 就是白露村的陆子林 将同时被推到台上去 那共产党儿子逗老子 真是睁眼不认六亲了 把田福贤推上白露村的戏楼 是白露园农民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会指仍然选在白露村祠堂前的戏楼 陆兆鹏亲自主持这场 非同寻常的斗争大会 陪斗的有白露仓下辖的 九个保障所的九个相约 已经查明 自从田福贤出任本仓总相约以来 几乎一年不空的 在征集黄粮的时候都悄悄的加了马 九个相约无一例外的参与了分赃 黑娃逐年逐条公布了 他们加码的比例和多收的粮食数字 逐个公布了田福贤和九个相约分赃的粮数 台下有可怕的寂静 突然变得像狂风暴雨一样的呼喊 抬扎刀来 陆兆鹏站在台前 他吼哑了嗓子 也制止不住已经沸腾起来的骚动 他迫不得已从腰里头拔出一柄短枪 朝空中放了一枪 啊啪 台下才得以安静下来 他抓住时机 让证人来揭发 作证揭发的是白露仓的金书手 田福贤加码征量的全部底细 都在他的明细账目上记着 黑娃和他的弟兄们在找田福贤算账之前呢 先把金书手叫了农邪总部 同时把一把闸刀抬到了门外的台阶上 金书手一瞅间沾着碗壳血痕的闸刀 脸上骤然失去了血色 好黑娃 好陆兆前老爷 你听我说 你问我啥我都打实说 你快把闸刀抬走吧 我看见哪个心里茅草的 就说不出话了呀 黑娃让人抬走了闸刀 这金书手果然神色稳住了 反而爽快的说道 哎呀 你问征量当中田总相约搞鬼倒翘的事 我说就是了吗 远的记不得 但是去年刚刚征过的我还没忘 本苍民的原额天时地利人和六等 其质共1112寝50亩 鹅争下丘粮三千零八十一弹 一斗五升七合六勺 这每弹折银 一两三千一分八离三毫五四八乎九微六千二臣五秒 共鹅争粮 这这这这 黑娃已经不耐烦了 你少啰嗦 只说搞鬼的部分 倒翘弄下了多少粮食和银元 这这这我说前年前多年的陈障 我这我这记不清了 只记得去年加码多征粮食折银一千二百多两 本苍原额民两万一千二百九十七丁 征粮征银一千二百一十一两 四千五离一离二毫 加码抄征二百多两 以上地丁两请抄征一千四百多两 九个相约每人分赃一百两 我本人拿了一百两 下鱼的都让田总相约独吞了 黑娃和他的弟兄亲自跟着金书手到白鹿仓去 把他锁在抽屉里的帐簿全都背到农邪总部来 一年一年一笔一笔的价以清算 最后发现田总相约和他的九个保障所相约侵吞财物 数目令人吃惊了 陆兆鹏获得这个重大突破的消息时 激动的一拳砸在黑娃的肩上 黑娃你真是了不起 这下子白鹿员真的要刮起一场风嚼雪了 金书手捏着一张清单念着 双腿双脚不住的颤抖 田福贤和九个相聊 低垂着脑袋 听任他一件一件的揭发 骚望和尚只是欺辱过店户的女人 晚客仅仅是在南园山根几个村子吃墙耍横 而田福贤和他的九个相约 面对的却是整个园上的乡民 白鹿员两万多男女 现在都成了他们的对头仇敌了 金书手还未念完 台下再次骚动起来 陆兆鹏立即命令纠察队员 把他们押到祠堂的农邪总部看管起来 为了防止愤怒的乡民砸死他们 原先计划的游街示众也因此取消了 陆兆鹏大声宣布 将田福贤等十一人 叫资水县法院审判 愤恨的乡民 对这样的决定立即表示出不满 又潮水一样 从戏楼下涌到祠堂门前去 把祠堂包围得水泄不通 喊着叫着要抢 田福贤出来当众开闸 黑娃也失去了控制 赵鹏同志 赵鹏同志 你现在看看 咋个弄法呀 早说不炸田福贤难贫民愤 炸了这个虾球 有个球是吗 陆赵鹏也急火的开口骂倒 黑娃 你混账 我再三说 田福贤不是老和尚 也不是晚客 不能炸 这是牵扯国共合作的大事 你立即命令各村 农邪的头头 把会员车走 田福贤 在封闻农邪查账的消息后 就奔资水县去了 他先找到了岳书记 又找到了胡县长 见了他们头一句话就说道 我跟陆赵鹏合作 搞革命 诚心诚意 想不到陆赵鹏在背后 日我靠子 我这总相约 区分部书记怎么当啊 哎呀 说吧 大哭起来 岳维山和胡县长商定 要召见陆赵鹏 陆赵鹏走进岳维山的办公室时 还猜不透试音 大哩咧咧的坐在椅子上 岳维山开门见山的问道 赵鹏同志 你怎么把矛头对准了革命同志 胡县长接着说道 整个白路员的行政机构都瘫痪了 陆赵鹏不加思索的说道 有确凿证据证明 田福贤不是革命同志 他是个贪官污吏 这个吸血鬼 不仅败坏国民革命的名声 也败坏了国民党的威信 仅仅话已说明 我请求你们立即着手 给白路员派一个手脚干净的 区分部书记和总相约来 岳维山避开这个话题说道 我也要向你尽一言 县里不断收到白路员 乡民联名拒告的状子 告农邪的头头们 把碗壳给炸了 还把人家儿媳妇强奸了 据说农邪的头头 全都是各个村子死皮赖娃嘛 凭这些个人 能推进乡村的国民革命 那革命革命不是乱斗乱闸 归党在物色农邪头头时 几乎也得考虑一下吧 陆兆鹏不服气的说道 睡晚客媳妇的那个农邪副主任 已经撤职了 田福贤一开头 就说农邪头头全都是死皮赖娃 清朝政府骂孙中仙先生 也是死皮赖娃 岳维山制止他 怎么能这样乱做 类比乌孙国父啊 陆兆鹏坚持说 那是一样的道理 腐朽的统治者 都把反对他们的人 骂作乱臣逆党 死皮赖娃 胡宣长又把话 转到具体的事情上 兆鹏同志 你必须保证 田福贤的生命安全 农邪的人 不准随便开闸就杀人 有罪恶严重的人 要交到县法庭审判吗 我负责把田福贤 交到你手上 天黑以后 陆兆鹏派农邪纠查 把田福贤押送到县里去了 然后坐下来和黑娃 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分配土地 组建农民武装 黑娃因为没有炸死田福贤 而逼沉的情绪又高扬起来 赵鹏哥 咱们农邪 要是没收了财东豪生的田产 和福财 分给那些穷汉们 那就把他们彻底打倒了 这项工作刚刚铺开 他们又绞进了田福贤的案子里 田福贤在法院待了半个多月 又大摇大摆地回到了百路园 官赴原职 进驻到百路舱 黑娃领着三个农邪总部的革命弟兄 赶到县法院查问 法官回答说 查无实据 陆赵鹏又亲自到胡县长的办公室 你们怎么把田福贤给放了 胡县长不是幽默地说道 金书首 全部翻供了 看来啊 这扎刀逼出来的口供 靠不住 陆赵鹏 旋即又找到了岳维山 我现在不大关心田福贤的事情 而是担心国民革命 岳维山很不客气地对他说 赵鹏同志 你是共产党员 也是国民党员 见着两个党的重任 你偏向一个 其实一个的做法太露骨了 你把本党基层干部 都游斗了扎了 国民革命 只有靠贵党单独去完成吗 陆赵鹏直言不讳地对他说 请您不要太敏感 如果共产党里头 也混进了田福贤这号坏分子 我们也会主动地 把他交给法庭的 陆赵鹏回到了白鹿园来 黑娃就说 我说把那狗日的渣了 你偏要交给法院 审来审去 田福贤反倒没求是了 反倒成了我们农邪栽赃陷害了 陆赵鹏和黑娃一起到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汇报 又一起找到了省政府 于主席听吧 反应以后还是那句老话 谁阻挡国民革命 就要把他踏倒 陆赵鹏和黑娃回到了白鹿园 不久就传来了可靠消息 资水县胡县长已经被省政府撤职 国民党资水县党部书记岳维山也被调离 黑娃和他的革命兄弟们再次去白鹿舱抓田福贤的时候 田福贤早已闻讯逃跑 金书手也去向不明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资水县的县长换了四人 这是自秦孝公设立资水县以来破纪录的事情 乡民们搞不懂他们是光脸还是麻子 甚至搞不清楚他们的名和姓 他们就走了 走马灯似的从资水县消失了 这件事啊 使朱先生颇伤了脑筋 他翻院着历代县制 虽然各种版本的县制出入颇多 但关于资水县湘民的评价 却一贯是八个大字 水深土厚 民风淳朴 朱先生想 在新修的县制上 还能做如是的结论吗 争厉害之意 陆兆鹏经历了 投身国民革命以来的头一遭危机 他险些被捕 那是白鹿员刚刚进入三幅的一个入热难熬的夜晚 他从井里搅上了一桶水 提到竹塘旁边的渗坑前 抹下了上衣挂到竹枝上 用一只葫芦瓢摇满水从头顶浇下来 冰凉的井水 激得他全身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一道有两个陌生人走到他跟前问 陆小长住哪个屋啊 陆兆鹏停下搓身上的手 想说我就是 可是话到嘴边 却完全变了样 找陆小长啊 他跟我是隔壁住南排第三间房子 从郭道过去 朝右手边一拐就到了 他刚刚洗漱完了躺下了 他瞧见后院的黑暗处啊 还站着三个人 他在那一瞬间感到脊梁鼓发冷 同时意识到事情不妙 说着又摇起了一瓢水浇的头上 双手在胸脯上对搓起来 搓得肌肤咯吱咯吱作响 那两个人朝过道的方向走去 后面的三个人也匆匆跟了上去 他们的举动和脚步 使他联想到上不老练的猎人 赵鹏从竹枝上扯下了上衣 绕过竹坛跑到围墙根底下 纵身扒住墙头 黄土围墙的吐蟹 刷刷的往下落的声音 招来了枪声 他翻过围墙以后才感到了恐惧 刚刚收获的麦子的田野 无遮无眼 连一只兔子也难以遮蔽 他顺着围墙朝南跑了一圈 然后他灵机一动 又纵身翻过了围墙 进入了学校 从枪声和叫声的方向判断 那五个抓捕他的人 已分成两路朝北边 朝东边追去了 他走到竹坛跟前 冲沙吊蹭在身上的黄土淤泥 把上衣套到身上 这时候教员们全部惊叉地围了过来 他们开始动手了 要走的趁早快走 不要等他们再过来 陆兆鹏早已做过安排 凡是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员 全部离开白鹿镇小学校 唯一没有公开身份的公教员 将坚守阵地 他离开仍然惊魂未定的教员们 回到自己的房子 把藏在书架背后墙壁摇窝里的短枪取了出来 噎到腰里头 又披上了一件制服 然后匆匆离开了 几位党员教员 把他送到学校门口都不说话 我会去找你们的 赵鹏说罢 就转身走进了黑夜中的旷野 他在随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又经历了无数次的被盯梢 被跟踪 被追捕的险恶的危机 却都不像这一夜脱身的记忆鲜明 这一夜正式标志着 他在白鹿园进入地下工作 事情来得并不突然 农历三月桃红柳绿 阳光明媚 突然从南方传来了一国寒流 蒋介石策动了412政变 国共分裂了 陆兆鹏参加了省委特别委员会议之后 回到了白鹿园 黑娃和他的革命三十六弟兄 正热切的巴望着 他带回关于上级实行土地分配的具体方案 他看到黑娃是强忍着悲愤交集的沉重心情 装出一副往常的货打 同志们 现在必须先抓武装力量了 在只有他和黑娃两个人在场的时候 赵鹏就将农会主任交了底 蒋介石动手杀共产党了 被罚失败了 黑娃瞪着眼睛了 我日他妈 我们受闪了 挨黑错了 赵鹏说 省委特别会议 决定要抓武装 这是血的教训 我们这回啊 吃了没有军队的大亏了 陆赵鹏随之就进山去了 葛条沟有一股五六十人的土匪 聚山为王的 是新龙新虎两个兄弟 曾经从陶寸的白腿乌鸦兵手里头 搅和了二十多杆长枪 成为山里头最应手的一支土匪武装 陆赵鹏此行 就是说服新家兄弟 把土匪武装改建为革命军队 黑娃却从另一条山路 进山去找另一股土匪 大约过了十来天 赵鹏回到了白鹿镇 抑制不住欢欣鼓舞的心情说 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了 黑娃却沮丧地说 我这说破了嘴皮子 打尽了比方 也说不转人家 分配土地的大事被勾到一边 黑娃和他的农会骨干们 整天忙着组织训练农血武装 缩镖毛子和大刀上了红丑子 看起来挺威风的三百多人的武装队伍 在白鹿镇游行了一回就散伙了 因为小麦黄了 要收要碾了 等到小麦收打完毕进入三府 庄稼院桃树上的毛桃发白了 又变红了 革命的形势却欲见险恶 国民党和共产党 共同组建的国民党省党部宣布解散 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组成的省农民协会 也被勒令解散停止一切活动 国民党主持陕政的省府余主席 被调回国民党中央 一位姓宋的主席临陕接替 观望等待了三个月的国民革命军 驻陕冯司令终于拿定主意 投奖反共 他发表正式声明的时间是 杨历的7月15日 陆兆鹏从白鹿镇小学逃离的 这个日子的前几天 国民党里的铁腕 早已等不得冯将军发表公开声明 而提早动手清党的 陆兆鹏在镇子里 一个公用毛测装作大便 观察了白鹿镇再无什么动静 便从背街溜过去敲了敲 韩采访的后门 他一把抱住韩采访的肩膀 就止不住痛心裂肝地哭倒 我们上当了 我们受骗了 相见何太极啊 相见何太极啊 田福贤随之回到了白鹿园 他的屁股后头跟着11个士兵 士兵们一律黑制服 跨长枪 田福贤没有直接进入白鹿舱 而是绕道先进入了白鹿镇 他看见那些熟悉的店铺 掌柜们便率先抱拳拱手 彬彬有礼地喊手微笑着 兄弟回来了 他从黑娃的闸刀口里逃脱至今半年之久 面色愈加红润滋和 岳维山被调离滋水县 到南边山区的宁阳小县时 带去了田福贤 他在那个贫瘠壁色又安定的小县城里过得十分逍遥 山区的真禽野味 滋补了在白鹿园上惊吓熬肩的身体亏空 当国共分裂的消息传到这个山区小县的时候 小麦开始泛黄 岳维山猛然站起来对田福贤说 我们啊要出山了 他们当晚吃了野鸡熊掌娃娃鱼等山区特产 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睡醒后 便打点起行装 骑马进省城来了 岳维山走进国民党省党部 态度十分的强硬 现在的事正好证明了 我在滋水县没有过错 让我返回滋水县 他们傍晚抵达县城 当夜就派出几个上不老道的警官 到白鹿园抓捕陆昭棚 可是他们没能如愿 岳维山要田福贤留在县党部 田福贤不同意说 我还是想回到我的园上 这跟你想回滋水是一个道理 岳维山只得同意 要好吧 你回到园上去也好 白鹿园是共产党的老窝啊 你去了我就放心了 岳维山采取紧急手段 从县保安队抽出了十一名士兵 交给了田福贤 这回啊 回到园上 你可是够威风的了 田福贤回到园上的消息 半天时间就传遍了白鹿园 所有的村庄 从他进入白鹿舱的那天后赏起 连续两天三夜 都被前来拜见的人 封堵在屋子里头 不得出门 被斗被游被整过的香绳财东们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一口血气的哭诉着自己的苦楚 好些农邪的积极分子 或者他们的老子 却满脸羞愧向他忏悔 田福贤 起初沉浸在早就渴望着的 报复心理当中 但很快就惊觉过来 回去回去 诸位先回去 兄弟刚回来 事情太多 太忙了 他把民团士兵 不在门口阻止 一切前来求见的人 有人见不到他 就把烧酒点心 一类的礼物 托民团团丁转交给他 田福贤把那些东西 接到手里 看到不看 就摔到院子里去 鼻腔里 喷着一股粗魂的气浪 哼 还不是喝酒的时候 田福贤 召集了下属各保障所 相约的会议 相约凑到一块堆 就哭诉自己所受的乳剑 以及黑娃们的种种劣迹 几乎全都不曾想到 总相约 急他们来干什么 嗯 诸位 从现在起啊 再不许说一句 自个儿怎么了怎么了 田福贤不耐烦地制止了 无休止的控诉 我们尚未了受骗了 我们先前诚心实意 跟共产党合作 共产党却把我们 塞到闸刀的里头 我从闸刀口逃脱了 也就清醒了 必须实行一个党 一个主义 现在好了 该我们动手了 田福贤 讲了实施动手的具体方案 用一句话概括他的雄徒大略 这回啊 我们在白鹿园 一定要把共产党 斩草出根 田福贤 很快组建起了一只 二十七八人的民团武装 新招募来的团丁 有财东乡绅子弟 也有穷汉家的子弟 他们穿上了 由韩裁缝制做成的 黑色制服上衣 下身暂时仍然穿着 家里做的叠妖大当裤 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下 举行了集体宣示之后 有田福贤 从线上带回来的 十一名老团丁 领着他们在卖茶地里头 进行操练 召开了白鹿苍 乡民大会的事情 也已经筹备就绪了 田福贤吃罢午饭以后啊 就决定去找白家轩 白家轩 是园上所有头面人物中 唯一一个没有向他表示问候的 他走进白家的四合院 白家轩 正在铺着凉席的炕上捂歇 想着令人沉迷的憨声 白家轩被仙草叫醒后 看到田福贤站在眼前也不惊奇 一边用湿毛巾擦着眼脸 一边平和的对他说 我知道你回原生了 我看你那人多 就没去凑热闹 老哥呀 你可比不得浅薄之辈呀 你水多深 土多厚 我一概尽之 兄弟今天过来 是跟你说两个事 这头一个 你这回得出山了 我本来就没进山吧 您甭装糊涂 第一保障所相约 得请你出马 子林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老兄啊 你竟拿着明白装糊涂啊 他那个共产党儿子 把白鹿远搅了个天婚地案 上面正在悬赏缉拿呢 他还能当相约吗 既是这个娇哥 那我想当你的相约 就不宜出马了 让子林兄弟一心 我趁机抢了他的帽子带里 快说你下边一个事吧 田福贤很遗憾地 凯叹着说 老哥呀 你真个拿得稳 坐得住啊 农邪那帮死狗赖娃 斗游了你 你好忍性啊 我全当狗咬了 人嘛 那不能跟狗计较啊 田福贤特别遗憾 并且感慨地说道 老哥呀 你真个是拿得稳 坐得住啊 农邪那帮死狗赖娃 斗了你 游了你 你好忍性啊 白家轩说 我全当狗咬了 人嘛 不能跟狗计较啊 天福贤说 你不计较 是好忍性 这回咬了你的腿 你忍了 再一回 他擒住了你的脖子 我看你还忍不忍得下 哎 话能这么说 也不能这么说 咱不说这话了 哎 你不是说两件事吗 田福贤 无奈转了话题 我呀 想借白露村的戏楼 用一天 借戏楼 你重返顾礼 给园上相当演戏啊 田福贤说 哼 耍猴 耍猴 耍猴用不着戏楼啊 在地上围个圈子 栽个杆子 就成了嘛 我这回耍的 是大猴 妖猴 不用场地 要搁到戏楼上耍 白家轩听了这话 就认真地问 你明说 你用戏楼 做啥用场 你不明说呀 我不敢硬承 耍农邪那几个 死狗赖娃的猴 天福贤终于忍不住 变得水泄石出 该当整治整治 这一帮子 瞎熊坏种了 白家轩说 你要是演戏啊 那没说的 你要弄这好事 耍这个猴 那你行你到别的村子 借戏楼去吧 天福贤从桌子旁边 站起来冷笑着说 哼 我看中你的戏楼 可不是你的戏楼上 开着牡丹花 是他们在白鹿村的戏楼上 把我当猴耍了 我耍他的猴 就非搁在白鹿村的戏楼上不可 我要叫全员的人看一看 是谁耍谁的猴 耍得好 田福贤坐在戏楼的正中 两边的宾利席上 坐着九个保障所的八个相约 以及贺家坊的贺耀祖等相身 经过初步训练的民团团丁 格外精深的分塞在各个的岗位 执行着任务 戏台上两脚各站着一个 台下站着一排 七八个全都端着枪 另有七八个 尖头挂着枪的团丁 分布在台下广场上 指挥拥来的男女乡民 按秩序站到一定的位置上去 田福贤开始讲话 乡亲们 兄弟大难不死 又回园上来了 万头传动轰轰攘攘的广场上 顿时鸦雀无声 田福贤不识绅士风度的 讲了不长的一段话就退了下去 继而登台的是金书首 他的戏楼前台尚未站定 就控制不住喊了起来 田总相约 台下顿时想起了一阵的议论 接着就有人跳上台子 把银元从口袋里掏出来 一落落马整齐 然后到桌子前说 这是分给俺们村子的人员 俺村的人 托我交还给田总相约 接着又有两三个人 相继跳上台去交了银元 另外还有两三个人 跳上台子表态说 我的村子还没交齐 交齐了再来交 田福贤走到台前 用手势制止了 继续往台上跳的人 然后把交过银元那几个人 一一点名 叫上了台子 啊 个人 把个人交的银元都拿走 分给乡民们 那几个人 谁都不敢拿这个银元 一起鼓噪起来 表示这种罪恶的钱 绝不能拿 田福贤火了 国民革命 不是弄钱吗 再不把银元拿走啊 我就把你们的手砍咯 那几个人 备受感动的 走向方舟 把银元 重新装入口袋 田福贤 瞅着他们跳下戏楼 突然转过身 吼了一声 乡亲们 便替泪交流 我田某人 一辈子不爱钱 黑娃 抢下我的钱 分给各位乡亲 分了也就分了 我不要了 只要大家明白我的心 就行了 台下 又变得鸦雀无声 站在一边的金书手 开始抽自己的耳光 左右开弓 手掌抽击脸颊的声音 从戏楼上传到台下 田福贤 对金书手的举动 嗤之以鼻 你的毛病 没害在你脸上 是害在你嘴上 田福贤 说吧 退到一边 后台里 走了两个团钉 把金书手 三下五除二 绑到戏楼前的名柱上 对着那张可怜巴巴的嘴 用鞋底子抽了起来 金书手嚎叫了几声 就不再叫了 台下右侧出现了骚动 那是鞋底抽嘴巴 溅起的血浆 飞到台下几个人 脸上和身上 有人捡起了一颗 飞溅到地上的 断裂的门牙 接着 十个团钉 压着十个五花大绑的人 从后台走出 一排溜站到台前 田福贤 像数点胡桃枣一样 不慌不忙的 向台下介绍 这位是神河村农协副主任 张志安 小名叫牛蹄 他跑到三元 可没有跑脱 这位是南寨村的李民生 倒是一条好汉 没跑也没躲 陆赵鹏跟黑娃 眼明腿快 该跑的跑了溜达溜达 把他的革命师兄弟 三十六个兄弟 撂下了 带人受过 田福贤点到最后一个人时 停顿半刻 这一位我不用介绍了 大家都认识他 站在台上的这一排 死皮赖娃里头啊 属他年龄最高 这个棺材狼子 钱一向好疯张啊 台下通戏楼的砖器台阶上 走了一伙男女 有老汉老婆 也有小伙儿媳妇 走上戏台 一下子扑通通通全跪倒了 磕头坐一哭诉起来 田总相约啊 饶了俺那不争气的东西吧 田总相约啊 你全当是狗咬了你一口吧 田福贤到轻笑的说道 你们快起了吧 你们求饶也没用 说也得是他们自己个儿说 那些求饶的男女 一个个扑向自己的儿子或丈夫 训斥着 贺骂的 推嗓着 让他们说话 台上台下顿时纷乱起来 有两个人跪下了 又有两个人跪下了 田福贤说 你们的声太小 台下听不见 把他们四个弄到高处 让大家都听得见 他们说的是啥 乡民们现在才明白 戏楼下边 临时栽起了一排木杆的用处了 这四个人被团钉压卸到木杆底下站定 接着从杆顶掉下了一条皮绳 系到他们背负在肩上的手腕 一声起 这四个人就被吊上了杆顶 从他们的双脚被吊离地面的那一瞬间起 直到他们升上杆顶 四个人粗的或细的 妈呀爸呀爷呀婆呀 惨叫立鹤声 使台底下的人感觉 自己一阵阵变轻 失去了分量飘向空中 田福贤站在台口 对着空中四个人说 你们现在有话尽管说吧 那四个人连声求饶不迭 田福贤往下压一压手臂 团钉们放松了皮绳 那四个人又从杆顶回到了地上 另外六个当中 有三个见了扑通扑通都跪下了 田福贤站在台口 瞅着跪在脚下的三个求饶者说 我要那个碎娃子吃辣子 我说吃辣子 辣你不敢吃 那碎娃子硬要吃 你越是说不敢吃 他偏要吃 我哄不下他 就给他嘴里都塞了一嘎的辣子 他 他再不要吃辣子了 你们光跪下不行啊 得上回杆子 得知道辣子辣 你不知道辣子辣 日后有个风吹草动 就还会旧病复发呀 这六个人一法又被推到杆子下边 又一法被皮绳吊上去放下来 田福贤说 这十个死狗赖娃当中 还有三个没说话的 这三个人是好汉哪 何老大 你个老家伙 爱出风头 爱上高台 今儿个让你上到杆顶 你觉得受火了 碎娃子不知辣子辣 你这个棺材嚷子也不知道吗 贺老大在杆顶上骂着 田福贤 我把你娃子没当个啥 连我当里的东西也没当 贺老大从空中呸的一声 拓向台上 人们看到一股鲜红的喷泉 洒向田福贤 田福贤恼怒着 撂开一劲擦拭着脸上的血沫 台下的前头又起了骚动 乡民们看到一块血红的肉疙瘩 在戏台前蹦荡了三下 那是贺老大咬断了喷吐出来的半截舌头 田福贤用脚踩住了他 狠劲转动粗腿 用脚碾蹭了几下 贺老大的嘴巴已经成为血的喷泉 鲜红的血浆流过下巴挂进脖领 胸前的白色布衫 以及捆扎在胸上的细麻绳都染红了 血流通过黑色的裤子显不出颜色 像是通过了一段暗道之后 在赤裸的脚腕上浮现了 从脚趾头上滴落下来的血浆 然后又滴到地上 聚起了一滩血涡 田福贤又恢复了他的身世风度 好 我看中硬汉子 拉绳的团钉一撒手 贺老大从空中掉到地上 两只粗大的脚在干土地上 瞪着蹭着 空中又响起了木轮吱吱转动的声音 贺老大瘫软的躯体又被吊起来 背负着的胳膊已经伸直 那是关节全部断裂的表征 台下已经蹲下了一大片男女 把眼睛盯着脚下 而不敢在阳头看空中的贺老大 那具被血浆染红色的 红色的身躯 贺老大连续背了三次 像一头被宰死的牛一样 愤怒也没有身患了 这道 吊在空中 另五个后者 浓血骨干一起发出了求饶声 每根杆下都跪着他们的父母兄弟和妻儿 田福贤挥了挥手 这五个人被缓缓放回了地面 你们九个 这回知道辣子辣了 田福贤 用教训他家那个碎仔娃子的口气说着 又瞅着贪软在脚下的贺老大的尸首发出感慨 白鹿园最硬的一条汉子 硬不起来了 在戏楼后面的祠堂里 白家轩正在院子里辨识 以前栽着仁义白鹿村的石碑的方位 那块由滋水县令亲笔提字刻成的青石碑 被黑娃以及他的农邪三十六兄弟砸成三大块 扔在门外低娃的路道上 作为下雨路面积水石 供人踩踏而过的垫脚石 白家轩让儿子孝文出面 请来了白鹿两姓里头 几个擅长泥瓦技能的匠人 又有几个热心的中年人 自决前来打下手 把杂断的碑石捡回来 用水洗去泥巴和脏物 又拼凑成一个完整的背面了 有热心的族人建议说 应该请石匠来刻一尊新的 花费由祖礼捐 白家轩说 就要这个断了的 经过再三辨识 终于确定下来原先栽杯的方位 白家轩亲自压着木钉长尺子 看着工匠小心翼翼的撒下灰线 对孝文说 尺码 一寸也不准差 孝文领着工匠们开始累气石碑的底座 断裂成大小不等的三块石碑 无法称载 孝文和匠人们策划出一个保护性的方案 用青砖和白灰砌成一个杯糖 把断裂的石碑镶嵌进去 白家轩审查通过了这个不错的设计 补充建议 把杯糖的青砖一律水没成细青 当白家父子和工匠们精心实施这个神圣的工程时 祠堂前头的戏楼下 传了一阵阵轰鸣声 夹杂着绝望的叫声 工匠们受到那些声音的刺激 提出想去看看究竟 甚至孝文也待不住了 白家轩反而去把祠堂的大门关上 插上 站在祠堂院子里大声说道 白鹿村的戏楼 这下变成老锅窟的傲子了 工匠们全瞪着眼 猜不透组长把戏楼比作 老锅窟的傲子是咋回事 孝文也弄不清楚 唠锅窟的傲子与戏楼有什么联系 白家轩却不做任何解释 转过身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急着田福贤走进祠堂说 家轩的 你的戏楼用过了 完毕归照啊 他的口气轻巧而风趣 不似刚刚导演过一场 报仇血耻的血性的屠杀 倒像是真格欣赏了一场滑稽逗人的猴戏 白家轩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口吻说道 我的戏楼真成了傲子了 修复相约碑纹的工作 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刻着全部相约条纹的石板很薄 字呢也只有指甲盖那么大 黑娃和他的革命兄弟 从正殿西边的墙壁上往下挖的时候 这些石板经不住垂机变得粉碎了 而后就像清除垃圾一样 倒在祠堂围墙外的瓦砾堆上 不仅难以拼凑 而且短缺不全 难以恢复浑泉 白家轩最初打算从山里订购一块石料 再请石匠打磨重刻 他去征询姐夫朱先生的意象 看看是否需要对相约条纹 再做修饰完善的工作 尤其是针对刚刚发生过的 农邪作乱这样的事情 至少应该添加一二条防范的内容 李相约可不是开杂伙铺啊 我也不是卖狗皮膏药的野大夫 白家轩没见过姐夫发脾气 小小一点怒 以使他无所措手足 朱先生很快缓解下来 诚挚动人的赞扬了他 重修相约碑文的举动 兄弟啊 这才是治本之策呀 白家轩说 黑丸把碑文砸成了碎渣的 我准备用石料重刻 朱先生摇摇头 你就把那些砸碎的石板 拼接到一起 再镶到墙上 白家轩和那些热心帮忙的族人 一起从杂草丛生的瓦砾堆中 剪出了碑纹的碎片 用粗眼筛子 把瓦砾堆里的脏土 一筛一筛筛过 把小如纸盖的碑纹碎块 也尽可能多地收拢起来 然后开始在方桌上拼接 然后把无法弥补的石域处空缺 让石匠一样凿成参差不齐的板块 然后送到白鹿书院 请徐先生补写残缺的相约文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